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惠里很惊讶 我是说也许 概率在百分之六十以上 真过分 平常人会做这种事吗 那是什么意思 他们从一开始就怀疑我们 没错 从看到手表的那一刻起 唐泽血碎变起疑了 暗中查看别人的钱包 对他而言也许不算什么 金枝脑海里浮现出了那双猫眼 可既然这样 我们离开那家店前 他们干嘛要我留姓名住址啊 还说什么要寄邀请函给我 大概是为了确认 什么 确认你会不会写下真实的姓名住址 结果没有 惠里很过意不去地点了点头 我故意把驱码写错 这样他就确定 我们不是去买衣服的 对不起 我不应该做那种小动作 没关系 反正我们早就被怀疑了 金枝站起来拿起了背包 要小心门户 我想你也知道 在杭家手里 这种公寓的锁有跟没有一样 你在房间里吃 一定要记得扣上链条 嗯 我知道了 那我走了 金枝把脚伸进了运动鞋 金枝先生 你不会有事吧 会不会有人来要你的命 惠里的话让金枝笑出了声 说得跟零零七一样 不用担心 顶多是一脸凶下的杀鼠来找我 啊 惠里的脸沉了下来 我走了 晚安 门要锁好啊 金枝走出房间带上门 他没有立刻离开 而是确信听到上锁和扣链条的声音之后 才迈开了脚步 好了 会有什么样的人 找上门来呢 金枝抬头仰望天空 小雨仍然下个不停 第二天 小雨转为持续的阴雨 气温也因此下降了一些 使得这天早晨 在持续酷热的八月里 感觉分外舒适 金枝早上九点多起床 穿着T恤和牛仔裤离开住处 撑起伞骨弯了一截的雨伞 进入大楼对面 一家叫做玻璃路的咖啡馆 木门上挂着一个小小的铃 每当门开关时 便会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 每天在这里吃早餐 看体育娱乐报纸 已经是金枝的习惯了 这家店很小 只有四张桌子和吧台 其中两张桌子有人 吧台也坐了一个人 秃头老板在吧台内 向金枝点了点头 金枝犹豫了一会儿 然后在最里边的桌位就坐 他估计这个时间 应该没有什么客人了 要是位子真的不够 到时候再移到吧台就好 金枝没有点餐 静静地坐上了几分钟 老板就会送上 夹着粗大香肠的热狗和咖啡 热狗里还夹着炒卷心菜丝 就在他身旁的报刊架上 放了好几分报纸 八台的客人在看运动娱乐报 只剩下一班报纸和财经日报 金枝无奈地抽出了朝日新闻 店里也有独卖新闻 但金枝已经定了 金枝正准备打开报纸 忽然传来叮叮当当的声响 他条件反射般地朝门口看 只见一个男子走了进来 男子看来将近六十岁 小平头上已见白发 体格很健壮 穿着白衬衫的胸膛很厚实 短袖里露出的手臂也很粗 身高在一百七十厘米以上 姿态犹如古代武士一般的挺拔 然而最吸引金枝注意的 并不是这个人的外表 而是他一踏进店里 锐利的目光便朝金枝射了过来 仿佛他在走近之前 就已经知道金枝会坐在那里 其实这只是一眨眼睛的事 男子立刻把视线转向了其他方向 人也移动了起来 他在吧台边坐了下来 我要咖啡 听到这个男子说话 视线已经回到报纸上的金枝 又抬起头来 这个男子带着关西口音 他感到有些意外 正在这时 这个男子又朝金枝望来 一瞬间两个人的眼神对上了 男子的眼镜里并没有威吓的意味 似乎也不带着恶意 那是一双看尽了人性丑恶的眼睛 一种堪称真正冷静清澈的光 静静地栖息其中 金枝感觉到背上 放过一股良意 两个人目光交汇的时间 其实非常短暂 可能不到一秒钟 不约而同地移开视线数秒之后 金枝看着报纸社会版的标题 一则大型拖车在高速公路上照示的报道 但是他无法忽略那个男子 他究竟是何方神圣呢 这样的思绪 犹如撇不清的棉屑一般 紧粘着意识不放 老板送来热狗家咖啡的套餐 金枝在热狗上 加了大量的番茄酱和芥末酱 大口地咬下 他喜欢门牙刺破长衣的感觉 吃热狗的时候 金枝刻意不去看那个男子 他觉得要是看了 两个人的视线不免会再度交汇 把最后一口热狗塞进嘴里 他一边端起咖啡杯 一边偷偷地瞄了男子一眼 那个男子正好转动脑袋 面向前方准备喝咖啡 他刚才一直看着我 这是金枝的直觉 金枝喝完咖啡站起来 手伸进牛仔裤的口袋 掏出了千元的钞票放在柜台上 老板默默地找回了四百五十元 这段期间 男子的姿势几乎没变 背脊挺得笔直地喝着咖啡 犹如机器设定一般 节奏相同 动作也相同 看也不看金枝 金枝走出店门 散也不撑 便跑过马路急奔上楼 进屋之前 他又专门向下看了看玻璃路咖啡馆 那个上了年纪的男子 并没有出来 金枝打开钢架上的迷你音响开关 不一会儿架在墙上的两个喇叭 便传出了极具穿透力的歌声 他脱掉T恤 准备淋浴 昨晚从惠里那里回来之后 他静止睡了 头发油腻腻的 他刚拉下牛仔裤的拉链 玄关的门铃就响了 平常听惯的铃声 今天听起来别有异味 金枝没有接起对讲机 铃声又响了 他拉起了拉链 穿上了T恤 一边在心里嘀咕着 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冲上澡 一边走到了玄关开门 那个男子就站在门外 如果是平常 这样的场面应该令人惊讶 但是金枝几乎不为所动 从听到第一声门铃 他便有预感 男子看到金枝露出浅浅的笑容 他左手持着伞 右手拿着收费员常用的黑色手包 有什么事 你是金枝先生吧 男子果然带着关西口音 金枝直四先生 没错吧 是我 哈哈 有点事情想请教 可以耽误你一点时间吗 发自丹田一般低沉的声音响起 以眉间为中心 犹如雕刻而成的皱纹 布满整张脸庞 金枝注意到 其中一道是刀刃留下的疤痕 抱歉 请问你是哪位 毕姓替缘 从大阪来 来人正是 替缘润三 真是远道而来啊 不过很抱歉 我接下来有空做 得立刻出门 不会花你多少时间呢 只想请你回答两三个问题就好 麻烦你改天再来 我真的赶时间 赶时间还在咖啡馆看报纸 看得那么悠有啊 我要怎么使用我的时间跟你无关 请你回去 金枝想关门 替缘将手上的雨伞插进了门缝 仍爱工作室很好 不过我这边也是工作 踢员说着把手伸进灰色长裤的口袋 掏出一本黑色手册 上面印着大板斧的字样 金枝呼出了一口气 拉门的力道减轻了 既然是警察 一开始明说不就断了 有些人不喜欢警察在门口表明身份 可以请教你几件事吗 请进 金枝让替缘坐在为委托人准备的椅子上 自己也就坐 那把椅子稍微低一些 光是这么一点把戏 便足以让他在洽谈时处于有力的位置 但是看着眼前这张满是皱纹的脸 金枝觉得 这个把戏 对眼前这个姓替缘的警察 大概不会有什么用 金枝要求对方出示名片 替缘却声称没有 这肯定是谎言 但是金枝不想为了这点小事和他争论 他就要求再看一次警察手册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东野归无援助 光合积木之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 联合出品 我应该有这个权利吧 你又不能证明你真的是警察 你当然有这个权利 爱怎么看怎么看吧 替缘打开手册 翻到身份证明那一页 姓名替缘润三 照片上的脸稍微消瘦一些 但看起来是同一个人 这样你相信了 替缘说着收起了手册 我现在在西部市警局刑事科医组 医组 这么说是调查凶杀案了 这真令人意外 这一点金枝都没想到 是 怎么了 我没听说神兵发生了凶杀案呢 当然 命案也有很多种 有些会被当做话题 有些则无人问津 但不管怎样 都是命案 是谁 什么时候 在哪里被杀 金枝先生 可以请你先回答问题吗 等你回答后 我会离上往来的 金枝看着他 来自大阪的老刑警 在椅子上 微微晃动着身体 表情却丝毫没有动摇 好吧 你先问 要问些什么 踢员把伞立在身前 双手放在伞柄上 金枝先生 大约两个星期前 你去了大阪 在生野区 大江那一带徘徊 是不是 金枝有一种 突然被击中要害的感觉 自从听到对方是大阪府的警察 他就想起去过大阪的事情 同时 他也想起当时曾在布施车站搭车 怎么样啊 体员又问了一次 但他的脸上 却是一副知道答案的表情 是 金枝只好承认 你还真清楚 那一带啊 连哪只野猫怀孕我都知道 体员咧开嘴笑了 但是没有发出笑声 却发出漏气般奇特的嘶嘶声 体员先把嘴闭起 然后又开口说道 你去做什么呀 金枝的脑筋快速地转动着 工作 哦 工作 什么样的工作啊 这一次换金枝露出笑容了 他想稍微显示一下从容 体员先生 你明知故问 你的工作好像很有趣啊 体员望着摆满了档案的钢架 我朋友也在大阪做这行 不过赚不赚钱我就不知道了 我就是为了这份工作到大阪去的 到大阪调查 唐泽血碎就是你的工作 金枝明白了 他果然是从这条线追查过来的 他思考着这个叫做替员的警察 是如何查出自己的 不禁想起了昨天的窃听事件 要是你能告诉我为什么要调查 唐泽血碎出生成长的环境 那真是求之不得啊 体员用他的三白眼看着金枝 语调粘稠地 似乎字字句句 紧紧地纠缠在一起 体员先生 既然你的朋友也从事这份工作 你应该明白 我们不能透露委托人的姓名 你是说 你受托调查唐泽血碎 是 金枝一边回答 一边思考这位警察 联名代姓称呼唐泽血碎的原因 是因为特别亲近呢 还是来自警察的职业习惯呢 或者是 与婚事有关 啊 听说有人向唐泽血碎提亲 作为男方的家人 得知他要娶一个 似乎在从事投机事业的女人 当然会仔细调查他的身家 你在说什么 就是婚事啊 体员的嘴边露出了 令人不舒服的笑容 他看着金枝 他的视线往办公桌上移动 可以抽烟吗 请 体员从衬衫胸前的口袋里 拿出已经被压扁的烟盒 抽出来的香烟有点弯曲 他叼着烟用火柴点着 那个火柴 应该是从玻璃露咖啡馆里拿的 仿佛要表示自己时间充足 体员缓缓地抽着 吐出来的烟摇晃着上升 在空气中散去 他显然是要给金枝考虑的时间 自己先出几张牌 看对方如何反应 这种做法可能是他的拿手好戏 故意在咖啡馆现身 暗示你一直在我的监视之下 也是要让自己手里的牌 显得更强势的手法 刑警毫无表情地 看着烟的去向 那双眼睛似乎隐藏了 无尽的狡猾算计 金枝极想知道那些牌的内容 为什么负责凶杀案的刑警 会追查唐泽血碎 不 追查这个说法并不准确 证明男子一定握有 关于唐泽现状的大量资料 我也知道有人和唐泽小姐 论起婚嫁 但是 如果你问我这件事 与我的调查有没有关系 我既不能回答有 也不能回答没有 体员夹着烟点头 表情显得很满意 他慢慢地把烟 在烟灰缸里暗吸 金枝先生 你记得马里奥吗 什么 超级马里奥兄弟 小朋友的玩意儿 不过听说最近 连大人都很着迷啊 电视游戏机那个啊 我当然记得 哎呀 几年前真是疯狂啊 玩具店前面还有人大排长龙呢 是啊 金枝疑惑地附和着 不知道这个警察说这些话有什么目的 在大阪 有个人想卖那个游戏的假货 东西已经做好 只等出货销售 却在最后阶段被警方查出 假货被扣押 人却没了 失踪了 逃走了 那个时候警方也是这么想的 啊不对 现在也是 还在通缉他 体员说着打开了手包 拿出了一张折起的传单类的纸 展开给金枝看 在若发现此人这几个熟悉的字眼下是一个头发全网后输的男子 看起来大约五十岁左右 名字叫松蒲勇 我还是问问好了 你见过这个人吗 没有 嗯 我想也是 体员把纸折起来又放进了手包 你在追查那个姓松蒲的人 也可以这么说吧 什么 金枝再次看着体员 来自大阪的老刑警嘴角别有意味地撇了撇 一瞬间金枝恍然大悟了 一个半凶杀案的刑警 不可能单单追查一个游戏软件盗版嫌疑犯 体员认为 松蒲被杀 他在找松蒲的尸体 以及杀松蒲的凶手 那人和唐子雪碎小姐有关系吗 也许没有直接的关系 那为什么 有个男人 和松蒲一起消失了 这个人极有可能参与了盗版制造 而他大概 体员好像是为了选择用词 略微停顿了一下 接着开口说道 就在 在唐子雪碎身边的某个地方 身边的某个地方 什么意思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他应该是藏起来了 你知道枪虾吗 不知道 枪虾会挖洞 住在洞里 可有个家伙 却要住在他的洞里 那就是虾虎鱼 不过虾虎鱼也不白住 他会在洞口巡视 要是有外敌靠近 他就会摆动尾棋通知洞里的枪下 他们合作无间 这好像叫 互利共生 请等一下 金枝微微地伸出了左手 你是说 唐泽雪碎小姐 有这样一个共生的人吗 如果有 事情就不得了了 但是金枝无法相信 截至目前的调查中 完全没有此人的任何蛛丝马迹 替袁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这是我的想象 什么证据都没有 可是 你一定是因为有什么根据 才会这么想象吧 没什么说得上是根据的东西 只是老刑警的直觉 当然也有猜错的可能 实在不能当真啊 骗人 他一定有什么确切的根据 否则绝不会单枪匹马来到 你对这个人有印象吗 金枝伸手拿起 踢员放在办公桌上的照片 里边的男子正对着镜头 可能是驾照的照片 大概三十岁左右 下巴很尖 金枝第一感觉 是见过这张脸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冬夜归屋原著 光合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 联合出品 金枝第一感觉 是见过这张脸 他小心不让表情 透露出半点迹象 在记忆中搜索着 他善于记住别人的张相 他也有信心 一定想得起来 当他凝视着照片的时候 雾突然散了 他清清楚楚地想起了 是在哪里 见过照片里的男子 这个男子的姓名 职业 住址 一切全都在瞬间显露出来 与此同时 金枝差点惊呼出声 因为这实在太令人意外了 他很想表达诧异 但强行按捺住了 他以相同的声调问道 这人 就是唐泽雪碎小姐的共生对象 这就难说了 你有印象吗 好像有 又好像没有 金枝把照片拿在手里 故意喃喃地说 我要确认一下 可以到隔壁房间去一下吗 我想对比一下资料 什么资料 我会拿过来 请稍等 金枝不等替员回答就站起身 匆匆走进隔壁房间上了锁 这是他的卧室 也被当成暗房 如果要冲洗黑白照片 在这里便能进行 他从排列在架上的摄影器材中 拿起可以近距离拍摄的拍力德 那是一台显像后必须把正负层剥离的撕开式相机 金枝把照片放在地上 手拿相机一边从取景窗查看一边调整距离对焦 因为调整镜头更花时间 在对好焦距的位置按下快门 闪光灯闪了一下 然后他抽出底片 把相机回归原位 轻轻挥动底片 另一只手从书架上拿出一本厚厚的档案 为了调查唐泽雪碎所拍的照片 都已经整理好放在里边 他快速地翻阅 确认给替员看是否妥当 他又描了一下手表 确定时间已经过了几十秒 便撕下底片的正层 翻拍非常成功 连原版照片细微的污渍都复制过来了 他把照片放进抽屉 拿着原版照片和档案 离开了房间 不好意思 花了一点时间 金芝说着 把档案放在办公桌上 我以为见过 结果是我弄错了 很遗憾 我不知道他是谁 这份档案是 关于唐泽雪碎小姐的调查资料 不过 没什么大不了的照片 可以借给我看吗 请 不过 我不能针对照片说明 还请尽量 替员一一仔细查看档案里的照片 有些拍的是 唐泽雪碎娘家附近 有的是偷拍证券公司的 承办营业员 看完 看完 替员抬起头来 哦 这些照片真有意思啊 有帮得上忙的吗 如果纯粹是调查结婚对象 还真是特别啊 比如为什么连 唐泽雪碎进出银行都要拍呢 我实在是不懂 这个 就任你想象了 事实上 唐泽雪碎在那家银行租了保险箱 今之是靠跟踪才查明这一点的 拍摄 唐泽雪碎进入银行前后的样子 是为了观察他的穿着打扮 有没有任何变化 比如 如果他出来的时候 戴着原先没戴的项链 那就表明东西存放在保险箱里 这虽然是一个笨法子 却也是调查财产的手法之一 今之先生 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什么 往后你继续调查时 要是看到 这个人 剃员说着拿起了刚才那张照片 要是看到照片上的人 请务必通知我 越快越好 今之的视线 在照片与剃员满是皱纹的脸上来回看着 那么 请告诉我一件事 什么 名字 请告诉我这个人的名字 还有 他最后的住址 剃员第一次露出了犹豫之色 如果你看到他 到时候他的资料你要多少都给你 我现在就想要 剃员注视了今之几秒 点了点头 从办公桌上撕下了一张便条 用便条附带的圆珠笔写了一些什么 放在了金枝面前 童原亮丝 大阪市中央区日本桥二号 调员注视了一张 童原亮丝 调员是什么 调员以前经营的电脑店 哦 剃员员又在一张纸上写了什么 也放在金枝面前 上面写着 剃员润三 和一串应该是电话号码的数字 大概 是让金枝打这个号码 我打扰很久了 又在你正准备出门工作的时候 真是不好意思 哪里 你明明看穿了我不准备工作 对了 你怎么知道我在调查唐泽学岁呢 剃员微微一笑 这种事到处走访一番就会知道的 到处走访 不是听收音机吗 金枝做了转动旋钮的动作 意思是指窃听器的收讯机 收音机 你在说什么 剃员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如果是演戏 那么他的演技也太逼真了 金枝认定 这个警察应该不是在装傻 没事 没事 剃员将伞代替拐杖般主着 走向门口 在开门前又回过头来 你可能嫌我多事 不过有句话 很想告诉委托你调查唐泽学岁的人 什么话 剃员的嘴角有些扭曲 最好不要娶那个女人 她可不是普通的狐狸精 嗯 这我知道 金枝点了点头 剃员也点了点头 开门走了出去 在咖啡厅里 一群看似从某才艺教室下课的女人 占据了两张桌子 金枝很想换地方 但她约的人应该已经离开了办公室 她只好选择距离这些女人最远的桌子了 这些女人平均年龄四十岁左右 桌子上除了饮料杯 还有三明治和意大利面的盘子 时间是下午一点半 本来看准了这个时段午休刚结束 咖啡馆应该很空 没想到却大为失算 才艺教室课程结束之后 来这里边吃午饭边画家常 肯定是这些女人们最大的乐趣了 金枝喝了两口咖啡 艺田军便走进了店里 他看起来比以前共事的时候稍微瘦了一些 穿着短袖的衬衫 打了深蓝色的领带 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带 艺田很快就看到了金枝 向他走来 好久不见 金枝打着招呼 艺田在对面坐下 对前来的服务生说 不用了 我马上就走 看来还是那么忙啊 是啊 艺田冷冷地回答 心情显然不太好 他把牛皮纸带放在桌子上 这样就行了吧 金枝拿起纸带查看 里边是二十多张A4的打印纸 他翻了一下 用力地点了点头 东西他曾经看过 其中还有他亲笔写的文件的复印件 行了 不好意思 麻烦你了 我先把话说清楚 以后可别再要我帮你做这种事 把公司的资料给外人看意味着什么 你干了那么多年侦探 不可能不知道吧 抱歉 只此一次 下不为例 艺田站起身 但没有立刻走向门口 而是低头看着金枝 问道 你现在才想要这些东西 到底是怎么回事 找到悬案的新线索了 没有 只是有点事想确认 好 随便吧 艺田迈开了脚步 他不可能就此相信金枝的话 但似乎不想插手管工作以外的事情 看着艺田离开咖啡馆 金枝再次翻阅起了文件 三年前的那些日子 立刻在他的脑海里复苏 那时 他接受自称是东西电庄诸事会社 相关人士的委托进行调查 此刻他手上的文件 便是当时调查报告的复印件 当时调查受挫的最大原因 在于他们始终无法查出 Memoryx公司 秋吉雄一这号人物的真实身份 无论是真名 经历 还是来自何方 他们都一无所知 然而几天前 金枝却从出乎意料的地方 得知了秋吉的真实身份 替元出世的那张照片里的男子 是童元亮思 而童元亮思便是他曾经监视很久的 秋吉雄一 绝对没错 不仅经营个人电脑专卖店的这个经历 适用于秋吉 连童元自大阪销声匿迹 而秋吉进入Memoryx公司的时间 也恰好吻合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冬夜归屋原著 光合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 联合出品 一开始 金芝以为这纯属巧合 他认为如果长期从事这份工作 过去追查某人的真实身份未果 数年之后 在另一件全然不同的调查中意外查明 这种情况也许的确有可能发生 然而 当他在脑中进行整理时 却发现这是一个天大的错觉 他越想越认为这并不是巧合 东西店庄委托的调查 与这一次的调查 追根究底 其实是相通的 他之所以会受小种之托 对唐泽雪碎进行调查 是因为他在高尔夫球练习场 遇见了高宫城 那么他为何会到那家高尔夫球练习场去呢 那是因为三年前 他跟踪秋吉时曾经去过 他也是在那时知道高宫城这个人的 高宫城同秋吉跟踪的那位叫三泽千都流的女子相当亲密 而高宫城当时的妻子 正是唐泽雪碎 刑警替员把童元亮丝形容为与唐泽雪碎互利共生的对象 一位老刑警会这么说 一定是有所根据的 金指甲社同元亮丝 与唐泽雪碎 雪碎实际上关系密切 回头重新审视三年前的调查 那么会得到什么结论呢 非常简单 答案立刻显现 雪碎的丈夫任职于东西电庄专利部 掌管公司技术信息 这意味着 他能接触最高机密 公司自然会给他利用电脑查询机密数据的用户名与密码 只是这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 想必高宫也遵守了这条规定 但是对于妻子又如何呢 他的妻子是否得知了他的用户名和密码呢 三年前 金指急欲找出丘吉雄一与高宫城之间的关联 却一无所获 也难怪他们找不到 因为他们的目标本该是高宫雪碎才对 由此金指又产生另一个疑问 那便是三则千都流与高宫城的关系 丘吉也就是同元 究竟为什么要监视千都流呢 受雪碎之托调查他丈夫的外遇 这样推理不算离谱 然而这个想法有太多不合理的地方 雪碎为什么要委托同元亮思呢 如果要调查外遇只要请一个侦探就行了 而且如果是调查高宫城的外遇应该监视高宫城啊 但是同元监视的却是三则千都流 这是因为他们已经确定这个女人就是高宫城的外遇对象吗 既然如此 应该就没有继续调查的必要了 金指一边思考 一边看着一填给他的复印件 他注意到一件令人不解的事 同元首次跟踪三则千都流 来到老英高尔夫球练习场 是三年前的四月初 当时高宫城还没有出现在高尔夫球的练习场 两周之后 同元再度前往球场 这时高宫城才第一次出现在金指的眼中 与三则千都流亲密地交谈 之后 同元便再也不曾前往球场 但金指却继续观察三则千都流与高宫城 只要追溯当时的记录 便能明显看出他们关系 日渐亲密 到调查终止的八月上旬 他们已经完全陷入到了外遇关系 但令人不解的 就是这个地方 明知他们的关系越来越深入 唐泽雪碎 或者叫高宫雪碎 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他对此不可能一无所知 他早应该已经从童元那里 得知了事情的原味啊 金指把杯子端到唇边 喝了一口 咖啡已经凉了 他想起不久前也喝过这种凉掉的咖啡 就是在银座的咖啡馆与小肿碰面的时候 一瞬间一个念头突然出现在脑中 那是一个角度全然不同的设想 如果是雪碎想和高宫分手呢 这并非不可能 仅用传掉江丽子的话 从一开始 高宫应该就不是雪碎最爱的人 想与之分手的丈夫正好爱上其他女人 既然如此 就等这段关系发展成外遇吧 雪碎会不会是这么想的 金指在心里摇了摇头 那个女人 不是那种听天由命的人呢 如果三字千度六与高宫相遇 结结后的进展 都在雪碎的计划中呢 不可能 但金指立刻又觉得 可能 唐则雪碎这个女人有一种特质 让人无法以一句不可能 便予以否定 然而 这就形成了一个疑问 人心能够如此轻易地被操控吗 三则千都流 即使是世界第一美女 也不能保证每个人都会爱上她 不过 要是曾经心仪过的对象 自然另当别论 金指一走出咖啡馆 便寻找公用电话亭 他边看记事本边按号码 电话打到了东西店庄东京总公司 找高宫成 稍后片刻之后 听筒里传来高宫成的声音 喂 我是高宫 喂 我是金指 不好意思啊 打扰你工作 哦 对方传来了略带困惑的声音 可能是因为一般人都不太希望 侦探打电话到工作地点 前几天真不好意思啊 你那么忙还去打扰 金指首先针对先前询问 堂泽雪碎买股票一事道歉 其实我还想向你请教一件事 什么事 我希望能面谈 他实在不好意思在电话里说 想询问你与现任妻子认识的经过 今晚或明晚 不知你有没有空 明天没问题 那明天我再打给你 好吗 好 对了 金指先生 有件事 我必须跟你说一声 什么事 其实 他把音量放低 几天前 有个警察来找我 是因为年纪相当大的大板刑警 然后呢 他问我 最近有没有人向我问起前妻的事情 我就把你的名字告诉他了 这样是不是不太好 原来是这样 给你造成麻烦了 没有 这个嘛 没关系 请问 你也把我的职业告诉他了吗 是啊 我知道了 好 我心里有数 不耽误你的时间了 金指说完挂断了电话 原来还有这条线 金指纳闷自己怎么没有想到呢 原来替员不费吹灰之力便找到了我 那么那个窃听器究竟是谁装的呢 金指当天很晚才回公寓 他被另一件工作四处奔波之后 还光顾了监员惠里工作的那家居酒屋 他很久没去了 后来 我只要在家里 就一定上链条 感觉 没人再次潜入我的住处 公寓前停着一辆陌生的白色箱形车 金指绕过那辆车进入公寓爬上楼梯 他觉得身体很重 连抬脚都觉得困难 来到房间前 掏口袋想开锁的时候 他看到走廊上有小推车和折起来的纸箱靠墙而立 纸箱子很大 大概连洗衣机都放得下 谁放的 金指这么想着 但是并没有放在心上 这栋公寓的居民没有什么功德心 把垃圾袋直接放在走廊是家常便饭 况且连他自己也绝不是什么模范房客 他拿出钥匙圈 把钥匙插进锁孔 向右转 听到了咔他一声的同时 也传来锁开了的感触 这使他突然觉得不太对劲 钥匙似乎与平常不同 他想了一两秒钟 把门打开 他决定全当作是自己神经过敏吧 开了灯 环顾室内并没有什么异样 房间和平常一样冷清 和平常一样蒙了一层灰 为了去除男人的体臭 刻意调得略浓的芳香剂也和平常一样 他把东西放在椅子上 走向卫生间 他醉得正舒服 有点困 有点懒 打开卫生间的灯时 他发现排气扇开着 他觉得很奇怪 自己做了这么浪费的事吗 打开门 马桶盖盖着 这也让他纳闷 他没有盖上马桶盖的习惯 平常连坐垫都不放下来 关上门他掀开了马桶盖 他感到身体似乎撞到了什么东西 却不觉得疼痛 所有的感觉在一瞬间全部被夺走 他拼命地想移动四肢 却连一根手指头都不听使唤 似乎有人站在他的身边 也许是他的错觉 金枝的视野 逐渐被黑暗包围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东野归无原著 光河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第九十五集 九月的雨 比梅雨更没完没了 天气预报说 入夜雨便会停 但如粉末般细微的雨幕 仍然包围着整条街道 立元点子 走进西武池代县 练马站前的商店街 商店前的通道盖有天棚 从车站到西武池代县 到公寓步行大约十分钟 途经电气航门前 店内正播着 恰克与飞鸟的CES 听说这首歌 是当红电视连续剧的主题曲 CD也跟着大麦 点子这才想起 同事们提到 今天好像是最后一集 但他几乎不看电视剧 一走出商店街 就没有东西遮雨了 点子取出了 蓝灰相间的格子手帕盖在头上 再度迈开脚步 再往前一点 有一家便利店 他走进去买了豆腐和葱 本来也想买透明雨伞 但看了看价钱 便打消了念头 他的公寓 他的公寓位于西武池 带县旁 两师一厅 月租八万元 一个人住是太大了一点 但当初找房子时 他本打算和某人同住 事实上 那个男子也曾经住过几次 但也仅止于此 那几次过后 他便行单影之 宽敞的房间变得多余 但他没有搬家的心力 便这么住了下来 现在 他庆幸当初没有搬家 旧公寓的外墙被雨打湿了 变成泥土般的颜色 点子小心不让衣服被墙壁的雨水沾湿 爬上公寓的户外梯 这栋建筑的一二楼各有四户 他住的是二楼最里边的那一户 开了锁 打开门 室内一片昏暗 一进门的厨房与里边的合室 都没有开灯 我回来了 点子说着打开厨房的灯 家里边有人 看玄关脱鞋的地方就知道了 肮脏的运动鞋扔在那边 而那个人 就只有这双鞋 除了里边那间合室 还有一间西式房间 他打开西式房间的门 这个房间也是暗的 但里边有一个东西在发光 是放在窗边的电脑屏幕 那个人 就盘坐在屏幕前 我回来了 点子朝着那个男子的背影又说了一次 男子正在键盘上输入的手停了下来 他转过身来 看了一眼书架上的闹钟 再转头看向点子 这么慢啊 被留下来了 你饿了吧 我现在马上做晚饭 今天也是汤豆腐 可以吗 都行 那你等一下 点子 男子叫住了 正准备到厨房的他 点子回过头来 男子站起身 走近点子 用手心俯触点子的后脖梗 你离世了 一点点 没关系 男子仿佛没有听见 手从点子的脖子移到肩膀 透过针织布料 点子感到一股强大的握力 就这样 点子被紧紧地抱住 无法动弹 男子吸吮着点子的耳垂 也熟知点子的敏感部位 他粗野却又灵巧地操纵着嘴唇与舌头 点子感到背后 有如一阵电流窜过 点子几乎无法站立 他喘息地说道 我 我站不住了 即便如此 那个男子依然不作答 用力支撑着 想往地上坐的点子 不久 男子放松了手臂的力道 把点子的身体 撞过去背向着他 点子的腰被男子抱住 也无法蹲下 在承受压力的同时 传来一阵刺痛 点子咬牙忍住 他知道男子喜欢这个姿势 点子听着男子的气息 每当男子吐气 他的脖子便感到一阵暖意 过了不久 如雷鸣游远而近一般 紧接着 雷电贯穿了点子的中心 他发出声音 全身静软 失去了平衡感 一阵天旋地转 点子的手 从门把手上松开 他再也站不住了 点子跌坐在地板上 双手撑着地板 双肩上下起伏 喘着气 脑袋里震震耳鸣 男子又把内裤与长裤同时拉起来 然后 宛如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过一般 又回到了电脑前盘腿坐下 敲击键盘 从他手指的节奏里 感觉不出丝毫的紊乱 点子无力地撑起身子 穿好胸罩 拉下针织衫 然后右手抓住内裤和丝袜 我得去准备晚饭 他扶着墙站起身 这个男子 叫丘吉雄一 只不过点子并不知道 这不是他的本名 他的本名叫童元亮四 既然他本人自称如此 点子也只能相信 点子是在今年五月中旬 遇见丘吉雄一的 那天天气微凉 点子回到公寓附近时 看到一个人蹲在路旁 这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 销瘦的男子 穿着黑色丹宁布长裤 上身是黑色皮夹克 你怎么了 他一边查看男子的状况 一边问道 男子面容扭曲 刘海覆盖的额头冒出了 粘湿的汗水 右手按着腹部 左手挥动 似乎在说没事 但是男子看起来 一点不像没事的样子 从他按住的腹部的位置 推测 似乎是胃疼 我帮你叫救护车吧 男子还是挥手 同时摇了摇头 你尝尝这样吗 男子继续摇头 点子犹豫了一会儿 说了一句 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 便爬上公寓的楼梯 进了住处 用最大的马克杯 装了一杯热水 加了一些冷水之后 拿到了男子身边 把这个喝下去 他把马克杯 端到男子面前 不管怎么样 都要先把胃浸干净 男子并没有伸出手来接 反而说了一句 令人意外的话 有没有酒 什么 酒 最好是威士忌 直接灌下去就不等我 从前又一次 我就是这样治好的 别胡说八道了 那样会伤到胃的 你先喝了这个再说 点子再次递过杯子 男子皱着眉头 注视着马克杯 可能是认为喝下去 总比束手待臂强 便不情愿地接了过来 喝了一口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东野归无原著 光合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 联合出品 一九十六集 全部喝下去 要洗胃 听点子这么说 男子露出了反感的表情 但是并没有抱怨 一口气喝光了 觉得怎样 想吐吗 有点 那最好把胃里的东西吐出来 吐得出来吗 男子缓缓点头站起身 他按着腹部 想绕到公寓的后面 在这里吐就好 没关系 我已经习惯看别人吐了 他不可能没有听到点子的话 却默默地消失在公寓后方 有好一阵子他都没有出来 只是不时地发出呻吟声 点子无法袖手离去 便等在原处 男子终于出来了 表情看起来比先前轻松了几分 他在路旁的垃圾桶上坐下 怎么样 好 好一点了 那真是太好了 男子依然皱着眉头 坐在垃圾桶上翘起脚 手伸进夹克的内口袋 拿出了一盒烟 他叼起了一根 准备用一次性打火机点燃 点子快步走近 一把抽走了男子嘴里的烟 那个男子手里还拿着打火机 惊愕地看着点子 如果你爱惜自己的身体 最好就不要抽烟 你知道吗 抽烟会让胃液比平常多分泌几十倍 放后一根烟 快乐似神仙 就是这个原因 但是空腹的时候抽烟 胃液会伤害未必 结果就变成胃溃疡 点子把抢来的烟折成了两截 寻找丢弃的地方 却发现垃圾桶在男子的屁股底下 站起来 他要男子站起来 把烟扔进垃圾桶 接着朝男子伸出右手 盒子给我 盒子 烟盒 男子露出了苦笑 把手伸进内袋拿出烟盒 点子接过来扔进垃圾桶 盖上盖子拍了拍手 请 可以做了 听点子这么说 男子再度坐上了垃圾桶 稍感兴趣地看着点子 你是医生 怎么可能 不过也不大远 我是药剂师 好 男子点了点头 难关 你家在这附近 对 你自己走得回去吗 没问题 等你的福 已经不疼了 男子站起身 要是有时间 最好去医院 让医生看看 急性未严 其实很可怕的 医院在哪里 医院啊 这附近光之秋总和医院就不错 点子 点子才讲到一半 男子便摇头 我是说你上班的医院 哦 点子点了点头 帝都大学附属医院 在迪洼那边 我知道了 男子迈开脚步 却又停了下来 回头说道 谢谢你 请多保重 男子举起了一只手 算是回应 再度前行 就这样消失在夜晚的街道中 点子并不认为 会再次与这个男子相逢 即使如此 从第二天起 就连在医院上班 他也无法控制地 挂念着那个男子 他不会真的跑到医院来吧 心里这么想 不时到那颗后诊室张望 递进药房的处方简 如果与胃病有关 而且患者是男性 他就会一边配药 一边在脑海里 延伸出无限的想象 但是那个男子 并没有出现在医院里 而是再度出现在 他们邂逅的地方 时间是一周之后 那天 点子晚上十一点多 才回到公寓 点子的工作 有白班和夜班之分 当时他轮值夜班 男子和上次一样 坐在垃圾桶上 因为天色很暗 点子没有认出他 准备装作没看见 赶紧走过 说实话 点子觉得心里有点发毛 男子忽然说道 帝都大学附属医院 可真会压榨员工 点子记得这个声音 看到是他 惊呼出声 你怎么会在这里 在等你 我想为上次的事情道谢 等我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等的 不知道 男子看了看手表 我来的时候 好像是六点 六点 你等了五个钟头 点子睁大了眼睛 因为上次遇到你 是六点 我上星期直白班 白班 我这个星期直夜班 点子向男子说明 自己的工作 有两种上班时间 好吧 既然见到了你 那都无所谓了 男子站起身 去吃个饭吧 现在这附近没得吃了 他出租车 二十分钟就到新宿了 我不想到太远的地方去 我累了 哦 那就没办法了 男子稍稍地举起了双手 那就下次吧 那我走了 说着男子掉头迈开脚步 看着那个男子的背影 点子有些着急 等等 他叫住了男子 对回过头来的他说道 那边应该还有 他指着马路对面的一栋建筑 那栋建筑上挂着Dennis的招牌 在西餐厅里 喝着啤酒 男子说他已经五年 没有进过这种 大众化平价西餐厅了 他的面前摆着成了香肠和炸鸡的盘子 点子点了和风套餐 当时 这个男子报上来的名字 叫丘吉熊一 他的名片上也这么印着 那时点子完全没有怀疑他会使用假名 名片上印着Memoryx公司的名称 他说那是开发电脑软件的公司 点子自然没有听过 反正就是专门承包计算机方面的工作 对于自己的公司与工作 丘吉只是向点子做了以上说明 此后他绝口不提这方面的话题 相反 他对点子的工作的细节十分好奇 举凡工作形态 薪资 津贴和每天的工作内容等等 都仔细地询问 点子以为这些一定会让这个男子觉得无聊透顶 但是听他说话的时候 男子的眼神却显得无比认真 点子并不是没有与男性交往的经验 但过去约会时他都主要在聆听 点子本来就口齿笨拙 完全不知道说什么才能取悦对方 然而丘吉却让他说话 而且不管他说什么都显得极有兴趣 至少看起来如此 在分手之际 丘吉这么对他说 我再跟你联系 三天后 丘吉打电话给点子 这一次他们来到了新宿 在咖啡吧里喝酒 点子又说了好多 因为丘吉接二连三地发问 问点子故乡的情形 成长的经历 学生时代的事情等等 点子问道 你老家在哪里 丘吉的回答是没那种东西 而且变得有点不快 于是点子便不再提这个话题 不过 从丘吉的口音 听得出他来自关西 离开店之后 丘吉送点子回公寓 越接近公寓 点子的内心越迷茫 应该若无其事地道别 还是该请他上去坐坐呢 该如何决定 丘吉给了他线索 走到公寓旁 丘吉在自动售货机前 停下了脚步 你口渴啊 我想喝咖啡 他把硬币投入机器 瞄了陈列的商品一眼 准备按下 罐装咖啡的按钮 等等 要喝咖啡 我冲给你喝 丘吉的指尖 停在了按钮前 但并没有特别惊讶的样子 只是点了点头 转动退壁钮 硬币退回时 发出清脆的声响 丘吉一语不发地 取回了硬币 进了门 丘吉在室内到处打量 点子冲着咖啡 一颗心七上八下 因为他担心丘吉会发现 上一个男人的痕迹 丘吉 津津有味地喝着咖啡 撑在点子的房间 整理得很干净 最近我很少打扫 嗯 书架上的燕灰缸有一层灰 是因为这样吗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东野归无原著 光河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 联合出品 丘吉的话让点子心头一震 他抬头看那个烟灰缸 那是上一个男人用的东西 点子不抽烟的 那个 不是因为没有打扫 哦 两年前 我交过男朋友 我不太想听这种告白 对不起 丘吉从椅子上站起身 点子以为他要走了 也跟着起身 他刚站起身 男子的手便伸了过来 点子还没有来得及 发出声音 便被丘吉紧紧地抱住 但是点子并没有抗拒 当丘吉的嘴唇靠过来时 点子放松了自己 闭上了眼睛 小种药品东京总公司 二零一会议室 正在举行会议 讨论新药品 如何打开国际市场 投影仪的灯光 从下方斜照着 讲解人的侧脸 讲解人是国际业务部的男职员 不到35岁 头衔是主任 所以 在高质血症治疗用药 美巴龙方面 已确定获得美国食品 和药物管理局的制造许可 因此 正如各位手边的资料 我们正在考虑 在美国市场销售 他的口气有点生硬地说着 挺直了背脊 眼睛扫视会议室 眼神看着讲解人 多多逼人的气势 似乎是想告诉大家 他一个字都不会错过 小种 一成这些人认为 常务董事有点太过卖力了 但这也许是无可奈何的 公司的人背地里说 他是靠父亲的庇护 才坐上常务董事的位子 这一点他本人不可能不知道 而在这种场合打一个哈欠的危险性 想必他也十分清楚 康晴慢条思理地开口了 与史罗托麦亚公司的对外授权签约日期 比上次会议报告提出的晚了两周 这是怎么回事 他从资料里抬起头来 看着讲解人 金属矿眼镜的镜片发出闪光 我们花了一点时间确认出口的形态 回答的不是发表人 而是坐在前面的小个子男子 声音有点走调 不是要以粉末原料的形态出口吗 跟出口到欧洲一样 是的 不过双方在如何处理粉末原料方面 看法有些不同 我怎么没听说 相关报告呈给我了吗 康晴打开档案 像他这样带档案来开会的董事很少 事实上就一成所知 只有康晴一个人 小个子男子 焦急地与临坐的人 以及讲解人低声交谈之后 面向常务董事说道 我们马上将相关资料乘上 麻烦了 以最快速的送来 康晴的视线回到了档案上 美巴龙这方面我了解了 但是抗生素和糖尿病治疗用药方面 进展如何 在美国的上市申请手续 应该完成了吧 这一点由讲解人作答 抗生素瓦南 与糖尿病治疗用药骨科斯 两者目前都进行到人体试验阶段 下月初报告并会送到 嗯 最好尽可能加快速度 其他公司都在积极开发新药 设法增加海外工业产权收入 是 包括讲解人在内有好几个人点头 历经一个半小时的会议结束了 依承整理东西的时候 康晴走了过来 在依承的耳边说道 哦 等一下 可以到办公室来一下吗 我有话跟你说 啊 是 依承小声地回答 康晴随即离开 虽然他们是堂兄弟 但双方的父亲严格规定 他们不得在公司内私下交谈 依承先回到了他在企划管理室的座位 他的头衔是副市长 这个部门原本没有副市长这个职位 是专门为他设立的 截至去年 依承已经待过营业总部 会计部 人事部等部门 与各个部门历练之后 分派至企划管理室 这是小种家男子的标准进程 就小种依承而言 比起目前监督各单位的这个职位 他宁愿与其他年轻职员一样 从事实务方面的工作 事实上 他也曾向父亲叔伯表明过意愿 然而进公司一年后 他明白 既然继承了小种家的血统 那是不可能的 为了让复杂的系统顺利发挥功能 对于上司来说 手下不能是不好使唤的齿轮 一诚的办公桌旁设置了一个黑板式的公告栏 用来交代去处 他把栏内的二零一会议室 改成常务董事室后 方才离开 他敲了敲常务董事室的门 听到低沉的嗓音回答 进来 一诚打开门 康晴正坐在书桌前看书 康晴抬头说道 哦 不好意思 还要你特地过来 哪里 一诚说着环顾室内 这是为了确认有没有其他人 说是常务董事室 但只有书桌书架和简单的客用桌椅 绝对说不上宽敞 康晴得意地笑了 刚才国际业务部的人很紧张吧 他们一定没想到 我竟然连授权签约的日期都记得 一定是的 这么重大的事 竟然不向我这个主管报告 他们胆子也真大 经过这件事 他们应该也知道 不能不把常务董事放在眼里了 但愿如此 不过 这都多亏了你 一诚 谢了 哪里 这不算什么 一诚苦笑着摇了摇手 授权签约日期更动一事 的确是一诚告诉康晴的 一诚是从隶属于国际业务部 同一时期进入公司的同事那里问出来的 像这样偶尔将各部门的小情报告诉康晴 也是他的工作之一 这不是什么愉快的工作 但现任社长康晴的父亲 要一诚做年轻常务董事的得力助手 那么 请问有什么吩咐 听一诚这么问 康晴皱起了眉头 不是跟你说过 就我们两个人的时候 不要那么见外嘛 再说 我要跟你说的也不是工作 是私事 一诚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不由地握紧了右拳 好了 你先坐下 康晴一边站起来 一边要依承在沙发上坐下 即便如此 依承还是等康晴在沙发上就坐 方才坐下 其实我是在看这个 康晴把一本书放在茶几上 封面印着荤丧喜庆入门的字样 啊 有什么启示吗 有就好了 不是 正好相反 那是丧事了 哪一位顽固了 不是 还没有 只是有可能 呃 是哪一位 哦 如果方便告诉我 如果你能保密 是没什么不方便的 是他母亲 他 明知用不着问 医承还是向康晴确认 雪碎小姐 康晴有几分难为情 但语气很是明确 果然 医承一点都不意外 哦 他母亲哪里不舒服 昨天 他跟我联系 说他母亲昏倒在大阪的家里 倒在家里 多人有声句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句 白夜行 东野归无原著 光合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 联合出品 倒在家里 诸网膜出血 他好像是昨天早上 接到电话的 却查到的学生 去他家 跟他母亲商量茶会的事 经发现他母亲 倒在院子里 这么说 现在人在医院 好像马上就送过去了 雪碎小姐 是在医院打电话给我的 哦 那么情况如何 医承虽然发问 却也知道 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 如果能顺利康复 康晴就不会看什么 婚丧喜庆入门了 果然 康晴轻轻地摇了摇头 刚才我跟他联系 听说意识一直没有恢复 医生的说法 也不怎么乐观 他在电话里说 可能很危险 很少听他说起话来 这么说 他母亲今年高寿 记得他以前提过 大概七十了吧 你也知道他不是亲生女儿 年龄差距很大 医承点了点头 这件事他是知道的 医承看着桌子上的 婚丧喜庆入门问道 那么 为什么是常务董事 在看这个呢 别叫我常务董事 至少在谈这件事的时候 别这样叫 康晴露出了 不胜其烦的表情 康晴露应该不必 为他母亲的葬礼操心吧 你的意思是说 人都还没死 现在想到葬礼太兴急了吗 医承摇摇头说道 我的意思是 这不是康晴露该做的事 为什么 我知道康晴露向他求婚了 可他还没有答应对吧 换句话说 在目前这个阶段 怎么说呢 医承想着修辞 最后还是按照原本想到的 说了出来 他还是与我们无关的外人 高高在上的小种药品 常务董事 为了这样一个人的母亲过世 忙着张罗 这样会有问题 听到无关的外人这个说法 康晴整个人向后一仰 看着天花板无声地笑了 然后他将笑脸转向医承 听你这么一说还真吓了我一跳 的确 他并没有给我肯定的答复 但也没有给我否定的答复 如果没有希望 他早就拒绝了 如果有那个意思 早就已经答复了 我说的是正面的答复 康晴摇了摇头 手也跟着挥动 那是因为你还年轻 也没结过婚 才会这么想的 我跟他一样 都结过婚 像我们这种人 如果有机会再次组织家庭 怎么可能不慎重 尤其是他 他跟他前夫并不是自别 就知道 最好的证明就是 自己的母亲病危 会通知一个无关的外人吗 我倒是认为 他在心酸难过的时候找上我 也算是一种答复 难怪刚才他心情这么好 医承这才恍然大悟 更何况 当朋友遇到困难时 伸出援手 这也是人之常情吧 这不仅是一个社会人士的常识 也是做人的道理 他遇到困难了吗 他是因为不知如何示好 才打电话给康晴哥吗 当然 坚强的他并不是找我哭诉 也不是向我求助 只是说明一下情况 但是 不必想就知道 他一定遇到了困难 你想 虽然大阪是他的故乡 但是他在那里已经没有亲人了 万一他母亲就这么走了 他不但伤心难过 还得准备葬礼 也许 就连他这么能干的人 也会惊慌失措吧 所谓的葬礼 包含准备阶段在内 整个程序安排会让逝者家属 连悲伤难过的时间都没有 他只要拨一通电话 给葬一公司就行 只要一通电话 其他一切都由公司打理 他只需同意公司的建议 在文件上签名 把钱备妥就没事了 要是还有一点空闲时间 就朝着一向掉掉眼泪 一程想说这句话 却忍耐着不作声 康晴翘起脚往沙发上靠 反正 这种事准备得太周到也不太好 不过我个人希望 要是他母亲有什么万一 心里能有准备 只是 刚才你也说过 我有我的立场 就算他母亲过世了 我能不能立刻飞到大阪 也是个问题 所以 到时候可能请你到大阪去一趟 那地方你熟 雪碎小姐看到熟人 也比较安心 一程文言皱起了眉头 康晴哥 拜托你放过我吧 为什么 这就叫公司不分 别人平常就在背地里说 小种一程是常务董事的 私人秘书了 康晴瞪着他 辅佐董事 也是企划管理师的工作 这件事跟公司没有关系吧 有没有关系 事后再想就好 你应该想的 就只有一件事 谁下的命令 说完 康晴的嘴边露出得意的笑容 盯着一程 不是吗 一程叹了一口气 去我们两个人的时候 不要叫我常务董事 这句话是谁说的 一回到座位 一程便拿起听筒 另一只手打开办公桌的抽屉 拿出笔记本 翻开通讯部的第一页 搜寻金枝 一边确认号码 一边按键 听筒底在耳边 他等待着 零声响了一声 两声 他的右手指在办公桌上 敲得笔笔作响 铃声响了六次 电话通了 然而一程知道不会有人接的 因为金枝的电话 设定于零响六声之后 启动达路功能 果然 接下来听筒里传来的 不是金枝低沉的声音 而是以电脑合成 活像捏着鼻子说话的女人声音 你要找的人 现在无法接听电话 请在逼声后 留下您的姓名 电话 与联络事项 一程在听到信号前 便挂上了听筒 他忍不住扎了一下嘴 声音可能不小 坐在他正前方的 女同事的脑袋颤了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 最后一次 与金枝直四见面 是八月中旬 现在已经过了一个多月 却音讯全无 一程打过好几次电话 总是转为语音达路 一程也留过两次话 希望金枝与他联络 但至今未接到回电 一程也想过 金枝可能出门旅行了 如果当真如此 这个侦探的工作态度 也太随便了 从委托他开始 一程便要他与自己 保持密切的联系 或者一程又想 或者他追糖则雪碎 追到大阪去了吗 这也不是不可能 但没有同委托人联系 毕竟不太对劲 办公桌边员 一份文件映入眼帘 他顺手拿起来 原来是两天前 开会的会议记录 传阅到了他这里 那场会议讨论的 是开发一种 自动组合物质之化学结构的 计算机系统 一程对这项研究颇感兴趣 他也出席了 但现在他只是机械地 看过了事 心里想着完全无关的是 康晴 还有糖则雪碎 一程由衷地后悔 带康晴到糖则雪碎店里去 受高功成之托 他才想到店里看看 便以极轻松随意的心态 邀康晴一同前往 他万万不该这么做呀 康晴第一次见到雪碎的情景 一程还记得一清二楚 当时康晴的样子 实在不像是坠入情网 甚至显得老大不高兴 雪碎向他说话 他也只是爱理不理地 硬上几句 然而 事后回想起来 那正是康晴 心惊摇动时会有的反应 多人有声句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句 白夜行 东野归无原著 光合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第九十九集 一程觉得 康晴能够找到心仪的女子 这件事情本身是值得高兴的 康晴才四十五岁 没有理由带着两个孩子 孤独地终劳一生 一程认为 如果有适合的对象 他理应再婚 然而一程就是不喜欢 他现在这个对象 一程到底对 唐泽雪碎的哪一点不满 其实自己也说不上来 就像今之所言 唐泽雪碎身边 有些来路不明的金钱周转 的确令人感到不对劲 但是仔细想想 这也可以说是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所以他只能说 大学时在社交舞练习场 首次见面的印象 一直留在他心里 一程认为 这件婚事能缓则缓 然而要说服 康晴需要充分的理由 否则向他说 多少次 那个女人很危险 不要娶他 他也不会当真的 不 多半 还会惹恼他的 正因为如此 一程对金枝的调查 给予厚望 甚至可以说 他把一切都寄托在 揭露 唐泽雪碎的真面目上 刚才康晴拖他的事 重回脑海 如果有了万一 一程必须要去一趟大阪 而且是去帮助 唐泽雪碎 一程在心里嘀咕着 开什么玩笑 他又想起了 金枝曾经对他说过的话 他喜欢的 其实不是令堂兄 而是你 开什么玩笑 这次他小声地说了出来 我要出去两三天 秋吉突然说道 在丽园点子的公寓里 点子刚洗完澡 坐在梳妆台前 去哪里 收集资料 跟我讲一下地点 有什么关系啊 秋吉似乎有点犹豫 但还是一脸厌烦地回答 大阪 大阪 明天就出发 等等 点子走过来 面对他坐下 我也要去 你不工作吗 请假就好了 我从去年到现在 一天假都没休 我又不是去玩 我知道 我不会妨碍你 你工作的时候 我就一个人 在大阪四处看看 秋吉 也就是童元亮丝 皱着眉头考虑了好一会儿 显然举棋不定 如果是平常 点子的态度不会这么强硬的 但点子一听目的地是大阪 便认为无论如何都要去 原因之一 是点子想看看秋吉雄一的故乡 他对自己的家世绝口不提 但点子由这些日子以来的对话 好像察觉出 他似乎是在大阪出生的 然而点子之所以 想与他同行 还有一个更重大的理由 那就是点子的直觉 告诉自己 要了解面前这个男人 那里一定有什么线索 我去那里没有明确的计划 也不知道行程会有什么改变 说得夸张一点 连什么时候回来都没决定 那也没关系 随便你 他似乎不想再多说了 望着他面向电脑的背影 点子不安地几乎无法呼吸 点子怕自己这个决定会造成无可挽回的后果 然而一定要采取什么行动的想法更加强烈 再这样下去 他们的关系一定无法维持 同居才两个月 点子便饱受这种强迫性思考的苦恼 两个人住在一起的起因 是秋吉离职 点子无法从他的口中问出明确的理由 他只是说想休息一下 我有存款可以撑一阵子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在他们的交往中 点子了解到这个男子 这辈子恐怕从没依靠过别人 即使如此 他没有找自己商量 这让点子感到失落 点子由此才打定主意 要紧力地帮他 希望能成为他不可或缺的助力 提议同居的也是点子 秋吉起初似乎不怎么感兴趣 但是一周之后 秋吉搬了进来 一套电脑器材和六个纸箱 是他所有的行李 于是点子朝思暮想 和爱人双宿双飞的同居生活开始了 早晨一醒来 这个男人就在自己的身旁 但愿这样的幸福 可以持续到永远 至于结婚 点子并不强求 若说不想 那也是骗人的 但点子更怕提起这件事 会让两个人的关系发生变化 然而不祥的风 不久便席卷而至 当时他们一如往常 在薄薄的被榻上缠绵 点子二度迎向高潮 然后秋吉也达到了高潮 秋吉从第一次就没有用安全套 他的做法是在纸巾上 对此点子从来没有抱怨过 点子无法说明 那时为何会发现 只能说是直觉 若一定要解释 勉强可以算是 从秋吉的表情中察觉的 完事之后 秋吉往床上一躺 点子把手伸在他的双腿之间 想去抚摸他 别这样 秋吉说着扭过身子 转身背向点子 想一 你 点子撑起了上半身 窥探着秋吉的侧脸 你没有出来吗 秋吉没有回答 表情也没有变 只是闭上了眼睛 点子离开被窝 伸手进垃圾桶 翻找他扔掉的纸巾 别这样 耳边忽然传来了秋吉 冷冷的声音 点子一回头 秋吉转过身 朝向他 受不了了 为什么呀 秋吉没有回答 他抓了抓脸颊 像是在闹脾气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秋吉仍然没有回答 点子赫然惊觉 从一开始 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 这一点都不重要 很重要 点子一丝不挂地 在秋吉面前坐下 这是怎么回事 看我就不行吗 看我就一点快感都没有 不是这样 那是为什么 你说呀 点子真的动气了 他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 既可悲又凄惨 同时又感到万分羞耻 一想起以前 和秋吉的姓氏 就羞得无地自容 他这么歇斯底里的逼问 其实就是一种遮羞的举动 秋吉叹了一口气 轻轻地摇了摇头 并不只是对你这样 什么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过 就算我想也出不来 你是说 实现 应该是 而且很严重 真不敢相信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这要你满意了吗 你看过医生吗 没有 为什么不去 我觉得这样没什么不好 怎么会好 你烦不烦 我觉得好就好 不用你管 他再度转身背向点子 点子以为或许 他们再也不会亲热了 但三天之后 秋吉却主动要求 他任凭秋吉摆布 想着既然秋吉不能达到高潮 那自己也不要有感觉 然而他却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 羞耻与悲伤 包围了点子 这样就好 秋吉难得地用温柔的声音说没关系 还抚摸 还抚摸他的头发 有一次 秋吉问点子愿不愿意 算了别弄了 抱歉 对不起 不是你的错 为什么不行呢 秋吉没有回答 他望着点子正握着自己下身的手 然后冒出了一句 真小 手 你的手真小 点子看着自己的手 同时突然惊觉 他是不是拿我跟别人比 是不是有别的女人像这样爱抚他 他才拿我的手跟他比 二 秋吉在点子的手心里 完全疲软了 点子正因为这件事开始不安与疑惑的时候 秋吉突然说出了意想不到的话 能不能弄到情话家 是为了写小说 我想写推理小说 从不能一直闲混不做事 我想在小说里用情话家 可是没亲眼见过也不知道性质 所以我想 不知道能不能拿到真东西 点子 你们医院那么大应该有吧 点子没有想到秋吉会写小说 而让点子感到更意外的 是秋吉竟然想找 情话家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东野归无原著 光合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 联合出品 点子没有想到秋吉会写小说 更让他感到意外的是 秋吉竟然想要情话家 这个 不查一下不知道呢 点子先搪塞过去 其实他知道那个东西放在一个特殊的保管库里 不是用来治疗 而是作为研究用的样品 只有少数几个院方的人 才能进入那个保管库 你只是要看看吧 最好能借一下 借 我还没决定要怎么用 想等看过失误再说 我想请你帮我弄一点 如果你实在不愿意 也不避不眼枪 我再去找别的取当 你有其他的取当 因为之前的工作 我跟各行各业的公司都有来往 利用这点关系 应该不至于弄不到 如果不知道他有其他取当 也许点子会拒绝他的请求 然而他不希望秋吉和其他人 思乡授受如此危险的物品 所以就答应了他 八月中旬 点子把一瓶从药房拿出来的情话甲 放在了秋吉面前 他再三确认 你不是要拿去用 对不对 只是要看看 对不对 对 这一点你不需要担心 秋吉把瓶子拿在手上 绝对不能打开盖子 如果只是要看 这样就可以了吧 秋吉没有回答 只是注视着瓶子里的白色粉末 这死量大概是多少 据说是一百五十毫克 到二百毫克之间 不明白 瓦尔勺差不多 一勺到两勺吧 差不多就那样 够毒啊 溶于水吗 是 可如果你想的办法是在果汁里下毒的话 我想光是瓦尔勺一两勺 是行不通的 为什么 喝一口就会觉得很奇怪啊 听说味道对舌头很刺激 虽然我没喝过 你是说 如果要让人喝一口就没命 一定要加很多 可这么一来 味道会变得更奇怪 被害人可能不会喝下去 直接就吐出来 而且秦画家有一种怪味 鼻子灵的人可能还没喝就发现了 杏仁味 不是杏仁的味道 是杏子的味道 我们平常吃的杏仁 是杏子的何人 小说里 有人用过把秦画家溶液涂在 油票背面的手法 但很不实际 那么一点溶液 比致死量差太多了 还有混在口红里的手法 也不够 要是太浓 因为秦画家是强碱 大概会让皮肤溃烂 再说 用这种方法 秦画家不会进到胃里 无法发挥毒性 怎么说 秦画家本身是一种很稳定的物质 但若到了胃里 会跟胃酸反应 产生秦画氢 这样才引起中毒症状 原来不必让被害人喝 只要让它吸进秦画氢就行 没错 可实际要做很困难 因为行凶的人也可能会死 秦画氢可经由皮肤 呼吸被人体吸收 光是屏住气不呼吸 可能没有用 原来如此 既然这样 我再想想 事实上 他们谈过之后 有两天时间 秋吉一直坐在电脑前思考 在点子的公寓里 两个人正在就餐 晚餐吃到一半 秋吉说道 假设 想杀的人家里的卫生间是稀释的 在他快到家时 先行潜入 把氢化钾和硫酸倒进马桶 盖上马桶盖 立刻离开 这样凶手就不会中毒了吧 应该不会 这时被害人回来 进了卫生间 马桶里已发生化学反应 产生大量的氢化氢 但他不知道 打开马桶盖 氢化氢全部冒出来 吸了进去 这个手法怎么样 我觉得基本上没有问题 反正是小说 这样就差不多了 要讲究细节 就没完没了了 这句话似乎让秋吉不满 他放下了筷子 拿起了笔记本和圆珠笔 我不想随便 既然有问题就详细告诉我 我就是为了这个 才找你商量的 典子心头一领 正经危坐 说不上是有问题 照你所说的方法 也许会成功 但如果有什么闪失 对方可能不会死 为什么 琴化氢会露出来 就算把马桶盖盖上 也不是密闭的 整间卫生间 会充满露出来的 琴化氢 才慢慢跑出去 这样一来 想杀的人还没进卫生间 可能就发现情况异常了 不对 说发现不太贴切 应该是说 可能会吸进一点点 琴化氢 出现中毒症状 如果这样就一命呜呼 当然是很好 你是说 要是吸进去的 琴化氢量太少 即使中毒 也不一定致死 这是我的推测 不 也许就像你说的这样 那就得花点心思 让马桶盖 弥合度高一点 再打开排气扇 也许更好 排气扇 卫生间的排气扇 打开排气扇 让马桶里露出来的 琴化氢排出去 就不会跑进屋里了 秋吉默默地思考了片刻 然后看着点子点点头 好 就怎么办 幸好我找你商量 希望你能写出一部好小说 点子把琴化甲带出医院时 心里本有一抹不安 但这时 那份不安也烟消云散了 点子觉得自己帮了他 心里非常高兴 然而一星期之后 点子从医院回到家 却不见了秋吉的身影 他原以为秋吉是在外面小酌 但到了深夜 秋吉依然没有回家 也没有打电话 他开始担心 想寻找秋吉可能的去处 却发现连一丁点线索都没有 他不知道秋吉有哪些朋友 也不晓得秋吉可能会去哪里 他认识的秋吉 永远在房间里边对着电脑 天亮时 秋吉回来了 点子一直没有合眼 妆也没有谢 饭也没有吃 你跑到哪里去了 哦 去搜集小说的资料 那里刚好没有公用电话 没法跟你联系 我好担心 秋吉身穿T恤 牛仔裤 白色T恤肮脏不堪 他把手上的运动包放在计算机旁 脱掉T恤 身体因汗水而发亮 我去冲个灶 你等一下 我去放洗澡水让你泡澡 淋浴就好 他拿着脱下的T恤走进了浴室 点子准备把他的运动鞋摆好时 发现鞋也很脏 明明不是很旧 鞋边却沾着土 仿佛在山里走过 他到底去了哪里 点子觉得秋吉 不会把当晚的行踪告诉他的 秋吉身上的气场 也让点子难以开口询问 点子的直觉告诉他 搜集小说资料这些话 一定是谎言 点子很在意秋吉带出门的包 翻看背包 是不是就能知道秋吉的去处呢 浴室里传来水声 没时间犹豫了 点子走进里边的房间 打开了秋吉刚才放下的运动包 首先看到的是几本档案夹 点子拿出最后的一本 但里边是空的 他又翻看了其他档案夹 都是空的 只有一本贴着一张贴纸 上面写着 金之侦探事务所 这是什么 秋吉为什么会有侦探事务所的档案夹 而且是空无一物的档案夹 是基于某些原因 将里面的资料处理掉了 点子感到不解 进一步查看包 看到最下面的东西时 点子倒抽了一口凉气 正是那瓶 情画家 他胆战心惊地拿出瓶子 里边仍然装着白色粉末 量却比以前少了将近一半 点子心里狂潮大作 感到恶心反胃 心跳加剧 就在这时 水停了 点子急忙把瓶子和档案放回原位 把包收好 一如点子所料 秋吉对档碗的行踪绝口不提 从浴室出来之后便坐在窗边 久久凝视着窗外 他的侧脸显露出点子从未见过的 晦涩阴狠 点子不敢发问 他知道如果自己开口 秋吉一定会给出答案 但点子害怕秋吉的解释 将是显而易见的谎言 他到底把情画家用在了什么地方 他稍加想象 恐惧便排山倒海而来 之后 秋吉突然向点子求爱 他的粗鲁急迫 也是前所未见 简直就像是想忘却什么 那一天 点子也第一次 假装自己应快感 而静卵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东野归吴远柱 光合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那名男子来电 是在康晴找伊成 商量血碎母亲事情的三天之后 伊成开完 业务会议 刚回到座位 电话便响了起来 一列并排在电话机上的小灯之一亮起 显示来电为外线 那个男子自称 姓涕缘 伊成对这个姓氏全然陌生 听声音应该是年长者 带着明显的关系口音 男子身为大阪府刑警这一点 让伊成更加困惑 我是从高宫先生那里 得知小种先生大名的 抱歉在你百忙之中 仍冒昧来电啊 请问有什么事 我在调查一件案子 想和你谈一谈 只要三十分钟就行 能请您抽个时间吗 什么案子 这个见面再说啊 听筒中传来类似低效的声音 来自大阪老奸俱华的 中年男子形象 在伊成的脑海中 迅速扩展开来 究竟和什么案子有关呢 既然从大阪远道而来 应该不会是小案子 伊成感到好奇 而那个男子仿佛 猜透了他的心思一般 其实 此事与金芝先生也有关 你认识金芝直四先生吧 伊成握住听筒的手一紧 一股紧张感从脚边爬上来 心中的不安也加深了 此人怎么会知道金芝呢 他怎么会知道金芝与我的关系呢 伊成相信从事那类工作的人 即使遭到警方的盘问 也不会轻易透露 委托人的姓名的 那么只有一个可能性 金芝先生出事了吗 男子的声音比之前更多了几分犀利 你在哪里 就在贵公司旁边 可以看到白色的建筑 好像是七层楼 请告诉前台你要找企划管理师的小种伊成 我会先交代好 企划管理师 知道了 我马上过去 好 挂断电话 伊成再度拿起听筒 拨打内线给公司正门的前台 交代若有一位姓替员的先生来访 请他到第七会客室 那个房间主要是为董事们处理私事准备的 在第七会客室等候伊成的 是一位年龄虽长 体格却相当健壮的男子 头发剔得很短 远望就知道其中掺杂了白发 也许是因为伊成开门前先敲了门 男子是站着的 尽管天气依旧相当闷热 男子仍然穿着棕色西装还系着领带 由于他电话中操着关西口音 伊成原本对他隐约产生了一种 厚脸皮没正经的印象 此刻看来 这个印象必须稍加修正了 不好意思啊 在你百忙之中前来打扰 男子递出了名片 伊成也递出名片交换 然而看到对方的名片 他不禁有些迷惑 因为上面既没有警局的名称 也没有部门与职闲 只印着替员润三 以及住址和电话 住址是在大阪府八尾市 基本上如果不是十分有必要 我不会用印有警察字样的名片 替员的笑容让脸上的皱纹 显得更深了 以前我用的警察名片曾被人拿去做坏事 从此我只用个人名义的名片 伊成默默地点了点头 他觉得这个替员一定是活在一个 不允许有丝毫大意的世界里 替员伸手探尽西装的内袋 拿出了证件 翻开贴了照片的身份证明页 让伊成看 请接任 伊成瞥了一眼 说了一声请坐 用手指向沙发 刑警道谢之后坐了下来 膝盖弯曲的那一刹那 他微微皱了皱眉头 这一瞬间显示出 他毕竟还是上了年纪 两个人相对坐下 便听到了敲门声 一个女职员用托盘端来两个茶杯 在桌上放妥之后 行李离开 嗯 贵公司真气派 替员一边说 一边伸手拿茶杯 会客室也一样 哪里 事实上 伊成认为这个会客室 并不怎么气派 虽然是董事专用的 但沙发和茶几 都和其他会客室相同 之所以作为董事专用 只是因为这个房间 具有隔音功能 伊成看着替员说道 您要谈的是什么事呢 替员嗡了一声点点头 把茶杯放在桌子上 小忠先生 你曾经委托金枝先生办事 对吧 伊成轻轻地咬住了牙根 他怎么知道 也难怪你会提高警觉 但我想请你诚实回答 我并不是从金枝先生那里 打听到你的 事实上金枝先生失踪了 真的吗 正是 什么时候的事 嗯 这个 替员抓了抓白发斑斑的脑袋 还不明确 但听说上个月二十号 他曾打电话给高宫先生 说希望当天或次日碰面 高宫先生回答次日可以 金枝先生说会再打电话联系 但第二天 他却没有打电话给高宫先生 这么说 从二十或二十一日之后就失踪了 目前看来是如此 怎么会 伊成双臂抱胸 不自觉的沉吟 他怎么会失踪 其实我在那之前不久见过他 那时为了调查一起案子 有事向他请教 后来我想再和他联系 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没人接 我觉得很奇怪 昨天来到东京 就到他的事务所去了一趟 没有人 替员点了点头 我看了他的信箱 寄了不少邮件 我觉得有问题 就请管理员开了门 伊成把上半身凑过来 屋里什么状况 很正常 没有发生过打斗的痕迹 我通知了管区警察局 但是照现在这个情况 他们可能不会积极寻找 他是自行消失的吗 也许是 替员搓了搓下吧 但是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极低 这么说 我认为推测金之先生出事了 应该更合理 伊成咽了一口唾沫 但喉咙仍然又干又渴 他拿起杯子喝了一口茶 他会不会接下了什么危险的委托 问题就在这里 替员说着 再度把手伸进了衣服内带 可以抽烟吗 请 替员拿出了一盒烟 看着白底篮字的包装 这年头抽这种烟可真少见 警察手指夹着烟 吐出乳白色的浓雾 照我上次与金之先生碰面时的感觉 他最近主要的工作是调查一名女子 这个女子是谁 小种先生 你应当知道吧 一直到上一个瞬间 替员的眼神甚至令人以为他是个老好人 而到此时 却突然射出了爬行动物一般浑浊的光芒 他的视线似乎要黏乎乎地往伊成的身上爬 伊成感觉到这个时候装傻也没有意义 而他将造成这种感觉的原因解释为所谓刑警的气势 他缓缓地点了点头 是的 我知道 替员也点了点头 仿佛再说很好 然后把烟灰抖入到了烟灰缸中 委托他调查唐泽雪碎小姐的就是你 伊成不答反问 您说您是从高宫那里听说我的 我实在不明白 您怎么能从那里得出这种联想 这一点也不难 你不用放在心上 但若您不解释清楚 你就难以奉高 是 伊成点了点头 对面前这个想必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警察 再怎么投以凶狠的眼神 多半也没有任何效果 但至少要直视着他 替员露出笑容 抽了一口烟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东野归吴远柱 光合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第102集 替员露出笑容 抽了一口烟 由于某种缘故 我也对唐泽雪碎这个女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但是我发觉最近有人四处打听她的事情 是何方神圣所为 我自然感到好奇 所以我便去找唐泽雪碎小姐的前夫高公先生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知道了金芝先生这个人 高公先生说 有人和唐泽雪碎小姐谈及婚嫁 南方的家人委托金芝先生对她进行调查 一诚想起 金芝说过 他已经将事情如实地告诉过高公 然后呢 他催促警察说下去 只见替员把身边的旧提包放在膝上 拉开拉链 从中拿出一台小录音机 他露出了别有寒意的笑容 把录音机放在桌子上 按了波音键 首先传出来的是B的信号和杂音 接着是说话声 我是小种 关于唐泽雪碎的调查 后来怎么样了 请与我联系 提员按下了停止键 直接把录音机收进了提包 这是我昨天从金芝先生的电话里调出来的 小种先生 这段话是你说的吧 的确 本渊初我是在录音机里留下的这段话 一程叹息着回答 这时和警察争论隐私权也没有意义了 听了这段话 我再次和高宫先生联系 问他认不认识小种先生 他当场就把我的事告诉你了 正是 跟我刚才说的一样 没花多少功夫 的确 一点也不错 是不难 那么我再次请教 是你委托调查唐泽雪碎小姐的吗 是 和他谈及婚嫁的事 我亲戚 只不过婚事还没有决定 只是当事人个人的期望 可以请教这位亲戚的姓名吗 提员打开笔记本 拿好了笔 你有必要知道吗 这就很难说了 警察这种人 不管什么事情都想了解一下 如果你不肯告诉我 我会去四处打听 问别人是谁想和汤泽雪碎小姐结婚 一诚的嘴变行了 如果他真的这么做 自己可吃不消 瘦堂兄 小种康情 康是健康的康 情是晴天的情 提员在笔记本上写好 继续问 哦 他也在这家公司工作吧 听到一诚回答 他是常务董事 老警察睁大了眼睛 头部微微地晃动 然后把这件事 一并记下 嗯 有几件事我不太明白 可以请教吗 嗯 请说 哦 但是能不能回答 我不能保证啊 您刚才说 您因为某个缘故 对汤泽雪碎小姐有兴趣 请问是什么缘故 很遗憾 这一点我现在无法说明 因为调查上必须保密吗 哦 你可以这么解释 不过最大的理由 是因为不确定的部分太多 现阶段实在不能明言 再怎么说 相关案件距今已将近十八年了 十八年 一程在脑海里想象这个字眼代表的时间长短 这么遥远的过去 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起十八年前的案子是哪一类 这也不能透露吗 老练的警察的脸上露出了犹豫之色 几秒钟之后 他眨了眨眼睛 命案 一程挺直了背脊 呼出了一口长气 谁被杀了 树南风高 这个案子和他 唐泽雪碎小姐有关 我现在只能说 他可能是关键人 可是 十八年 命案的时效已经过了 是啊 可您还在继续追查 警察拿起了烟盒 伸手掏出了第二根烟 第一根烟是什么时候摁吸的 一程浑然不绝 替员用一次性打火机点了烟 动作比点燃第一根的时候 要慢得多 怕是刻意为止 这就像是长篇小说 故事是十八年前开始的 但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要结束 就得回到开头的地方 大概就是这样 可以请您告诉我整个故事 先不要吧 要是讲起这十八年的事 有多少时间都不够啊 那么 下次可以请您告诉我吗 等您有空的时候 也好 警察正面迎着他的目光 吸着烟点头 表情已经恢复先前的严肃 下次找时间慢慢聊吧 一程想拿茶杯 发现已经空了 便缩回手 一看 替员的茶也喝光了 哦 我再请他们倒茶 不 不用了 小种先生 方便让我问几个问题吗 什么问题 我想请你告诉我 你委托金枝先生调查 唐泽雪岁小姐的真正理由 这你已经知道了 没有什么真假可言 当亲人考虑结婚时 调查对方的背景 这种事很常见 的确很常见 尤其是对小种先生 唐兄弟这样 必须继承庞大家业的人来说 更不足为奇 但如果委托是出自双亲 我能理解 但唐弟私下聘请侦探调查 倒是没有听过呀 就算这样 也没有什么不妥吧 还有一些事情不合常理 说起来你调查 唐泽雪岁这件事情 本身就很奇特 你和高宫先生是老朋友 而唐泽雪岁 是你这位老朋友的前妻 在说到更久之前 听说你们在大学 社交舞社是一起练习的同伴 也就是说不用调查 你对唐泽雪岁应该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认识 为什么还要聘请侦探呢 刚才我提及他事都没有加称呼 直呼其名 但是 怎么样 小中先生 你也不觉得有什么不自然 对吧 我想你听在耳里 也并不觉得突兀 不知道您是怎么说的 我并未留意 你对于直呼他的名字这件事 应该不介意 至于原因 小中先生 因为你自己也是这样 说着 替元拍了拍提包 要再听一次刚才那卷带子吗 你是这么说的 关于唐泽雪岁的调查 后来怎么样了 请与我联系 一诚想解释 因为唐泽雪岁以前是社团的学妹 那是习惯 但替元在他出生之前便开口 你联名待姓的语气里 有一种难以形容的高度警戒 说实话 我听到这段录音时 一下就听出来了 这就是刑警的直觉 我当时就想 有必要找这位小中先生谈一谈 警察在烟灰缸里 摁吸了第二根烟 接着身子向前倾 双手撑在了茶几上 请你说实话 你委托金芝先生调查的真正用意 到底是什么 替元的眼光还是一样犀利 却没有逼迫和威胁的意味 甚至令人感到一种包容 一诚想 也许在审讯室里和嫌犯面对面时 他就是利用这种气势 而且一诚明白了这位警察 今天来找他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此 唐则雪碎 要和谁结婚 恐怕无关紧要 替元先生 您只说中了一半 那我想先请教说错的那部分 我委托金芝先生调查他 纯粹是为了我的堂兄 如果我堂兄不想和他结婚 那么他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度过了什么样的人生 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哦 那么 我说中的部分是 我对他的确特别有戒心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东野归吴远柱 光合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第103集 我对他的确特别有戒心 替元靠回沙发 凝视着衣城 原因呢 几度主观而模糊 可以吗 没关系 我最喜欢这种 含混不清的事情 替元笑了 一诚将委托金之石 所说的说明 几乎原封不动地 告诉了替元 例如在金钱方面 他感到 唐泽雪碎的背后 有一股看不到的力量 而且对雪碎 产生了一种印象 感觉他身边的人 都会遭遇某些不幸 一诚说着 也认为这些想法 实在是既主观 又模糊 但替元却抽着第三根烟 认真地听着 你说得我明白了 谢谢你告诉我 替元一边摁吸手上的烟 一边低下头致意 您不认为 这是无聊的妄想 哪里的话 替元像是要赶走 什么似的挥了挥手 说实在的 小总先生看得这么透彻 让我颇为惊讶 你这么年轻 却有这种眼光 真了不起 透彻 你这么认为 您这么认为 提元点了点头 你看穿了唐泽雪碎 那个女人的本质 一般人都没有你这么好的眼力 就连我也一样 有好长一段时间 我根本什么都看不见 您是说 我的直觉没错 没错 和那个女人扯上关系 绝对不会有好事 这是我调查了 十八年所得到的结论 真想让我堂兄 见见提元先生 我也希望有机会当面劝他 哼哼 我想他一定听不进去 老实说能够和我 这么开诚不公地 谈这件事情的 你还是第一个 真想找到确切的证据 所以我很期待金智的调查 依诚松开了盘在胸前的双手 换了一个姿势 金智先生给过你 什么程度的报告 哦 刚着手调查后不久 他向我报告过 他在股票交易方面的成果 唐泽雪碎 真正喜欢的 是你 一程又想起了金智对他说过的这样一句话 但此刻他决定 先不说了 我猜 替元低声说道 金智先生很可能查到了什么 您这话有什么根据 替元点了点头 昨天我稍稍查了金智先生的事务所 与唐泽雪碎有关的资料全部消失了 一张照片都没留下 啊 一程睁大了眼睛 这就表示 就目前的状况来说 金智先生不可能不向小总先生通报一声就不知去向 这样一来能想到的最可能的答案只有一个 有人造成金智先生的失踪 说得更清楚一点 那个人害怕金智先生的调查 替元这几句话的意思 一程当然懂 他也明白替元并不是随意猜测 然而他心里依然存有不现实的感觉 怎么可能 怎么会做到那种地步 你认为他没那么心狠手了 失踪真的不是偶然吗 或许发生了意外 不 不可能是意外 替元说得斩钉截铁 金智先生定有两份报纸 我向派报中心确认过 上个月二十一日他们接到电话 说金智先生要去旅行 要他们暂时停止送报 是一个男子打的 男子 也可能是金智先生自己打的吧 也可能 但我认为不是 替元摇了摇头 我认为是那个设计 让金智先生失踪的人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 尽可能不让他人发现的失踪了 如果报纸在信箱面前堆积如山 邻居或管理员不免会觉得奇怪 事情如果真是这样 那个人岂不是太无法无天了 因为照您所说 金智先生 可能已经不再认识了 一诚的话 让替元的脸 如能聚的面具一般 失去了表情 我认为 他还活着的可能性极低 一诚长出了一口气 转头看着旁边 这真是一场消磨心神的对话 心脏早已砰砰加速波动 既然是男子打电话给派报中心 也许和唐则雪碎无关啊 说着一诚自己也觉得奇怪 他分明想证实雪碎 并不是常人眼中的普通女子 然而一旦事关人命 说出来的话 反而像是在为唐则雪碎辩解 替元再度把手伸进了西服的内带 但是这一次是另一边 他拿出了一张照片 你见过这个人吗 哦 先看一下 一诚接过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脸型瘦削的年轻男子 肩膀很宽 与身上的身色上衣相当协调 不知为什么 给人一种冷静深沉的印象 一诚不认识 他如实告诉了替元 是吗 真可惜 这是什么人 我一直在追查的人 刚才和你交换的名片可以借一下吗 一诚递给了替元 替元在背面写了一些字 又还给了一诚 一诚翻看背面 上面写着 童元亮丝 童元亮丝 这是谁 一个像幽灵一样的人 幽灵 小忠先生 请你把这张照片上的面孔和这个名字 牢记在心 一旦看到他 无论是什么时候 都请立刻和我联络 你要我这么做 但这人究竟在哪里呢 不知道他在哪里 就跟一般的通缉犯一样 一诚把两手一摊 现在还不知道 但他一定会在一个地方现身 啊 哪里 那就是 替元舔了舔嘴唇 唐泽血碎身边 虾虎鱼 一定会待在枪瞎的身边的 老警察话里的含义 一诚一时无法明白 在新干线上 田园风光掠过窗外 偶尔有些写着企业或商品名称的广告牌 树立在田地里 风景既单调又无聊 想要眺望城镇街景 但新干线经过城镇时 总是被隔音墙包围 什么景色都看不见 点子肘靠着窗檐 看向林作 秋吉闭着眼睛 一动也不动 他发现秋吉并没有睡着 而是在思索 他再度将视线移向窗外 令人窒息的紧张感 一直压在点子的心头 这趟大阪之行 会不会招来不祥的风暴呢 他总是抛不开这个念头 然而点子认为 这或许是自己了解秋吉的最后一次机会 回顾过去 点子几乎是在对秋吉一无所知的状况下与他交往的 直到现在 点子并不是对他的过去不感兴趣 但点子的心里的确存在着现在比过去更重要的想法 在极短的时间内 秋吉便在他的心里占据了不可取代的地位 窗外的风景有了些微变化 似乎到了爱之县 汽车制造相关产业的广告牌增加了 点子想起了老家 他来自新系 他家的附近 也有一家生产汽车零件的小工厂 丽元点子18岁来到东京 那时他并没有打定主意要当药剂师 只是报了几个有可能考上的系 恰巧考上了某大学的药学系 大学毕业之后 在朋友的介绍下 他顺利进入了现在的医院工作 点子认为 大学时代和在医院上班的前五年 应该是自己最惬意的时期 工作的第六年 他有了情人 是在同一家医院任职的 三十五岁的男子 点子甚至认真考虑过要和他结婚 但是要这么做有困难 因为那个男人有蹊跷 我准备和他分手 那个男人这么说 点子相信了他 因此租下了现在的房子 要是离了婚 那个男人就无处可去了 所以点子希望 当那个男人离开家的时候 自己能给他一个 可以休憩的所在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东野归吴远柱 光合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正如大多数的外遇 一旦女方下定决心 男方便逐步退缩 点子与那个男人碰面时 那个男人开始抛出了各式各样的借口 比如担心孩子 比如现在离婚 要付为数可观的补偿金 比如需要花时间 慢慢解决才是聪明的办法 等等等等 我和你见面不是为了听这些话 点子不知说了多少次这样的话 他们的分手 来得相当令人意外 一天早晨 到了医院 不见了那个男子的踪影 点子询问其他的职员 得到的回答是 他好像辞职了 他好像死对了病人的钱 女职员巧声说着 一脸以散布小道消息为乐的表情 他并不知道 那个男人与点子的关系 四吞 患者的治疗费 住院费等缴费明信 不是全有电脑管理吗 他呀 故意弄得像是什么 数据输入失误 把入章记录删掉 然后再把那部分钱据为其有 有好几个病人反应 分明付了钱 却还收到罪款通知 这才发现 什么时候开始的 不清楚 好像一年多前就了异常迹象 从那时起 患者缴款就有延迟的现象 很多都是差一点 就要寄催款通知 他好像是 动用后面的病人缴的款项 补前面的亏空 加以掩饰 当然 这样就会产生新的亏空 新的亏空 就像滚雪球样 越滚越大 最后终于没法补救 爆发出来 点子茫然地望着 喋喋不休的女职员的红唇 感觉宛如身陷恶梦一般 一点都不真实 他极力洋装平静地问 四村的金额有多少 听说是两百多万 他拿那些钱做什么 听说是去付公寓的贷款 他也什么时候不好买 偏偏将房价炒得最高的时候 女职员两眼发光 他还告诉点子 院方似乎不打算走法律途径 只要那个男子还钱 便可以稀释宁人 多半是怕媒体报道 损害医院的信誉 过了几天 都没有那个男人的消息 那段期间 点子工作心不在焉 发呆失误的情况大增 让同事大为惊讶 点子也想过 要打电话到那个男人的家里 但一考虑到接听者 可能不是那个男人 就犹豫不决 一天半夜 电话响了 听到铃响 点子知道一定是那个男人 果然听筒的另一端 传来他的声音 只是显得非常的微弱 你还好吧 他先问候了点子 不太好 我想也是 点子的眼前 似乎可以看到 那个男人露出的 自嘲的笑容 你应该已经听说了 我不能再回医院了 钱怎么办 我会还 不过得分期 已经谈妥了 能负担吗 不知道 不过非还不可 要是真没办法 我把房子卖了也得还 听说是两百万 两百四十万吧 这笔钱我来想办法吧 什么 我还有点存款 两百万左右 我可以帮忙 是吗 等我付了这笔钱 那个 你就跟你太太 点子正要说离婚 那个男子却开口了 不用了 你不必这么做 什么意思 我不想麻烦你 我自己会想办法 可是 当初卖房子的时候 我想岳父借了钱 借了多少 一千万 点子感到 胸口仿佛遭受到了 重击一般 一阵心痛 她的腋下还留下了 一道汗水 如果要离婚 就得想办法 抽到这笔钱 可是 你之前从来没有提过 这件事 跟你提有什么用 这次的事 你太太怎么说 你问这个干嘛 男子的声音 显得不太高兴 我想知道啊 你太太没生气 点子内心暗自期待着 她的太太 为此生气 也许就会提出 离婚的要求吧 然而那个男人的回答 却令人意外 我老婆向我道歉 道歉 吵着要买房子的是她 我本来就不怎么起敬 贷款也还得有点吃力 她大概也知道 那是造成这件事的原因 为了还钱 她说她要去打零工 一句真是个好太太 已经爬上了点子的喉咙 她咽下了这句话 在嘴里留下了苦苦的余味 那 我们之间 暂时不能指望有任何检查了 她勉强开口 说了这句话 却让男子顿时陷入沉默 接下来点子听到了一声叹息 求你别再这样了 我怎么了 别再说这种挖苦人的话了 反正你早就心知肚明了吧 我心知肚明什么 我不可能离婚 你也应该是玩玩而已吧 男子的话让点子瞬间失声 我是认真的 但是当这句话来到嘴边的那一刻 一股无可言喻的凄惨迎面熄来 他唯有沉默一对 那个男人会说这种话 当然是看准了点子的自尊心 会让点子拉不下脸来的 电话中传来人声 问他这么晚了 是在跟谁说话 那个声音一定是那个男人的妻子 那个男人回答说是朋友 因为担心打来电话问候 过了一会儿 那个男人以更微弱的声音 对点子说 那事情就是这样 点子很想质问他 什么叫就是这样 但满心的空虚 让他发不出声音 那个男人似乎认为自己的目的已经达成 不等点子回答便挂断了电话 不用说 这是点子 与那个男人最后一次对话 此后 那个男人再不曾出现在点子的面前 点子把屋里所有那个男人的日常用品全部丢弃 牙刷 刮胡刀 剃须液和安全套 但他忘了扔烟灰缸 只有这个东西一直摆在书架上 烟灰缸渐渐蒙上了灰尘 似乎代表他心头的伤口 也慢慢地愈合了 这件事情之后 点子没有和任何人交往 但他并不是决心孤独一生 其实他对结婚的渴望反而更加强烈 他渴望找到一个合适的男人 结婚生子建立一个平凡的家庭 在与那个男人分手正好一年后 点子找到了一家婚借所 吸引他的是一套用电脑选出最佳配对的系统 他决定将感情恋爱放一边 由其他条件来选择人生伴侣 他已经受够了恋爱了 一个看上去十分亲切的中年女人 问了点子几个问题 然后把答案输入电脑 期间还对点子说了好几次这样的话 别担心 一定会找到好对象 对方没有食言 这家婚借所陆续为点子介绍适合的男子 他前后共与六个人见过面 然而其中五个只见过一次 因为这些人一见面便令点子大失所望 有的照片与本人完全不符 甚至有人登记的资料显示未婚见了面 却突然表明自己有孩子 点子与一个上班族约会了三次 此人似是出头 样子老实勤恳 让点子认真考虑要不要结婚 然而第三次约会时 点子才知道 他和患了老年痴呆症的母亲相依为命 如果是你 一定可以助我们一臂之力 他只不过是想找一个能够照顾他母亲的女子 后来点子才知道 那个男人对婚借所提的条件竟是 从事医疗工作的女性 请保重 点子留下这句话之后 便与他分手了 此后也没有再见面 点子认为那个男人太瞧不起人了 不仅瞧不起他 也瞧不起所有的女人 见过六个人之后 点子便与这家婚借所解约了 他觉得根本就是在浪费时间 又过了半年 点子遇见了秋吉雄一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东野归吴远柱 光合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抵达大阪的时候 已经是傍晚 在酒店办好住房手续 秋吉便为点子介绍大阪这座城市 虽然点子表示 想同行时 秋吉曾经面露男色 但今天不知为何 他对点子很温柔 点子猜想 也许是回到了故乡的缘故 两个人漫步心斋桥 跨越道顿枯桥 吃了烤章鱼丸 这是他们首次结伴远行 点子虽然为接下来 可能发生的事情 感到忐忑不安 但心情却也相当兴奋 毕竟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大阪 在可以眺望道顿窟的啤酒屋 喝啤酒的时候 点子问道 你老家离这里远不远 搭电车差不多五站 很近啊 因为大阪很小 秋吉看着窗外 格力高的巨大广告牌闪闪发光 等一下带我去好不好 秋吉看着他 眉间出现了皱纹 我想看看你住过的地方 只能玩到这里 可是 我有事要做 秋吉移开目光 心情显然变得很差 对不起 点子低下了头 两个人默默地喝着啤酒 点子望着跨越道顿窟的一波波人潮 时间刚过八点 大阪的夜晚似乎刚刚开始 那是一个很普通的地方 秋吉突然说到 点子转过头 秋吉的眼睛仍然朝向窗外 一个破破烂烂的地方 灰尘满天脏兮兮的 一些小老百姓像虫子一样蠢蠢欲动 只有一双眼睛特别锐利 那是个丝毫大意不得的地方 那种地方你也想去 想 秋吉沉思片刻 手放开了啤酒杯 从长库口袋里掏出了一张万元的钞票 你去结账 点子接过来朝柜台走去 一离开啤酒屋 秋吉便拦了一辆出租车 他告诉司机的是点子完全陌生的地名 更吸引点子注意的是 他说的是大板话 这让点子感到非常的新鲜 秋吉在出租车里几乎没有再开口 只是一直凝视着车窗外 点子猜想 他可能后悔了 出租车开进了一条又窄又暗的路 途中秋吉详细指示道路 这是他说的也是大板话 不久 车停了 他们来到了一座公园旁 下了车 秋吉走进公园 点子跟在身后 公园颇为宽敞 足以打棒球 还有鞦韆 攀爬架 沙坑 是旧式公园 没有喷水吃 我小时候经常在这里玩 打棒球 嗯 棒球 躲避球 足球也玩 有那时候的照片吗 没有 是吗 真可惜 以前这附近没有别的空旷地带可以玩 所以这座公园很重要 和公园一样重要的 还有这里 秋吉向后看去 点子跟着转头 他们身后是一栋老旧的大楼 大楼 这里也是我们的游乐场 这种地方也能玩啊 时光隧道 诶 我小时候这栋大楼还没盖好 盖到一半就闲置在那里 出入大楼的只有沟叔和我们这些住在附近的小孩 不危险吗 就是危险 小鬼才会跑来啊 秋吉笑了 但立刻恢复了严肃的表情 他叹了一口气 再度抬头 看大楼 有一天 有个家伙发现了一具尸体 是男人的尸体 一听到这句话 点子觉得心口一阵闷痛 被杀的 是你认识的人吗 算是 一个守财奴 每个人都讨厌的 我也一样 那时大概每个人都觉得他死了活该 所有住在这一区的人都受到警察的怀疑 接着 秋吉指着大楼的墙 墙上画了东西 看得出来吧 点子宁神细看 颜色调得很厉害 几乎难以辨识 但灰色墙上的确有类似画的东西 看来像是裸体的男女 彼此交缠 互相爱抚 实在算不上什么艺术作品 命案发生后 这栋大楼就完全禁止进入 不久 这栋出眉头的大楼仍有人要租 一楼有一部分又开始施工 大楼四周也用塑料布围了起来 工程结束 塑料布拆掉 露出来的 就是这幅下流的土 秋吉伸手从外套的内侧掏出了一根烟 雕筑 用刚才那家啤酒屋送的火柴点着 不久 一些鬼鬼祟祟的男人就常往这里跑 进大楼的时候还偷偷摸摸地 怕别人看到 一开始我不知道在大楼里能干嘛 问别的小孩也没人知道 他人也不肯告诉我们 没过多久 就有人搜集到了消息 说 说那里好像是男人买女人的地方 只需付一万元 就可以对女人唯一所欲为 包括做墙上画的那些事 我难以置信 那时的一万元很值钱 不过我还是不能想象 怎么会有女人去做那种买卖 那时候算是很单纯吧 再怎么说 也才上小学 如果还在读小学 我想换成我也会很震惊 我没有很震惊 只是学到了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他把没抽几口的烟丢在了地上采息 说这些很无聊吧 那 那个凶手抓到了吗 凶手 命案的凶手啊 哦 秋吉摇了摇头 不知道 哦 走了 秋吉迈开了脚步 两个人不时地停停走走 去哪里 地铁站 就在前面 点子和他并肩走在幽暗的小路上 又旧又小的民宅 密密麻麻地并排而立 其中有很多联动住宅 各户人家的门紧邻道路 近得甚至令人以为 这里没有建秘律的规定 走了几分钟之后 秋吉停了下来 注视着小路另一边的某户人家 那户人家在这附近算是比较大的 是一栋两层的合适建筑 好像是店铺 门面有一部分是卷闸门 点子不经意地抬头看二楼 那里挂着旧招牌 童源当铺几个字 已经模糊了 你认识这户人家 算是 算认识吧 然后他们又开始向前走 当他们走到距离当铺十米的地方 有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胖女人 从一户人家走出来 那户人家门前摆着十来个小盆栽 有一半以上挤到了马路上 那个女人似乎准备为盆栽浇水 手上拿着喷壶 穿着旧T恤的女人 似乎对路过的这对情侣产生了兴趣 她先盯着点子看 用的是那种为了满足好奇心 即使对方不舒服 也毫不在意的眼神 那双蛇一般的眼睛转向秋吉 女人出现了意外的反应 原本为了浇水而微微前倾的身体挺了起来 她看着秋吉说道 小亮 但秋吉看也不看那个女人一眼 好像没有注意到有人对她讲话 她的速度并没有改变 笔直地前进 点子只好跟上 很快两个人从女人的面前经过 点子发现那个女人一直看着秋吉 哦 认错人了呀 他们走过之后 点子听到背后传来了这么一句 是那个女人在自言自语 秋吉对这句话也全无反应 但是那声小亮 却一直在点子的耳边萦绕 不仅如此 更有如共鸣一般 在她的脑海里大声回响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东野归吴远柱 光合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第106集 在大阪的第二天 点子必须要单独度过了 早餐之后 秋吉说今天有很多资料要搜集 晚上才能回来 便出了门 待在酒店 也不是办法 点子决定 再到前一天 秋吉带她去过的 新斋桥等处走走 银座有的高级精品店 这里也不少 和银座不同 但子房 游乐场和精品店 在这里比临而立 也许要在大阪做生意 就需先学会放下身段 点子买了点东西 但时间还是很多 她忽然有了再去一次 昨晚那个地方的念头 那座公园 以及那家当铺 她决定 在南波站搭地铁 她记得站名 应该也还记得 从车站过去的路 买了车票 她一时兴起 到零售店 买了一部拍立得相机 点子下了车 眼前一天 跟着秋吉走过的路 反方向前进 白天和黑夜的景色 大不相同 好几家商店在营业 路上的行人也很多 商店老板和路人的眼睛 都炯炯有神 当然并不纯粹是活力十足 而是仿佛有不良居心 栖息在闪烁不定的目光里 要是有人一时大意 便要趁虚而入 占一顿便宜 看来秋吉的形容是正确的 点子在路上漫步 偶尔随性按下快门 她想以自己的方式 记录秋吉生长的地方 只是她认为不能让秋吉知道此事 她来到那家当铺前 店门却紧闭 也许已经歇夜了 昨天晚上她没有注意到 如今看来这是一种废墟般的气氛 她拍下了这栋破屋 然后是那栋大楼 公园里 孩子们踢着足球 点子在喧哗声中拍下了照片 也将那幅猥琐的壁画纳入镜头 随后她绕到大楼的正面 现在 这里看来并没有经营 见不得人的买卖 和泡沫经济崩溃后 那些用途不明的大楼 没什么差别 不同的 只是这里老朽的厉害 她来到大路上 拦了出租车回饭店 晚上十一点多钟 秋吉回来了 她看起来心情极差 疲惫不堪 工作顺利结束了 点子小心翼翼地探问 秋吉整个人摊在床上 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结束了 一切都结束了 点子想对她说 这太好了 但不知为什么说不出口 两个人几乎没有任何交谈 在各自的床上入睡 辗转反侧的夜晚 接连而至 小肿一成翻了个身 前几天 与替源的一席话 一直在脑海里盘旋不去 自己可能处于一个不寻常的状况 这个想法随着现实感 压迫着她的胸口 那位老刑警虽然没有名言 但她暗示 金枝可能已经遭遇不测 就她所描述的失踪与房内的状态 一成也认为这样的推论很合理 然而她附和老刑警时的心情 仍有部分像是在看电视剧或小说的情节 即使明白这些事情就发生在周遭 却缺乏真实感 即使替源临别之际对她说 你可别以为自己能高枕无忧 她也感到事不关己 等到她独自一人 关掉房间的灯 躺在床上 一闭上眼睛 类似焦躁的冲击便席卷而来 让她全身直冒冷汗 她早就知道唐泽雪碎 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子 她才不赞成康情迎娶这个女子 然而万万没想到 自己委托金枝调查 竟然危及到了金枝的性命 她究竟是什么人 她再次思索 那女人真正的身份到底是什么 还有那个叫童元亮丝的男人 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替源并没有交代清楚 她只是以枪虾和虾虎鱼来比喻 说童元与唐泽雪碎 就像这两种动物一样 互利共生 但我不知道他们的巢穴在哪儿 为此我追查了将近二十年 说这几句话时 刑警的脸上露出了自嘲的笑容 医承听得一头雾水 无论十几二十年前 大阪发生了什么事 又怎么会影响到自己呢 医承在黑暗中睁大眼睛 拿起放在床头柜上的空调遥控器 按下开关 不久便满事良意了 就在这时 电话响起 她心头一惊 打开台灯 闹钟就快指向一点钟了 一时之间 她以为是家里出事了 现在医承独自住在三田 这套两室两厅的房子 是去年买的 她轻轻地 轻了轻喉咙 拿起了听筒 喂 医承 抱歉这时候打电话给你 光听声音就知道来电者是谁 心里同时涌现不好的预感 与其叫预感 不如说是确信更为接近 康晴哥 出了什么事 上次跟你提过的那件事 刚才 他跟我联络了 康晴压低声音的原因 医承更加确信 不单单是因为夜深了 他母亲 已经走了 终究没醒过来 哦 真可怜 医承的这句话并非出自肺腑 只是自然的反应 明天你没问题吧 康晴的口气不给医承任何反对的余地 即便如此 医承还是加以确认 哦 要我去大阪 明天我实在走不开 使了托麦亚公司的人要来 我得跟他们见面 我知道 是为了美巴龙的事吧 按预定我也要出席 你的行程已经改了 明天不用上班 尽量打早一点的新干线去大阪 知道了吧 幸好明天是星期五 我可能还得接待客人 要是晚上没法过去 后天早上应该走得逞 最近是社长那边 明天我会说一声 这个时间再打电话过去吵醒他 他老人家的身体怕吃不消 社长 是指小种总府 社长府邸与康晴家 同样位于士田谷的住宅区 康晴是在结婚的时候 搬离老家的 嗯 你向社长介绍过 唐子雪碎小姐了吗 尽管认为这个问题 涉及私人的领域 依承还是问了 还没有 不过我跟他提过 我再考虑结婚 我把那个个性 看样子也不怎么关心 我看他 也没有闲工夫管 四十五岁儿子的婚事 小种总府被普遍认为 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 他也的确不曾问过 一成他们的私事 但一成早就发现 这是一种极端的工作狂个性 对生意之外的事情 盖不关心 一成猜想 伯父心里恐怕认为 只要那个女人不会让小种家名声扫地 儿子再婚对象是谁 都无所谓 明天你会去吧 康晴最后一次确认 其实他很想拒绝 听过替元的话之后 一成更加不想与唐则雪碎有所牵扯 然而他找不到拒绝的理由 计划结婚对象的母亲死了 希望唐帝带为帮忙处理葬礼等事宜 康晴的这个请托 从某个角度来看合情合理 在大阪哪里 他上午应该在葬礼会场安排事情 他说下午我会先回娘家一趟 我已经收到传针 两个地方的地址和电话都有了 一会儿传给你 你的传针也是这个号码吧 对 那我先挂了 你收到传针后可以打个电话给我吗 好的我知道了 好 那麻烦你了 一成挂断电话 下了床 人头马白兰蒂和酒杯 就放在玻璃门书柜里 他将酒往杯中倒计约一厘米半高 站着便送进口中 让白兰蒂停留在舌上 细细品味其酒香 味道与刺激 然后才咽入喉咙 他有一种全身血液都苏醒过来的感觉 他知道 自己的神经 敏锐了起来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东野归吴远柱 光合积木之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第107集 自从康晴表明 对唐泽雪碎的爱意之后 依成不知有多少次 想找父亲 小种繁殖商量 他认为 只要将这个女人的不寻常之处告诉父亲 伯父迟早会从父亲口中得知此事的 但是 要干预未来小种家族掌权人康晴的婚事 他握有的信息实在太过暧昧 不具说服力 光是空口说那个女人有问题 只会为父亲徒增困扰 父亲极有可能反过来斥责他 让他担心别人之前 先要担心自己 而且 父亲去年刚刚出任 小种药品旗下小种化学公司的社长 肯定没有其他的经历 为侄子的再婚操心 第二口白蓝地流进喉咙的时候 电话响了 依成站在原地 没有接起听筒 连接着电话的传真机 开始吐出白色的纸 依成将近正午的时候 抵达新大阪车站 踏上月台的那一刻 立刻感觉到湿度与温度的差别 已经过了九月中旬了 仍然暑气逼人 依成这才想起 大阪的秋老虎 速来凶猛 下了月台楼梯 走出收票口 车站建筑物的出口就在眼前 出租车停靠站在对面 他走过去 心想先到葬礼会场再说 就在这时 有人喊了一声小种先生 是女人的声音 他停下脚步环顾四周 只见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女子 小跑着靠近 他身上穿着深蓝色的套装 内搭T恤 头发扎成马尾 谢谢您大老远赶过来 辛苦您了 那女子在他面前站定 客气地失礼 头发恰似马尾般地扫动 依成见过这个女子 她是唐泽雪碎南青山精品店的员工 呃 你是 我姓宾本 女子再次行礼取出名片 上面印着宾本夏美 你是来接我的 嗯 是的 你怎么知道我要来 是社长交代的 社长说你应该会在中午前到达 但是我因为堵车来晚了 真是抱歉 啊 哪里 没关系 呃 她现在在什么地方 社长在家与殡仪公司的人谈事情 假 嗯 我们社长的老家 社长让我带小准先生过去 哦 这样啊 宾本夏美朝出租车停靠站走去 依成跟在她身后 她推测一定是她搭乘心干线时 康晴打电话告诉了雪碎 也许康晴曾对雪碎说 会派依成过去 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之类的话 宾本夏美告诉司机 去天王寺 依成昨晚接到了康晴的传针 知道唐泽李子佳 位于天王寺区争光愿定 不过那是在大阪哪个地方 她几乎全然不知 突然发生这种事 你们一定措手不及吧 是啊 因为可能有危险 我昨天就先过来了 可是没想到 欠然就走了 哦 哎 什么时候去世的 医院是昨晚九点左右通知的 那时候还没有走 只说情况突然恶坏 可是等我们赶到 已经断气了 哦 她 哦 唐泽小姐的情况怎么样 嗯 这个 宾本夏美皱起了眉头 摇了摇头 连我们看的人都难过 我们社长那种人 是不会放声大哭的 可是她把脸埋在 母亲的床上好久 一动不动 我想社长一定是 想忍住被伤 可是我们连她的肩膀 都不敢碰 嗯 昨晚大概也没怎么睡吧 我想应该是没有合过眼 我在唐泽家的二楼过夜 半夜有一次下楼 看到房间里开着灯 还听到微弱的声音 我想大概是社长在哭 哦 依诚心想 无论唐泽雪碎 有什么样的过去 怀着什么样的秘密 终究无法不为母亲的死而悲伤 根据金芝的调查 雪碎应该是成为 唐泽离子的养女之后 才得以过上了 无忧无虑的生活 也才拥有了 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目的地大概不远了 宾本夏美开始为司机指路 一诚从口音判断 这个女孩应该也是大阪人 他这才明白 唐泽雪碎在众多员工中选他来的理由 经过古老的寺庙 转入幽静的住宅区 出租车停了 一诚准备付车费 却被宾本夏美拒绝了 社长交代 绝对不能让小准先生付钱 宾本夏美带着笑 语气却明白而笃定 唐泽雪碎的老家 是一栋木梨环绕 古艺盎然的日式房社 有一扇小小的万木门 学生时代 雪碎一定每天都会穿过这道木门 也许她还会一边走 一边对养母说 我上学去了 一诚想象着那样的情景 那是一幅 美得令人想深深烙印下来的画面 门上有对讲机 宾本夏美按了牛 一声唯 立刻从对讲机里传了出来 是雪碎的声音 唯 我把小准先生接来了 哦 那么直接请她进来 玄关的门没有锁 是 宾本夏美回答之后 抬头看一诚 请进 一诚跟着她穿过大门 玄关还安装了拉门 她想 最近一次看到这么传统的房子 是什么时候呢 她想不起来了 在宾本夏美的带领下 一诚来到了室内 走上了走廊 木制走廊打磨得极为光亮 绽放出的光泽 来自耗费无数精力的手工擦拭 而并不是打蜡事案 同样的光泽也出现在每一根柱子上 一诚仿佛看到了唐泽离子的人品 同时想到 雪碎是由这样一位女士教养成人的 耳边听到说话声 宾本夏美停下脚步 朝身边一道拉上的纸门说道 社长 方便打扰吗 请进 应答声从里边传来 宾本夏美把纸门拉开三十厘米左右 我把小准先生带来了 请客人进来 在宾本夏美的示意下 一诚跨过门槛 房间虽是合适 却按西式房间布置 榻榻米上铺着棉制地毯 上面摆着藤桌椅 一把长椅上坐着一对男女 他们的对面 本应是唐泽雪碎 但唐泽雪碎为迎接一诚 站了起来 小准先生 谢谢你特地远道而来 他行礼之意 身上穿着深灰色的长裙 比起上次见到时瘦了不少 可能是因为丧母而憔悴 他几乎素颜 尽管素颜的脸上难掩疲惫之色 却仍有其魅力 唐泽雪碎是真正的美人 请节而顺便 嗯 雪碎好像应了一声 但声音低不可闻 坐在对面的两个人 脸上露出了困惑的表情 雪碎似乎察觉到了 便向一诚介绍 这两位是藏仪公司的 接着又对他们介绍一诚 这位是工作上的客户 请多指教 雪碎坐下来之后说道 小忠先生 你来得正好 我们现在正在讨论 可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张头疼呢 我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可是一个人拿主意 总是叫人不安 身旁有人可以商量 心里就笃定多了 但愿我能帮得上忙 多人有声据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据 白夜行 东野归吴远柱 光合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第108集 与藏仪公司讨论完种种细节 时间已经接近两点 在讨论过程中 依诚得知 守灵的准备工作 已经着手进行 守灵与藏礼 都会在距此 十分钟左右车程的灵堂举行 灵堂在一栋七层大楼里 宾本夏美与藏仪公司的人 先行前往灵堂 唐泽雪碎泽表示 他必须要等东京的东西送到 什么东西 丧服 我托店里的女孩送来 我想 她应该快到新大阪站了 雪碎看着墙上的钟说 到大阪的时候 可能没有料到要办葬礼 即使养母的状况 一直没有好转 想必她也不希望 预先准备好丧服啊 哦 不通知学生时代的朋友吗 哦 我想不必了 因为现在 几乎没有来往 石脚舞社的人呢 一诚的问题让雪碎瞬间睁大了双眼 表情仿佛被触动了心灵死角 但她立刻恢复了平常的表情 轻轻地点了点头 嗯 我想不必特地通知 好 搭乘新干线时 一诚曾在笔记本上 写下了好几则葬礼的准备事项 他将其中一条 联系学生时代的朋友 给划掉了 糟糕 我真是的 竟然连茶都没有断给小钟先生 雪碎匆忙站起 咖啡可以吗 还是要喝冷饮 不用费心了 对不起 我太漫不经心了 我也有啤酒 那我喝茶就好 有没有凉的 有乌龙茶 雪碎说着离开了房间 一落单 一程便从椅子上站起来 环视室内 房间被布置成稀释的 却在一角放着传统的茶巨柜 但是这款家具 也与整个房间相当协调 看来极为坚固的木质书架上 并排放着茶道与花道的相关书籍 也掺杂了初中参考书 和钢琴初级教本等等 应该是雪碎用过的 一程想 雪碎也许曾在这个客厅读书 钢琴可能在别的房间 他打开与进房纸门相对的格扇 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外廊 墙角里堆着旧杂志 他站在外廊上望着庭院 虽然不大 但是植株和泼腹野去的石灯笼 营造出素雅的和风庭院气氛 原本可能有草皮覆盖的地方 已经令人遗憾地全被杂草占据 年过七旬的老人 要让这个庭院维持美观 想必实在困难 一程的面前摆着许多小盆栽 几乎都是仙人掌 有许多成囚状 院子很见不得人吧 完全没有整理 雪碎的声音从后面传来 他端着摆了玻璃杯的托盘 站在那里 稍微整理一下 就和像以前一样漂亮了 像那个石灯笼 真的很不错 雪碎把撞了乌龙茶的玻璃杯 放在桌上 可是 已经没有人来欣赏了 这栋房子 你有什么打算 不知道 我还没有想到这里 哦 也是啊 不过 我不想卖掉 也不想拆 雪碎把手放在纸门框上 爱怜地抚摸着上面的小小的伤痕 然后 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 抬头看一场 小中先生 真的很感谢你 我还以为 你不会来 为什么 因为 雪碎先垂下眼睛 又再次抬起 他眼眶泛红 株泪欲滴 小中先生 讨厌我呀 一程吃了一惊 要掩饰内心的波动并不容易 我为什么会讨厌你 这我就不知道了 也许 你对我和成离婚不满 也许还有别的理由 只是我确实感觉到 你躲着我 讨厌我 你想太多了 没这回事 真的吗 我能相信你这句话吗 雪碎向他靠近了一步 两个人仅相聚咫尺 我 我没有讨厌你的理由啊 太好了 雪碎闭上眼睛 仿佛由衷感到 安心一般 舒了一口气 甜美的香味 瞬间麻痹了 一程的神经 雪碎睁开眼睛 已经不再泛红了 难以言喻的 深色红膜 想吸住 一程的心 一程移开了目光 稍微拉开了一些距离 在这个女人身边 会产生一种错觉 似乎会被一种 无形的力量 牢牢地捕获 你母亲 一定很喜欢仙人掌 跟这个院子很不协调吧 不过 妈妈一直很喜欢 种了很多 又分送给别人 这些仙人掌 以后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虽然不太需要照顾 但总不能就这样放着不管 只好送人了 是啊 小种先生 你对盆栽有兴趣吗 不乐 谢谢 雪碎露出浅浅的笑容 转身面向院子蹲下 这些孩子真可怜 没有主人了 花音刚落 她的肩膀便开始 微微地颤抖 不久颤抖加剧 她全身都在晃动 而且发出了乌叶声 孤零零的 不知他们 我也无依无靠了 雪碎哽咽的呢喃 大大撼动了一程 她站在雪碎身后 将右手放在雪碎摇晃的肩上 雪碎将白皙的手叠了上来 好冷的手啊 一程感觉到她的颤抖 趋于平缓 突然间 连自己都无法说明的感情 从心底泉涌而出 简直像是封印在内心深处的东西 获得了释放 甚至连她都不知道 自己拥有这样的感情 这份感情逐渐转变为冲动 一程的眼睛 注视着雪碎雪白的脖子 正当她的心房 就要瓦解的那一刹那 电话响了 一程回过神来 抽回了放在雪碎肩上的手 雪碎似乎有所迟疑般静静地等了几秒钟 随即迅速起身 电话在挨脚桌上 喂 哦 淳子 你到了 哦 一定很累吧 辛苦你了 不好意思 可以麻烦你 带着丧福去我说的地方吗 你上了出租车以后 先 一程愣愣地听着雪碎明朗的声音 葬礼会场位于五楼 一出电梯便是一个类似摄影棚的空间 祭坛已经布置好 开始排列铁椅 那个叫广田淳子的年轻女子也已经抵达 她从东京带来了雪碎与宾本夏美的丧福 宾本夏美已经换装完毕 那 我去换衣服 雪碎接过丧福 消失在休息室里 一程坐在椅子上望着祭坛 钱不是问题 请坐得体面一点 不要委屈了母亲 一程看不出眼前的祭坛 和一般的有什么不同 一回想起在唐泽家的事 一程就捏了一把冷汗 要是那时电话没有响 她一定会从雪碎的身后紧紧地抱住雪碎的 为什么会有那种心情呢 一程自己也想不明白 分明已经再三告诫自己必须对她提高警觉 但是那一刻她还是完全卸下了心房 一程警告自己一定要小心唐泽雪碎不能沉浮于她的魔力 然而另一方面 她开始产生了一个想法 她认为自己也许对雪碎产生了天大的误会 雪碎的眼泪 雪碎的颤抖 实在不像是作家 雪碎看到仙人掌而乌液的身影 与过去一程对她的印象截然不同 她的本质 她的本质 刚才不就显现出来了吗 会不会是因为自己向来对此不加正视 才会在心里塑造出一个扭曲的形象 反而是高功诚和康晴 从一开始就看到了她的原貌 视野的一角有东西在移动 一程往那个方向望去 恰好看到患上稀释丧浮的雪碎缓缓靠近 一朵黑玫瑰 她从未见过 如此绚丽 光芒如此夺目的女子 一身黑衣更凸显出雪碎的魅力 雪碎也注意到了一程的视线 嘴角微微上扬 然而双眼仍然带着泪光 那是黑色花瓣上的露珠 雪碎慢慢走进设置于会场后的接待台 宾本夏美与广田淳子正在讨论事情 她也加入了讨论 针对细节给予两名员工指示 一程 痴痴地望着雪碎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东野归吴远柱 光合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过了不久 前来吊咽的客人陆续来到 几乎都是中年女人 唐泽离子在自己的家里 教授茶道与花道 这些中年女人应该是她的学生 她们往祭台上的一向前一站 几乎毫无例外地 都泪流不止 某个认识雪碎的女人 握住雪碎的手 续续不休地 谈着唐泽离子的过往 一开口 她自己也悲从中来 泣不成声 这样的情况周而复始 即使是这些稍嫌麻烦的吊咽者 雪碎也不会随便应付 而是认真倾听 直到对方满意为止 那光景从旁边的人看来 真不知道是谁在安慰谁 依诚与宾本夏美 讨论葬礼的流程 发现自己无事可做 另一个房间 备有餐点与酒水 但她总不能 大大咧咧地坐在那里 她半无目的地 在会场四周走动 看到楼梯旁有自动售货机 虽然不是特别想喝 她仍然伸手探进口袋 掏出零钱 正当她买咖啡时 听到女子说话的声音 那是雪碎的员工 似乎是在楼梯间门后 或许 这时也是他们的午茶时间 不过真是幸好 虽然妈妈去世实在可怜 就是 以前虽然陷入昏迷 可也许还未活很久 这样的话 可能会忙不过来 嗯 而且又有自由之秋的三号店 那里又不能延期开业 如果社长的妈妈没走 社长有什么打算 不知道 可能会在开业那天露个脸 然后就回大阪 说真的 我最怕的就是这样 客人来的时候社长不在 实在说不过去 嗯 真险 对啊 而且啊 我觉得不光是店里的事 能早点过去也好 你看吧 就算人没醒过来 还是得照顾 那真挺惨的 嗯 你说得对 嗯 已经七十几了吧 像我 还想着能不能安乐死呢 哇 你好坏呀 哎 你别告诉别人啊 我知道了 这还用说呀 一诚拿着装了咖啡的纸杯 离开了那儿 回到了会场 他把纸杯放在接待台上 宾本夏美的话 还留在耳机 安乐死 一诚在心中难难地说 不会吧 那不可能啊 他心里虽然这么想 大脑却开始审视 这不祥的可能 他不由得想起了几件事 首先 宾本夏美被叫到大阪后不久 唐泽离此便顽固了 而且是晚上 他们两人在一起的时候 接到医院的通知 于是雪碎就有了 不在场的证明 然而这同时也可以怀疑 他叫宾本夏美来大阪 就是为了给自己制造出完美的不在场的证明 而有人在此期间偷偷溜进医院 在唐泽离子的看护仪器上动手脚 这真是鸡蛋里挑骨头的推理 也可以说是胡乱推测 然而医成无法将这个想法置于脑后 因为他忘不了刑警替员告诉他的那个名字 童原亮思 宾本夏美说 半夜里听到雪碎房间里有声音 他说一定是雪碎在哭 但真的是这样吗 他是不是在与犯罪者联络 医成拿着咖啡杯 看着雪碎 雪碎正在接待一对刚迈入老年的夫妇 每当老夫妇一开口 他便身有所感般地点头 晚上十点过后 已经不见吊咽客的身影 绝大多数亲朋故旧 大概都准备参加明天的葬礼了 雪碎命两个员工回酒店 社长您呢 我今晚住在这里 这是守灵的规矩 的确 会场旁边有让主家过夜的房间 您一个人不要紧吗 没事 辛苦你们了 社长辛苦了 两个人说着离去了 只剩下了依成和雪碎两个人 依成感到空气的浓度仿佛骤然升高 他看了看手表准备告辞 但是雪碎抢先一步 要不要喝杯茶 还可以再待一会儿吧 哦 哦 可以 这边请 雪碎先迈开了脚步 走向会场隔壁的河室 房间虽然是河室 感觉却像是温泉旅馆的房间 桌上有热水瓶 茶壶和茶杯 雪碎为他泡茶 这样和小忠先生在一起 感觉真不可思议 是啊 让我想起集训的时候 比赛前的集训 听你这么一说 果然很像 上大学的时候 他们为了取得佳计 在比赛前都会进行集训 那是大家常说 要是永明大学的人来 宴席该怎么办 当然是开玩笑的 的确是有人放话 说要这么做 只不过 从没听说付诸实行 但是 但是没有人说要偷袭你 因为那时 你已经是高宫的女朋友了 诚一定跟你提过 很多关于我的事情吧 没有 也没怎么提 没关系 我能理解 我想 我也有很多造人非议之处 成才会一情别恋 高宫说都是他的错 是吗 嗯 还是这么说的 当然 你们两个人的事 你们自己最清楚 我不懂 不懂 不懂什么 怎么爱人 我不懂得怎么去爱一个男人 这种事 没有一定职规吧 我想 一城一开了视线 把茶杯送到嘴边 但茶几乎没有入口 两个人陷入沉默 空气似乎更沉重了 一城感到无法呼吸 他站起身来 啊 我要走了 不好意思把你留下 一城穿好鞋 再度回头 面向雪碎 那我走了 明天 明天我会再来 麻烦你了 他伸手握住把手 准备开门 然而 就在他开门的前一瞬 感觉背后有人 不必回头 他也知道雪碎就站在身后 雪碎 孤零零的一个人 一城自知内心 正剧烈的起伏 他想直接转身 面对雪碎的这种冲动 犹如浪涛一般 排山倒海而来 他发现警示的信号 已经由黄灯 变成了红灯 现在如果看见了雪碎的双眼 一定难以抵挡他的魔力 一城打开了门 头也不回地朝着前方说道 晚安 这句话如同解开魔法的咒语 雪碎的气息一瞬间消失了 接着想起了雪碎 与先前毫无两样的冷静的声音 晚安 一城踏出房门 离开房间后 背后传来关门声 他这时才终于回头 又传来 咔塌的上锁声 一城凝视着紧闭的门 在心里低声地问道 你真的是 一个人吗 一城迈开步伐 脚步声 在夜晚的走廊里 回答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东野归无原著 光合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刑警替员 来到了东京 一下公交车 他外套的下摆 便被风扬了起来 直到昨天天气 都还算暖和 而今天 却突然变冷了 替员心中暗想 应该是东京的气温 比大阪低吧 走在已经熟悉的路上 来到他要去的大楼时 正值下午四点 和预计的差不多 虽然多花了一点时间 绕到新宿的百货公司 但如果不买 对方指定的礼物 恐怕会令其大失所望 沿着楼梯来到二层 替员觉得 右膝有一些疼痛 以疼痛的程度 来感受季节的变化 是从几年前开始的 他在二楼一扇门前 停下了脚步 门上贴着 金枝侦探事务所的门牌 擦得很干净 不知情的人 一定会以为仍然在营业 替员按了对讲机 感觉室内有动静 肯定是有人站在门后 透过窥视孔 看门外的访客 锁开了 监员会里 笑盈盈地开了门 辛苦了 这次比较晚呢 买这个花了点时间 替员拿出了蛋糕盒 哇 谢谢 好感动啊 会里开心地双手 接过盒子 当场打开盒盖 确认里边的东西 您真的帮我买了 想要的樱桃派啊 这家店找了半天啊 还有别的女孩 也买了同样的蛋糕 我倒不觉得 看起来特别好吃 今年樱桃派当红啊 因为双风的关系 这我就不懂了 蛋糕还有红不红呢 不久前不是才流行过 提拉米苏 姑娘的想法 真是无法理解啊 大叔不必懂这些 好了 马上就来吃 大叔要不要也来一点 我帮你泡咖啡 蛋糕就不必了 咖啡倒是不错 没问题 会里雀跃地回答 走进厨房 替员脱下了外套 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 室内的摆设 和金之直四 从事侦探业务时 几乎一模一样 铁制书架和文件柜 也原封不动 不同的是多了一台电视 有些地方摆上了少女风格的小东西 这些都是会里的 会里一边操作咖啡壶一边问 大叔 这次要在这边待几天啊 还没决定 大概三四天吧 我不能离家太久 担心老婆呀 老太婆倒是没什么好担心的 好过分啊 不过才三四天 做不了什么吧 是啊 不过没办法 剃员拿出了一盒七星 点燃了一根 金之的办公桌上 就有一个玻璃烟灰缸 他把着过的火柴丢在里边 铁制办公桌的桌面擦得一尘不染 金之一回来 马上就可以开始工作 只不过 桌上的日历 一直停留在去年八月 那是金之失踪的时候 已经是一年又三个月了 剃员望着惠里的身影 惠里穿着牛仔裤 脚踏着节奏哼歌 正在切樱桃派 他看起来总是那么开朗乐观 但一想到他内心的悲伤与不安 剃员就为他难过 他不可能没有猜到 金之已经不在人世 剃员是在去年的这个时候 见到惠里的 他想知道金之身边是否有所变化 便来事务所查看 发现一个陌生的年轻女孩 住在这里 这个女孩就是惠里 惠里一开始对剃员高度警戒 但知道了剃员是警察 而且在金之失踪前 与金之见过面 他便慢慢地解除了戒心 惠里虽然没有明说 但他与金之似乎是恋爱关系 至少他把金之当作那样的对象 因此他用自己的方法拼命寻找金之的下落 他之所以退掉自己的公寓 搬到事务所来 也是怕这里若被收走 就会失去所有的线索 待在这里 可以查看寄给金之的邮件 也可以见到来找金之的人 所幸的是 房东并不反对他住在这里 考虑到房客失踪 也不好放着房子不管 答应让他搬进来 应该是顺水人情 认识惠里之后 替元每次来到东京 必定会顺道来看看他 惠里也会告诉替元 关于东京的街道分布与流行的事物 这对替元儿说求之不得 最重要的是 和这个女孩子聊天很愉快 惠里用托盘端来两个马克杯 与一个小碟子 小碟子上装了替元买来的樱桃派 惠里把托盘放在铁制办公桌上 来 请用 然后他把蓝色马克杯递给替元 哦 谢谢 替元接过杯子 喝了一口暖了暖受寒的身体 惠里坐在金之的椅子上 说了一声开动 大口咬下了樱桃派 一边搅一边向替元 做了一个OK的手势 后来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事 替元不敢问得太直接 惠里开朗的脸上出现了一丝阴影 他把没吃完的派放回碟子 喝了一口咖啡 没什么值得向大叔报告的 这阵子几乎没有他的信 就算有人打电话来 也只是有工作要委托 金之的电话仍然保持通话状态 这当然是因为惠里定期交费 电话簿上既然刊登着金之侦探事务所的电话 自然也会有人来电委托工作 已经没有客人直接过来了吗 是啊 本来到今年初都还挺多的 惠里说着 打开了一个抽屉 拿出一个笔记本 替元知道 惠里以自己的方式把事情都记在了笔记本上 今年夏天来过一个 九月有一个 就这样 两个都是女人 夏天来的那个是回锅的 回锅 就是以前委托过金之先生的客人 那女人姓川上 我跟她说金之住院了 短时间内可能没法出院 她很失望地回去了 后来我一查 原来两年前 她来查过她老公的外遇 当时好像没有查到关键的证据 这次大概也是想查她老公吧 一定是安分一阵子的老公又开始养了 惠里开心地说着 她本来就喜欢刺探别人的秘密 也帮助过金之 九月来的是什么样的人 也是之前来过的客人吗 不是 那个女人就不是了 她好像是想知道朋友以前 有没有找过金之先生帮忙 嗯 怎么说 就是 她想知道大概一年前 有没有一个姓邱吉的人 委托我们调查 哦 乍听到邱吉这个姓氏 替元觉得有些耳熟 但想不起来 奇怪的问题 其实也不见的哦 怎么说 以前我听金之先生说过 搞外遇的人啊 怕老婆或老公找侦探调查自己的人 其实很多 我想那个女人多半也是 我猜 她一定是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 知道她老公一年前找过侦探 才跑来确认 看你自信满满的样子 我对这种事的直觉最准了 而且啊 我跟她说 我当场没办法帮她查 等我查出来再跟她联系 结果她说不要打电话到她家 要我打到她上班的地方 这不是很奇怪吗 这就表示 她怕她老公接到电话嘛 哦 这么说这个女人也姓 呃 休吉 可是 她却跟我说她姓丽媛 我想 这应该是她结婚前的姓 外出工作还是用原名 有很多婚后继续工作的女人都这样做 了不起啊 惠里 你不仅能当侦探 也可以当警察了 呵呵呵 那我再来推理一下吧 那个丽媛小姐 好像是在帝都大学附属医院当药剂师 她外遇的对象就是医院的医生 而且 对方有老婆小孩 就是现在最流行的双重外遇 这算什么呀 你这已经不是推理了 该叫幻想才对 嘿嘿 替员皱着眉头笑了笑 离开金芝的事务所 替员前往位于新宿市郊的旅店 走进大门时正好七点 这家旅店整体感觉昏暗冷清 没有像样的大厅 所谓的前台 也只是一张横放的长桌 有个不太适合从事服务业的中年男子 板着脸站在那里 但是如果想在东京住上几天 只好在这种水平的旅店里委屈一下了 事实上 就连住在这里 替员负担起来也不轻松 只是他现在没有办法住现在流行的胶囊旅馆 他住过两次 老骨头实在承受不起 根本无法消除疲劳 他只求一间可以好好休息的单人房 简陋一点也无所谓 他照常办好住房手续 那个冷冰冰的前台服务员忽然告诉他 这里有给替员先生的流言 然后把一个白色的信封连同钥匙一起递给了他 流言 是的 交代完这一句之后 服务员不再说什么 做起了其他的工作 替员打开信封查看 一张便条纸上写着 进房后请打电话到308号房间 这是什么 替员百思不解 那个前台服务员不单态度不佳 而且心不在焉 替员不禁怀疑 前台服务员是不是把流言给错人了 替员住在321号房间 和流言的人同一楼层 搭上电梯 前往自己房间的途中 便经过308房 他愁愁片刻 还是敲响了308房间的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东野归无原著 光河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第111集 里边传来了穿着拖鞋的脚步声 接着门打开 看到门后出现的面孔 替员不禁一愣 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现在才到啊 真晚 露出笑容说话的 竟是蛊吓久至 替员有些口吃地问道 你 你怎么会在这里 这个嘛 产业很多 我在等老爹 您吃过晚饭了吗 还没有 那我们去吃饭吧 老爹的行李啊 可以先放在这里 古鹤把替员的行李 放进房间 打开衣橱 拿出了西装外套和大衣 古鹤问替员想吃什么 替员回答 只要不是西餐就好 于是古鹤带替员 来到了一家 相当贫民化的小酒馆 店内有塔塔米的座位 放着四张小小的方形餐桌 他们两个 在其中一张桌子旁相对坐下 古鹤说着拿起了啤酒瓶倒酒 替员拿着杯子接了 当他要为古鹤倒酒时 古鹤辞性 自行真满 先干一杯 没有原因地说了一声干杯 喝了一口之后 替员问 你怎么来了 警察厅有个会议 本来应该由部长来 但他说什么实在抽不出时间 要我带他出席 真是没辙 这表示你受重用啊 该高兴才是 替员伸出筷子 加起铃鱼的中度肉 果然好吃 古鹤曾是替员的后劲 现已成为大阪府警搜查医科的科长 由于他接二连三通过升级考试 有些人背地里喊他考试重 这一点替员也知道 但就替员所见 古鹤从未在食物上松懈过 他和其他人一样精于食物 同时又发愤用功 一一通过升级考的难关 这是一般人难以忘记相悲的 想想也真好笑 一个忙碌的警师大人 怎么会跑到这种地方来浪费时间呢 而且还住这种廉价的旅店 古鹤笑了 就是啊 老爹 你也稍微挑一点像样的饭店住吗 别傻了 我可不是来玩的 问题就在这里 古鹤往汽源的杯子里倒啤酒 如果您是来玩的 我什么话都不说 一直到今年春天 您都做牛做马地拼命 现在大可游山玩水 您绝对有这个权利 但是啊 一想到老爹来东京的目的 我实在没资格 在一旁袖手 姑姑也很担心呢 果然是客子要你来的 这拿他没办法 他把辅警的搜查科长当成什么了 不是姑姑要我来的 我是听姑姑提起 很担心老爹 这才来了 都一样 还不都是客子找你发牢骚 还是跟浙江说的 这个忙 事实上大家都很担心 无聊 古鹤现在算是替元的亲戚 因为他娶了替元的妻子 客子的侄女 支江 他们不是通过相亲 是恋爱结婚的 但替元不清楚 他们两个人认识的过程 多半是客子牵的红线 他一直被蒙在鼓里 以至于将近二十年后的现在 他还心存芥蒂 两瓶啤酒都空了 古鹤又点了清酒 替元开始吃卤菜 虽是关东口味 可仍不失鲜美 古鹤往替元的杯中 倒上了清酒 忽然冒出了一句 您还是放不下那双案子吗 那是我的旧伤 可是 被打进冷宫的不止内奸啊 而且打进冷宫这个说法也不知对不对 凶手可能就是因车祸死亡的那个人 专案小组应该也是偏向这个意见 四齐不是凶手 替元一口干了杯中的酒 命案发生已经过了十九年 他的脑海里仍然牢记着相关人物的性命 十九年前 那桩当铺命案 四齐那里再怎么找都找不到同源的一百万 虽然有人认为他藏起来了 我却不这么想 当时四齐被债务押得喘不过气来 如果他有那一百万 应该会拿去还钱 他却没有这么做 唯一可能的原因 就是他根本没有这笔钱 也就是说他没有杀通源 我基本上赞成这个意见 那时也是因为这么想 所以在四齐死后 我也跟着您一起到处查访 可是老爹已经快二十年了 时效已经过了 这我知道 知道归知道 但唯独这件案子 不查他个水落石出 我死不明目 古鹤准备在替员空了的酒杯里倒酒 被替员挡住了 他抢过酒瓶 先针满了古鹤的酒杯 接着才为自己倒酒 是啊 被打入冷宫的不止这件案子 其他更大更残忍的案子 最后连凶手的边都摸不到的也很多 每个案子都让人沮丧 让我们这些办案的人没脸见人 但是我特别放不下这件案子是有理由的 我觉得因为这件案子没破 害得好几个无辜的人遭到不幸 怎么说 有一株牙应该在那个时候就摘掉 因为没摘 那颗牙一天天成长 茁壮 长大了 还开了花 而且是作恶的花 替员张开嘴 让酒直接流进了喉咙 骨骼松开领带和衬衫的第一颗纽扣 你是说 堂泽雪碎 替员将手伸进外套的内侧 抽出一张折起的纸 放在了骨骼面前 这是什么 你看啊 骨骼把纸打开 浓浓的双眉紧紧地皱了起来 而安外大阪店开业 这是 堂泽雪碎的店 厉害吧 终于要进军大阪了 在新斋桥 你看 上面说要在今年圣诞节前一天开业 这就是作恶的话吗 骨骼把船单整齐地折好 放在替员的面前 算是结出来的果实吧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老爹什么时候开始怀疑唐泽雪碎 不对 那时候还叫西本雪碎 在他还是西本雪碎的时候 童原杨界被杀的第二年 西本文代也死了 从那件案子以后 我对那个女孩的看法就变了 那件案子 好像是被当作意外结案了 可是老爹到最后 都坚持那不是单纯的意外死亡 绝对不是 报告上说被害人喝了平常不喝的酒 又吃了五倍于一般用量的感冒药 哪有这种意外死亡呢 但是很遗憾 那不是我们这组负责的 不能随便表示意见 应该也有人认为是自杀 只是后来 骨骼双臂抱胸 脸上露出回响的表情 是雪碎作证 说他妈妈感冒了 身体未寒时会喝杯装清酒什么的 这才排除了自杀的可能 一般人不会想到女儿会作为证啊 但是除了雪碎 没有人说文代感冒了 所以有说谎的可能 何必说谎呢 对他来说 是自杀还是意外 没有什么差别吧 如果说前一年文代保了寿险 那或许是想要理赔金 可是又没有这种事 再说 当时雪碎还是小学生 应该不会想到 骨骼突然一副惊觉的样子 应该不会是说 文代是雪碎杀的吧 他用了玩笑的语气 但替缘没有效 我没这么说 但他有可能动了什么手脚 手脚 比如他可能发现母亲有自杀的征兆 却装作没有发现之类的 你是说 他希望文代死 文代死后不久 雪碎就被唐泽李子收养了 或许他们很早之前就提过这件事了 很可能是文代不同意 但雪碎本人很想当养女 可是 总不会因为这样 就对亲生母亲见死不救吧 那女孩不会把这种事情放在心上 她隐瞒母亲自杀 还有另一个理由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东野归无原著 光合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第112集 那女孩不会把这种事放在心上 她隐瞒母亲自杀 还有另一个理由 可能这对她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那就是形象 母亲死于意外会引起世人的同情 但若是自杀 就会被别人以有色眼光看待 怀疑背后有什么不单纯的原因 为将来着想 要选哪一边应该很清楚 老爹的意思我懂 可 还是有点难以接受 古鹤又点了两瓶清酒 我也一样 当时没有想到这些 是这些年来追查 那唐泽血碎才慢慢整理出这些想法的 嗯 这个好吃 是用什么炸的 她用筷子夹起了一小块 仔细端下 您觉得呢 就是不知道才问你啊 嗯 吃什么 这个味道我没有尝过 这个啊 是纳豆 纳豆 那种烂掉的豆子 是啊 古鹤笑着把酒杯端到嘴边 就算老爹再怎么讨厌纳豆 如果这样做 听开也敢吃才对 啊 就是那个粘不垃圾的纳豆啊 剃圆秀了秀 再次细看之后才放进嘴里 满口都是焦香味 嗯 好吃 不管对什么事情 都不能有先入为主的观念 完全正确 体员喝了一口酒 胸口感觉相当暖和 没错 就是先入为主的观念 就是因为这样 我们犯下了大错 我开始察觉到血碎不是普通小孩以后 重新再看当铺命案 发现我们错失了好几个重点 什么重点 骨鹤的眼睛很认真 体员迎向了他的视线 说道 首先 邪音 哦 沉湿现场的邪音 地板积了一层灰 留下了不少邪音 但我们完全没有留意 你还记得是为什么吗 因为没有发现属于凶手的 对吧 体员点了点头 留在现场的鞋印 除了被害人的皮鞋 全是小孩子的运动鞋 那里被小孩子当作游乐场 发现尸体的又是大疆小学的学生 有小孩子的鞋印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陷阱就在这里 你是说 凶手穿着小孩子的运动鞋 你不觉得完全没有想到这一点 是我们实在太大意了吗 体员的话 让骨贺的嘴角上扬 他给自己珍满了酒 一口气喝干 小孩子不可能那样杀人吧 换个角度 正因为是小孩子才做得到 因为被害人是在没有防备的状态下被杀的 可是 我们还漏了一点 体员放下筷子竖起了食指 就是不在场证明 有什么漏洞 我们盯上西本文带 确认他的不在场证明 首先想到有没有男性共犯 并因此找到四旗这个人 但在那之前 我们应该更注意另一个人 我记得 骨贺摸着下巴 视线向上移 雪碎那时去图书馆了 体员瞧着比自己年轻的警示 嗯 你记得还真清楚啊 骨贺苦笑了一下 老爹也认为我是不懂食物 指挥考试的考试虫吗 不 我没这个意思 我只是以为我们警察没有半个人 掌握到雪碎那天的行踪 没错 雪碎是去了图书馆 但是仔细调查 那座图书馆和命案县城大楼近在咫尺 对雪碎来说 那栋大楼就在从图书馆回家的路上 我懂脑袋的意思 可再怎么说 他才五年级啊 五年级也才 十一岁 那个年级的人已经有相当的智慧和见识了 剃园又拿出了七星烟抽出一根弦在嘴里 开始找火柴 骨贺的手迅速地伸过来 手里握着打火机 是吗 他边说边点火 高级打火机连点火的声音都显得很沉稳 剃园先倒了一声谢 才凑近火苗点着 然后吐出白烟盯着骨贺的手 灯洗露吗 不 卡地亚 剃园嗡了一声 把烟灰缸拉了过来 四起死于车祸之后 从他的车里找到了一个灯洗露打火机 你还记得吗 当时大家怀疑是遇害的荡坡老板的东西 但查不出来就不了了之了 我认为那就是被害人的打火机 但凶手不是四起 照我的推论 想让四起背黑锅的人 如果不是把那个东西偷偷地放在他那里 就是找了什么借口给了他 这也是雪碎丸的把歇 这样推论比较合理 总好过四起刚好与被害人 有同一款打火机对吧 骨贺叹了一口气 随即变成了沉吟 老爹会怀疑雪碎 思路这么开阔 这一点我很佩服 的确 那时我们因为他年纪小 没有详佳调查 可能真的太大意了 但是老爹 这只不过是一种可能性了 不是吗 你有证明 雪碎就是凶手的关键证据吗 关键证据 涕元深深地吸了一口烟 缓缓地吐出来 有一瞬间 烟凝聚在蛊吓的头部 随即扩散开来 没有 我只能说没有 既然这样 不如从头再想一次吧 再说 老爹 很遗憾 那个案子已经过了时效了 就算老爹真的找到真凶 我们也奈何不了他 我知道 那 你听我说 涕元在烟灰缸里 摁吸了烟 然后又看了看四周 确定没有人在偷听 你误会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不是在追查那间当铺 老板命案 顺便再告诉你 我也不止在追查 唐泽血碎一个人 你是说 你在追查别的案件 骨鹤两眼射出了锐利的光芒 脸上也显现出了搜查 医科科掌应该有的表情 我在追查的 体员露出了自得的笑容 是枪下和瞎虎鱼 帝都大学附属医院的诊疗时间 从早晨九点开始 栗元点子的上班时间 则是八点五十分 这是因为 从医生开始接诊 到处方传回药房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差 处方一传到药房 药剂师便以两人 为一组的方式配药 一个人实际配药 另一个人确认是否有误 再将药装袋 确认者要在药袋上盖章 除了为门诊病人服务 还有来自住院病房的工作 例如运送药剂 或者是配置紧急药品等等 这一天 点子正在与同事 为这些工作忙得不可开交时 一个男子始终坐在药房的一角 他是医学系的年轻副教授 眼睛一直盯着电脑屏幕 帝都大学 于两年前 开始通过电脑 积极与其他研究机构 进行信息交流 其中最具体的成果之一 便是与某制药公司 中央研究所 进行线上合作 凡是该制药公司生产销售的药品 院方均可以通过此系统 及时取得必要数据 基本上 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这套系统 但条件是 必须要取得用户名与密码 这两者点子都有 但是这台用途不明的机器搬进来之后 点子从来没有碰过 想了解药品相关信息的时候 他会采取以往的方式 也就是询问制药公司 其他的药剂师也都这么做 坐在电脑前的年轻副教授 正与某制药公司合作 共同进行某项研究 这件事情众所皆知 点子认为这样的系统 对他们而言一定很方便 但电脑似乎不是万能的 就在几天前 院外的技术人员前来和医生们讨论 他们怀疑电脑被黑客侵入了 点子对这些事情一窍不通 到了下午 点子到病房指导住院病人服药 和医生护士讨论各患者的用药 然后回到药房配药 这是一如往常的一天 他也一如往常地工作到了五点 正准备回家 同事叫住了他 说有电话找他 他的心里一阵激动 他在心中暗想 也许会是秋吉雄医 喂 点子对着听筒说话的时候 声音都有一些沙哑 利元点子小姐吗 是一个男子的声音 但一点都不像点子期待的那个声音 对方的声音细小地令人联想到 一得腺体疾病的体质 有点耳熟 我就是 你还记得我吗 我是滕景 滕景宝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东野归无原著 光合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第113集 你还记得我吗 我是滕景 滕景宝 滕景先生 这个名字一出口 点子便想起来了 滕景宝 是通过婚介所认识的 唯一约会过三次的那个男子 你好吗 很好 托福 丽媛小姐也不错吧 还好 其实 我现在就在医院附近 刚才我在里面看到你 你好像比以前瘦了一点 点子很惊讶 不知道他找自己要做什么 请问 等一下可以见个面吗 一起喝杯茶 点子感到不胜其烦 还以为他有什么正事 不好意思 我今天有事 只要一会儿就好 有件事 我无论如何都要告诉你 只要三十分钟 可以吗 唉 请别再这样了 你光是打电话来 就已经造成了我的麻烦 我要挂了 请等一下 那么 请你回答我的问题 你还和那个人同居吗 如果你还跟他住在一起 我一定得把这件事告诉你 点子用手掌遮住听筒 压低声音问道 什么事 可能是感觉到这句话 已经引起了点子的关注 那个男子坚定地说 我要当面告诉你 点子有些犹豫 但无法置之不理 好吧 在哪里捧面 滕景指定的是距离医院几分钟路程的一家咖啡馆 就在迪洼站附近 一进咖啡馆的门 坐在里边坐位的一名男子便举手打招呼 像螳螂一般细瘦的身影没有变 他穿着灰色西服 但上衣看起来简直像挂在衣架上 好久不见 点子在滕景的对面坐下 不好意思 突然打电话给你 是什么事 先点饮料吧 不用了 听你说完我就要走了 可是 那不是三言两语说得完的 滕景叫来服务生 点了皇家奶茶 然后看着点子微微一笑 你喜欢皇家奶茶对吧 点子点了点头 以前和他约会的时候 点子是通常点皇家奶茶 看到这个男人连这种事情都记得 点子觉得有点不太舒服 你母亲还好吗 点子想借此挖苦她 滕景的表情突然蒙上了阴影 摇了摇头 半年前去世了 请节响顺变 是因病去世吗 不 是意外 噎死的 是吃了年糕之类的东西 不 是棉花 棉花 她趁我不注意的时候 吃了棉被里的棉花 我实在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做 取出了一看 棉花竟然比垒球还大 你能相信吗 点子摇了摇头 感到难以置信 我又难过又自责 有一段时间没心思做任何事情 可是伤心归伤心 心里却不免感到松了一口气 想 以后再也不用担心 妈妈乱跑了 滕景 呼出了一口气 她的心情点子能够理解 因为工作的关系 疲于看护的家属她见多了 但是点子又想 你可怨不了我 奶茶送了上来 她喝了一口 滕景看着她眯起眼睛 好久没看到你这样喝红茶了 点子垂下眼睛 不知该如何作答 其实 我母亲走了 我除了松了一口气外 也有种不安分的想法 就是 现在她应该愿意和我交往了吧 我说的她是指谁 你应该知道吧 已经那么久了 我一直忘不了你 所以我跑到你公寓那里去 那是在我妈去之后一个月左右 我才知道 你和别的男人一起生活了 老实说我很震惊 但是除此之外 看到她也让我非常惊讶 点子看着疼景 有什么好惊讶的 其实我见过她 不会吧 是真的 我不知道她叫什么 但她的长相 我记得很清楚 你在哪里见到她的 就在你身边 什么 那是去年四月的时候 我老实跟你说吧 那时候我只要一有时间 就去医院或者公寓那边去看你 我像你一定没有发现 我完全不知道 点子摇摇头 她做梦也没想到会有人偷看她 不禁反感地起了鸡皮疙瘩 疼景似乎没有察觉到点子的不快 继续说着 但是 那时候观察你的 不只是我 还有另一个人 她来过医院 也去过你的公寓那边 我觉得一定有问题 甚至想告诉你 可是不久 我就忙着工作和照顾母亲 挪不出半点时间 那人的事 我一直挂在心上 但后来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你说的那人就是 对 就是跟你住在一起的人 怎么可能 你一定是弄错了 点子说着摇摇头 她感觉到脸颊有点僵 绝对没错 你别看我这样 我对人的长相可是过目不忘 她就是那个时候的那个人 疼景笃定地说 点子拿起杯子 却没有心情喝茶了 种种思绪像狂风暴雨 一般在她的心中翻腾 我并没有因为这样 就认定她是坏人 她也许只是跟我一样 是因为爱慕你才那么做 只是 要怎么形容呢 就像我刚才说的 那时候的气氛实在太不寻常了 一想到你跟她在一起 我就坐立难安 话是这么说 我又认为我不该干预 就这么忍到今天 但是 前几天碰巧又看到你 从那天起 我满脑子都是你 今天 才下定军心要告诉你 藤锦后来说了些什么 点子几乎都没有听进去 她的主旨似乎是 要让点子与同居的男友分手 和自己交往 但是点子甚至无心应对她 并不是因为觉得她太可笑 而是点子的精神状态不足以支撑 点子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离开的 等到点子回过神来 已经走在夜晚的街道上了 她说是四月 去年四月 那不可能 我是五月遇到秋季的 而且我们的相遇应该纯属偶然 不是吗 难道不是偶然 她回想起那个时候的事情 秋季的脸因为腹痛而扭曲 在那之前 她一直在等我回家吗 那一切 都是她为了接近我才使出的眼界 可是 目的何在 假设 秋季接近我大有目的 那为什么要选我呢 点子很清楚自己的金粮 她十分确定 选中自己的原因绝非是美貌 是我符合什么条件吗 妖剂师 老姑娘 独局 帝都大学 她心里一惊 想起婚借所 在入会时 她提供了大量个人资料 只要调阅那里的数据 要找到符合期望条件的对象 并不难 或许秋季能接触到那些数据 她以前在一家叫Memrix的 软件公司工作 婚借锁的系统 会不会就是那家公司设计的 不知不觉中 点子已经回到公寓 她脚步有些盘跚地爬上楼梯 走到门前 开了锁打开房门 一想到你跟她在一起 我就坐立南 她望着漆黑的房间 喃喃地说道 要是知道这个事 你就没有什么好不安了吧 多人有声句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句 白夜行 东野归无原著 光合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第114集 在小种康晴的家里 室外有人在练习高尔夫 仿佛有人在脑海里 敲着铁锤 同时还有细碎的笑声 听到这些声音 小种美加慢慢地 睁开了眼睛 带有花朵图案的墙上 有一道光 是从遮光窗帘缝隙 射进来的晨光 美加转过头 去看诊盼的闹钟 那是康晴 从伦敦买回来给他的 中面上有会动的人偶 一到设定的时间 便会有一对少男少女 配合音乐 跳着舞出现 美加把时间定在了七点半 指针即将到达那个时刻 只要再等一分钟 轻快的旋律便会照常响起 但他伸手关掉了设置 美加下床打开了窗帘 阳光透过大大的窗户 和雷丝窗帘洒满室内 让原本昏暗的房间 立刻明亮起来 墙边的穿衣镜中 一个穿着皱巴巴的睡衣 满头乱发的少女站在那里 脸上的表情难看到了几点 又传来了当的一声 接着是说话声 他听不见谈话的内容 但可以想象 反正是一些无聊的对话 美加走向窗边 俯视着草地 仍然显得绿油油的庭院 果然如他所料 康琴和雪碎 正在草地上练习高尔夫球 应该说是康琴 在浇雪碎打高尔夫球 雪碎拿着球杆摆着姿势 康琴在他的身后贴着他 手附在他的手上握住球杆 犹如双人羽之 康琴对雪碎耳语着 同时牵着雪碎的手移动球杆 缓缓挥起 又缓缓放下 康琴的嘴唇 好像随时都会碰到雪碎的脖子 不 他一定不是故意去碰的 这样练了一阵子 康琴总算离开了雪碎身边 在他的注视下 雪碎试着推杆 有时打得很好 但还是没打好的时候居多 雪碎露出羞难的笑容 康琴则提出剑意 然后又回到最初的步骤 开始那可笑的双人羽之 这样的练习会持续三十分钟 最近每天都看得到这幅情景 但雪碎主动说想学高尔夫球 还是康琴建议的 详情每家并不清楚 但看来 他们似乎是在培养夫妇共同的爱好 妈妈想学高尔夫球的时候 爸爸明明大力反对 美加离开窗边 站在穿衣镜前 镜子里映出一个刚满十五岁的 少女的身子 瘦削的身体 还没有女人的圆润曲线 只是手脚特别细长 肩膀的锁骨清晰可见 美加在脑海中 把雪碎的身体 与自己的叠在了一起 美加曾经有一次看到过雪碎的裸体 她没有注意到雪碎在浴室里 便打开门 雪碎一丝不挂 连浴巾都没有屁 出现在美加眼里的 是一具完美的女性的裸体 那轮廓简洁的 犹如以碌碌塑形的花瓶 但又仿佛是用电脑精密计算过的 曲线勾勒而成 丰满的胸部形状完美 微微透出粉红的白皙肌肤上 附着细小的水柱 雪碎的身上并非毫无坠肉 但那微量的脂肪 却使复杂的身体曲线 显得滑顺柔美 美加忘了呼吸 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秒钟 那裸体却烙印在了她的眼里 那时的雪碎反应极为高明 她不慌不忙 没有显示出一丝的不悦 美加 要洗澡吗 雪碎笑着说道 并没有急于遮住身体 慌了手脚的反而是美加 她不发抑郁地逃走 冲进房间钻到床上 心脏狂跳不止 想起那时自己的丑态 美加的脸都扭曲了 镜子里的她 也做出了相同的表情 她拿起梳子 梳理一头乱发 头发打了结 无法梳开 她用力硬扯 弄断了好几根 就在美加回忆的时候 忽然传来了敲门声 美加小姐 早安 你起床了吗 她没有回答 在第三次敲门声之后 门打开了 葛西妙子 小心翼翼地探头进来 原来你已经起来了 妙子一进房 便立刻着手 整理美加刚离开的床铺 胖胖的身躯 系在粗腰上的围裙 袖子卷起的毛衣 梳起的包头发饰 妙子的一身打扮 与外国老电影里的女佣 如出一辙 从她来家里帮佣 美加就一直这么想 我本来想再多睡一会儿 就行了 因为外面好吵 外面 妙子一脸不解 接着才恍然 大悟一般地点了点头 最近老爷也起得很早 真可笑 一大早打什么枪 因为老爷夫人都很忙啊 只有早上有时间 我认为运动是好事啊 妈妈还在的时候 爸爸根本不会这样 人啊 年纪大了就会变的 所以爸爸才跟年轻女人结婚 找了个比妈妈小十岁的人 美加小姐 老爷也还年轻啊 总不能一辈子单身吧 美加小姐也迟早会出嫁 少爷也有一天会离开家里 妙姨讲话真是颠三倒四 一下子说年纪大了就会变 一下子又说还年轻 美加的话 似乎让多年来疼爱她的妙子 也感到不悦 妙子闭上了嘴 走向房门 早餐已经准备好了 请早点下楼 老爷交代 以后即使小姐快迟到了 也不会开车送你上学 哼 这一定也是她唆使爸爸的 妙子一语不发 准备离去 这时美加却叫出了她 等一下 妙子准备关门的手 停了下来 妙姨 你是站在我这边的吧 妙子露出困惑的表情 接着呵呵地笑了起来 我不是任何人的敌人 然后胖胖的女佣 关上了房门 美加做好上学的准备 来到一楼 其他三人已经在餐桌前就坐 开始用餐了 康晴与雪碎并排背墙而坐 前面是美加的弟弟优大 优大念小学五年级 我实在没有自信 至少要把一号木杆打好 不然会给大家添麻烦的 实际打 就会发现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 更何况你说 至少要把一号木杆打好 那可是最难的 打得好就是职业级的了 反正 你先去球场打打看 那是第一步 话是这么说 我还是很不安 雪碎偏着头 眼睛朝向美加 早呀 美加没有回答 在她的位置上坐下 康晴对她到早安 并投意责备的眼神 美加无奈 只好在嘴里小声地 咕弄了一声 早 餐桌上 火腿蛋 色拉 可送面包 分别盛放在盘子里 美加小姐 请稍等一下 我马上就端汤过去 妙子的声音 从厨房里传来 她似乎正在忙别的事情 雪碎放下了叉子 站起身 没关系妙姐 我来 不用了 我不喝汤 美加说着 抓起了可送面包 啃了一口 然后拿起摆在 优大面前 装了牛奶的玻璃杯 大大的喝了几口 姐 你怎么喝我的 有什么关系 小气 美加拿起叉子 开始吃火腿蛋 这时 一碗汤摆在了她的眼前 是雪碎端过来的 美加头也不抬地说道 我都说不喝了 特意为你端来的 这是什么话 没关系了 雪碎小声的安抚丈夫 尴尬的沉默笼罩着餐桌 美加觉得一点都不好吃 连她最爱吃的妙子 做的火腿蛋都吃不出滋味了 而且用餐一点也都不愉快 胃的上方还有点疼 对了 你今晚有没有事 康琴喝了一口咖啡 问雪碎 今晚 没有啊 那我们一家四口 出去吃个饭吧 我朋友在四国 开了一家意大利餐厅 叫我一定去捧个场 意大利菜啊 真棒 美加和优大也听到了吧 有什么想看的电视 要记得预约录像哦 太棒了 那我要少吃一些点心 优大开心地说 美加横了弟弟一眼 我们去 夫妻俩的视线 同时落在 美加的身上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东野归无原著 光合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早餐的时候 小种康晴建议 一家四口出去吃个饭 但被美加拒绝了 康晴和雪碎夫妻俩的视线 同时落在了美加的身上 我不去 为什么 你有什么事 今天没有钢琴课 也不必上家教吧 我就是不想去 不去也没关系吧 为什么不想去 这有什么好问的 你这是什么话 想说什么就说啊 老公 今晚还是算了吧 仔细想想 我也不是完全没事 康晴无言以对 瞪着女儿 雪碎显然是在替美加说话 这反而让美加更加焦躁难耐 她粗鲁地放下叉子站了起来 我去上学了 美加 美加对康晴的叫声充耳不闻 拿起书包和上衣来到了走廊 她在玄关穿鞋的时候 雪碎和妙子走了出来 路上小心哦 别只顾着赶时间 雪碎拿起了放在地上的外套 递给美加 美加默默地抢了过去 雪碎对开始穿外套的她微笑着说 这件深蓝色的毛衣真可爱 然后她加了一句对不对 对不对 征求妙子的同意 妙子也笑着点头 是啊 最近的制服都做得很漂亮 真好 我们那个年代的都很呆板 一股莫名的怒气涌上心头 美加脱掉外套 在雪碎等人的错愕之中 连拉尔夫劳伦毛衣也一并脱掉 妙子慌忙地说道 美加小姐 你这是做什么 没关系 我不想穿了 可是会冷呀 我都说不用了 或许是听到声音 康晴走了出来 就在闹什么脾气 没事 我走了 美加小姐 小姐 我要管她 康晴的怒斥声 像是要盖住妙子的呼唤 美加背对着父亲的斥骂 跑向大门 从玄关到大门 是一条花木浮书的永道 向来是她所喜爱的 为了感觉季节的变化 她有时甚至会刻意放慢脚步 但是现在 永道的长度 却让她痛苦万分 你是哪根筋鲁队 我不知道 不知道 就是很生气 我有什么办法 第一次见到雪碎 还是在今年春天 康晴带着她和优大姐弟俩 到南青山的精品店 一个令人惊艳的美女 来招呼他们 她正是雪碎 康晴 康晴对雪碎说 她想为孩子们添购新衣 雪碎便命令店员 接二连三自后面取出衣服 这时美家才发现 店里没有别的客人 整家店都由他们包下来了 他们姐弟俩仿佛成了模特 在镜子前面不断地换装 没过多久 优大便苦着脸说道 我累了 而美家正处于爱美的年龄 穿着精选的名牌服饰 当然不可能不开心 只是有一件事 她一直很在意 那就是这个女人究竟是谁 同时她也能感觉到 这个女人与父亲 多半有特殊的关系 在挑选美家的小礼服时 美家甚至怀疑这个女人 也许将与自己和弟弟 都产生特殊的关系 有时全家会首要参加宴会吧 这时美家要是穿着这件衣服 一定会敬验全场 做父母的也有面子 雪碎对康晴这么说 她亲密的口吻 也让美家感到刺耳 然而更刺激美家神经的 是她的说法带有 两种微妙的含义 一是她本人 当然也会参加那场宴会 再者 便是将美家 视为自己的附属品 看过衣服之后 他们开始讨论买哪些 康晴问美家想要拿几件 美家犹豫了 因为她都想要 很难取舍 爸爸决定好了 我每件都喜欢 哎 伤脑筋 听美家这么说 康晴一边说着伤脑筋 一边挑了几件 看着父亲选的衣服 美家想果然是爸爸的风格 选的多半是千金小姐 气质的衣服 不暴露 裙子也很长 这样的偏好 与美家逝去的母亲相同 妈妈仍不脱少女情怀 喜欢把美家当作洋娃娃打扮 一想到爸爸毕竟受到妈妈的影响 美家不由得有些欣喜 最后 康晴又询问雪碎 你认为这样如何 雪碎双臂抱在胸前 望着衣服说道 我倒是认为 美家小姐可以穿再稍微 华丽 活泼一点的衣服 是吗 那么 如果是你 会选哪些 如果是我的话 雪碎说着 选出了几件衣服 大多是较为成熟 却也略带俏皮的风格 没有一件属于少女风 她在初中 会不会太成熟了 她比你以为的大多了 好 康晴挠挠头 问美家怎么办 爸爸决定就好 听美家这么说 康晴向雪碎点了点头 好 那就全部买了 要是穿起来不好看 你可要负责 放心吧 对康晴这么说之后 雪碎朝着美家笑 从今天起 就别再当洋娃娃了 从那时 美家就感觉到 自己心里的某个地方 似乎被践踏了 她认为 把自己当作洋娃娃打扮的 去世的母亲 也遭到了侮辱 回想起来 那一刻 可能就是她第一次 对雪碎产生负面情感 自那天起 美家与优大 就时常被康晴带着出门 与雪碎一起用餐 兜风 和雪碎在一起的时候 康晴总是异常兴奋多化 美家的母亲还在室的时候 他们偶尔休假出门 康晴多半闷不吭声 她在雪碎面前 却滔滔不绝 而且无论大事小事 她都要征求雪碎的意见 对雪碎言听计从 每当这时 父亲在美家眼里 便化身为 蠢到极点的丑觉 七月的一天 康晴告诉她 一个重大的消息 不是商量 也不是询问 而是告诉 是通知 这消息就是 她打算和 唐泽雪碎小姐结婚 优大愣住了 看上去虽然不是欣喜不已 但对于雪碎即将成为新妈妈 似乎并不排斥 美家认为那是因为 她还没有自己的想法 而且母亲过世的时候 她才四岁 美家直言 她不太高兴 还说对她而言 七年前去世的母亲 是自己唯一的妈妈 这样很好 我并不是叫你 忘记死去的妈妈 只是这个家 会有新成员 我们会多一个新的家人 美家没有说话 她低着头 在内心嘶吼 她才不是我的家人 然而她无法阻止 已经开始转动的齿轮 一切都朝着美家 所不乐见的方向进行 康晴为了能够迎娶新欢 而乐不可知 这让美家在心底 瞧不起这样的父亲 一想到父亲竟变得如此 俗不可耐 她更加无法原谅 雪碎 如果问美家究竟 不满意雪碎哪一点 她也答不上来 到头来只能说是直觉 她承认雪碎的确美丽 也佩服雪碎的聪慧 雪碎那么年轻 就一手掌管好几家店 必定有过人的才干 然而一旦和雪碎在一起 美家的身体 就会不由自主地僵硬起来 她心里不断发出警告 绝不能对这个人掉以轻心 她感到这个女人释放出来的气韵中 含有一种意志的光 这是他们生活的世界中不存在的 而这种意志的光 绝不会为他们带来幸福 但是也许这种想法 并不是美家独自酝酿出来的 可以确定 其中有几分的确是受到某个人的影响 那个人便是小种一成 自从康晴向家族表明要迎娶雪碎 一成便频繁造访 她是众多亲人中 唯一坚决反对这桩婚事的人 美家好几次都听到了 唐叔与父亲在客厅的对话 那是因为康晴哥不知道他的真面目 至少他不会是个暗于家庭 以家人幸福为第一的人 拜托您 可不可以重新考虑 然而康晴的态度却显得不胜其烦 根本不把堂弟的话当回事 渐渐地 康晴对一成心生厌恶 美家好几次亲眼看到 父亲杨庄不在家 拒绝见一成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东野归无远柱 光合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就这样三个月后 小种康晴 与唐泽雪碎结婚了 他们并没有举行豪华婚礼 喜宴也很低调 新郎新娘也显得极为幸福 宾客也相当愉快 唯有美家暗自担忧 她认为事情已经无可挽回 也许并不止她一个人 因为小种一成 也出席了 家里有新妈妈的生活开始了 表面上小种家 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是美家却感觉得到 很多事情确实正在改变 过世母亲的回忆 被删除 生活形态也变了样 连父亲的个性都变了 她的生母生前喜爱插花 玄关走廊 房间角落等等地方 总是装饰着 与季节相呼应的花朵 如今这些地方 放置的花朵更为华美 其气派豪华的程度 任谁都会为之惊叹 只不过那些并不是鲜花 全是精巧的人造花 美家有时甚至会这么想 会不会连整个家 都变成人造花呢 搭营团地铁东西县 在浦安站下车 沿葛西桥大道 朝东京方向折返 走上一小段 在旧江户川 这个地方左转 一栋接近正方形的 白色建筑 矗立在小路上 门柱上写着公司名称 SH油脂 因为没有看到警卫 替员直接走进了大门 穿过卡车并排停放的停车场 一进建筑物 右边便是小小的接待台 一名四十岁左右的女人 正在写东西 她抬头看到替员 惊讶地皱起了眉头 替员出示名片 表示想见小种一成 看过名片 那个人的表情 并没有缓和下来 没有头衔的名片 似乎无法打消人的戒心 你和董事有约吗 董事 对 小种一成是我们的董事 有 我来之前和她通过电话 请稍等 女人拿起身旁的电话 应该是拨内线 到小种的办公室 说了几句 她边放下听筒 边看着替员 她要你直接进办公室 请问办公室怎么走 三楼 说完女人又低头写东西 一看是在写 贺卡的收件人住址 从一旁摊开的通讯部看来 是她私人的东西 显然不是以公司的名义寄出的 请问三楼的什么地方 听到替员这么问 女人露出老大不耐烦的表情 用手上的签字笔指了指替员的后方 那里面那部电梯到三楼 沿着走廊走 门上就挂着董事办公室的牌子 哦 谢谢 替员低头道谢 那个女人早已埋头做自己的事 替员按照指示来到三楼 她立刻明白了 那个女人为什么懒得说明了 这里的空间配置很简单 就是一道口字形的走廊 所有的房间都面向走廊并排 替员边走边看门上的标识 在第一个转角之后 写着董事办公室的牌子便出现了 替员敲了敲门 请进 里边传来应答 替员推开了门 小种一诚从窗前的位子上站起来 他穿着棕色的双排扣西装 一诚满面笑容地招呼替员 您好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 景况可好啊 好歹还活着 办公室中央是一组沙发 一诚请替员在双人沙发上坐下 自己则坐在单人扶手椅上 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啊 去年九月 在小种药品的会科室 是啊 已经过了一年多 时间过得真快啊 这段期间 替员与一诚都是以电话联络的并没有碰面 这次我也是先致电小种药品 他们告诉我你被调到这里来了 嗯 是啊 从今年九月开始 一诚稍稍地垂下了视线 似乎欲言又止 听到你当上董事吓了我一跳啊 真是高声啊 再这么年轻 嗯 真了不起 替员惊叹 一诚抬起头 微微苦笑 您这么认为吗 是啊 难道不是吗 一诚一语不发地站起来 拿起了办公桌上的电话 送两杯咖啡过来 嗯 马上 然后他放下听筒 站着说道 上次我在电话里提过 我堂兄康晴终于结婚了 十月十日体育节 替员点了点头 婚礼想必非常盛大豪华吧 不 很低调 他们在教堂举行婚礼后 在东京都内的酒店宴客 只有知亲出席 据说因为双方都是在婚 不想太招摇 更何况 我堂兄还有儿女 小种先生也出席了吧 是啊 心情嘛 但是 一诚再度在椅子上坐下 叹了一口气 他们两个大概都不太想要请我 你说你知道婚礼之前都持反对态度 嗯 一诚说着点点头 注视着替员 眼睛里充满认真与迫切的神情 替员一直到今年春天 都与小种一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一诚寻求找出唐泽雪碎真面目的线索 替员则认真面目的线索 替员则设法找出童原亮丝 然而双方都无法得到关键性的线索 其间小种康晴与唐泽雪碎定了婚 难得及时的替员先生 到最后却仍然无法查出他的底细 也无法让我唐兄看清真相 嗯 也难怪 他就是以这种方式骗过了无数的男人 我也是其中之一 十九年了 是吗 是啊 十九年了 替员拿出香烟 哦 可以抽吗 哦 可以可以 请 一诚将玻璃烟灰缸放在了替员面前 替员先生 我以前在电话里也恳求过你好几次 您今天愿意将这长达十九年的故事 将这一切 告诉我吗 啊 当然 我今天可以说是专程为此而来的 正好 咖啡送来了 喝着装在厚重咖啡杯里的咖啡 替员开始诉说了 从在那栋半途亭建的废弃大楼里发现尸体开始 到嫌疑人一个一个的换 再到最后被搜索本部视为重点人物的四骑中夫死于车祸 使调查宣告结束 这些过程 这些过程 体员时而详细 时而简要 全面地向医成做了说明 小种医成起初还拿着咖啡杯 听到一半便放在桌上 双手抱胸 专心聆听 当西本雪碎的名字出现时 小种医成才将翘着的脚换了一边 做了一个深呼吸 这就是当铺老板命案的概况 体员说完 喝了一口咖啡 此刻的咖啡只剩下余温了 就这样成为悬案了吗 并没有一下子就被当作悬案 但是新的证词线索越来越少 所以有迟早会成为悬案的气氛 可是替员先生并没有放弃 不 老实说我也放弃了一半了 放下咖啡杯 替员又继续诉说 他告诉小种医成 在四旗中夫车祸死亡之后 大约一个月 他发现了一则记录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东野归吴远柱 光合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替员是在四旗中夫车祸死亡之后 大约一个月发现那则记录的 当时搜查本部 并没有查获足以证明四旗为凶手的物证 也没有发现其他嫌疑人 这种状态持续下来 搜查本部内充斥着一股倦怠感 搜查本部本身也即将解散 石油危机使得整个社会充满了一股杀伐之气 抢劫、纵火、绑架等暴力事件陆续发生 不能为了一件凶杀案 无限期地投入众多的人力 这或许是大阪府警高层真正的想法吧 而且 真凶有可能已经死了 替员本人也产生了打退堂鼓的想法 在此之前 他曾经经经手三件悬案 这些后来成为悬案的案子 往往有一种独特的气质 有些是一切都好像坠入无礼物中 令人无从着手 但比起这类案子 一些乍看之下 认为可以迅速急凶 最后却以悬案告终的例子反而更多 当时的当铺命案 便具有这种不祥的气氛 替员在那时重新审视以前的所有调查报告 其实只是一时兴起 因为除此之外 此案已经别无他事可做了 他以近乎浏览的形式 翻看为数众多的调查报告 资料多 并不代表线索多 反而可以说因为调查始终没有焦点 使得毫无意义的报告一味地增加 替员翻阅文件的手 在看到记录 发现尸体的男孩的调查报告时 停了下来 那个男孩子叫菊池道广 九岁 男孩首先告诉了上小学五年级的哥哥 哥哥在确认尸体之后告诉了母亲 报警的实际上是两兄弟的母亲之子 因此那份调查报告 是根据菊池母子的话整理出来的 报告记载了发现尸体的过程 内容 替员已经非常熟悉了 正当男孩子们在大楼的通风管道内移动 玩他们称为时光隧道的游戏时 道广和同伴走失 在通风管内盲目乱闯 来到那个房间 发现一名男子倒在那里 他觉得很奇怪 仔细一看 男子身上还流着血 这时他才发现男子好像已经死了 他知道应该要通知其他人 便急着想离开现场 问题是接下来的记录 报告是这么写的 男孩非常害怕 想尽速离开 门却被废弃物砖块阻挡 难以开启 男孩设法开门来到室外寻找朋友 却没有找到 便匆忙回家 奇怪啊 看到这里 替元觉得很奇怪 他对 为废弃物砖块阻挡这个部分 产生了疑问 他回想起现场的门 那是向内开启的门 菊池道广的叙述指出 难以开启 那么这些废弃物砖块 应该是放在会防碍门开关的位置的 那这是凶手刻意放置的吗 为了延迟尸体被发现的时间 故意在门的内侧放置障碍物吗 但那是不可能的呀 开了门来到外面 又如何在门后放置障碍物呢 那么这个男孩的描述该怎么解释呢 体员立刻进行确认 这份报告上的询问人那一栏 填的是西布施警察局的警部补 小板 小板对这部分记忆犹新 但解释得并不清楚 小板皱着眉头说 哦 那件事啊 是有点模糊 他不太记得了 他要开门的时候 很多东西挡在脚边 但他不确定是门完全没法打开 还是可以打开到让人通过的程度 也难怪啊 那时他一定受到了很大的惊吓 既然凶手都能通过 门至少是可以开的吧 体员也把这部分鉴定报告找出来看 但遗憾的是 旧门与废弃物砖块的相对位置并没有详细记载 原因是菊池道广移动过那些东西 破坏了原本的样貌 于是体员放弃了这方面的调查 因为他和小板警部不一样 相信凶手应该是从那扇门离开的 而除他以外 没有任何调查人员对此有所怀疑 体员大约在一年后 才又想起这个小疑点 便是 因西本文代之死 让他把怀疑的目光转向血碎的时候 体员觉得假设那扇门内确实曾放置了障碍物 那么门能够打开的程度将成为限制条件 从而过滤出嫌疑人 那时他脑海里想的是血碎 他认为如果是血碎 即使是相当狭小的缝隙 应该也能通过 虽然不知道小孩子对一年前的事情能够记得多少 体员还是去找了菊池道广 小男孩已经升上小学四年级了 他说出了一件令涕缘惊讶的事情 菊池道广说 他并没有忘记一年前的事情 甚至表示 现在反而能够更加有条理地加以说明 涕缘认为这是可能的 要一个发现尸体备受冲击的九岁男孩 详细描述当时的状况 想必是极为苛刻的一件事 但一年后 他已经有所成长了 涕缘问他是否记得门的事 男孩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涕缘要他尽可能详细地说出当时的状况 男孩沉默片刻 不慌不忙地说道 门完全打不开 什么 涕缘惊讶地问 完全 怎么说 那时我想赶快通知别人 就马上去开门 可是 门一动不动 往下一看 下面堆着砖头 涕缘大为震惊 真的 嗯 男孩用力地点头 你那个时候怎么没有这么讲呢 是后来才想起来的吗 我那时候一开始就这么说 可是 警察先生听了我的话 就说那很奇怪 问我是不是记错了呀 我就越来越没自信 自己也搞不清楚了 可是 后来我仔细想过 门真的是完全打不开 涕缘不禁扼腕叹息 一年前宝贵的证词就已经存在 却因为调查人员的自以为是 而被曲解了 涕缘立刻将此事报告上司 但上司的反应很冷淡 表示小孩子的记忆不可靠 甚至还说 把一年后再加以修正的证词 信以为真 是不是脑袋有问题 当时涕缘的上司 已经不是命案发生时的组长中种 中种稍早之前已经调离 继任的上司极重名位 认为与其追查毫不起眼 且即将成为悬案的 当铺老板命案 不如破解更具话题性的案子 好扬名立万 涕缘虽然挂名 当铺老板命案的调查员 但只是坚韧 他的上司并不赞成 布下追查没有多少绩效可言的案子 无奈之下 涕缘只好独自进行调查 他知道自己该前进的方向 根据菊池道广的证词 杀害同源阳界的凶手不可能开文离开 而且现场所有的窗户都自内侧上了锁 另外这个建筑物 虽然没有完工便遭弃制 但是玻璃并没有破裂 墙壁也没有破损 如此一来 凶手与菊池道广正相反 是由通风口逃离现场的 凶手如果是成年人 不可能想到这个方法 唯有曾经在通风管道中玩耍的孩童 才会想到这个主意 于是 涕缘才将嫌疑完全锁定在了血碎身上 但是他的调查却不如预期 首先他希望能够证明 血碎曾在通风管中到处爬动玩耍 也就是找到 他曾参与时光隧道游戏的确切证据 然而他在这里便碰了病 他问过与血碎熟识的小孩 他们都说 血碎从来没有玩过那种游戏 他又问过好几个 经常在那栋大楼嬉戏的小孩 也没有任何人看见过这女孩的身影 其中一个还对涕缘说道 涕缘不得不同意这个说法 此外 一个在通风管里爬过几十次的男孩表示 他认为女孩无法玩这个游戏 据他说 通风管中有一些陡峭的斜坡 有时必须匍匐攀爬 如果不是对体力与运动细胞有十足自信 绝对无法在里边随心所欲的活动 涕缘把这个男孩带到现场 测试能否从发现尸体的房间 经过通风管道逃离 男孩花了大约十五分钟 从相对于大楼玄关的另一侧通风管现身 累死了 中间有一段爬得很吃力 要是手臂力量不够 一定爬不上去 女生不可能 这是男孩的感受 涕缘无法忽视男孩的意见 自然 小学女生中 有些人的体力和运动细胞 都不输男生 但一想起西本雪碎 他实在无法相信 雪碎会在通风管里 像只猴子一般攀爬 就他的调查 西本雪碎的运动能力 并不是特别的优秀 怀疑十一岁的女孩是杀人凶手 终究是自己胡思乱想了 拘迟道广的证词 果真是小孩子的错觉吗 体员的心理开始动摇 我不知道您说的通风管是什么样子 但的确很难想象 女孩子会玩那种游戏 尤其是堂子雪碎 小种一诚带着沉思的表情 他以雪碎的旧姓称呼雪碎 是纯粹因为叫惯了 还是因为不想承认 雪碎现在与自己惯有的相同的姓氏 体员不得而知 这下我完全走入了死胡同了 您不是找到答案了吗 我不知道能不能叫做答案 医员说着点起了第二根烟 我试着回到原点 把以前所有的观点全部抛开 这么一来 以前完全看不见的东西 就出现在我的眼前了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东野归吴远柱 光合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我试着回到原点 把以前所有观点全部抛开 这么一来 以前完全看不见的东西 就出现在我的眼前了 您是说 很简单 女孩子是不可能通过通风馆的 那么通过通风馆离开现场的 就是男孩 男孩 小种一诚仿佛在玩味这个字眼的意思 沉默片刻之后问道 您是说童元亮丝杀了亲生父亲 替元点了点头 对 推理的结果便是如此 替元脑海里并非立刻便出现如此特异的想法 是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让童元亮丝这名男孩 再度引起替元的注意 那是时隔许久 替元再度前往童元当铺的事 替元假装闲话家常 想从松普嘴里套出 关于童元阳界生前的蛛丝马迹 松普毫不掩饰地露出了厌烦的态度 对替元的问题也不愿认真作答 一年多来不断地接受访查 也难怪他无法维持亲切友好的态度 警察先生 你再来多少次也不会有什么收获的 这是替元的视线停留在柜台角落的一本书上 他拿起那本书问松普 这是 那是小亮的书 刚才他不知道在做什么 先放在那里 大概就忘了吧 哦 亮四君爱看书吗 啊 他看书不少 那本书好像是买的 不过他以前也常上图书馆 常上图书馆 是啊 松普点了点头 脸上的神情像是说 这有什么不对吗 哦 替元也点了点头 把书放回原位 内心却开始暗潮汹涌 那本书是飘 就是替元他们去找西本文代时 雪碎正在看的书 替元不知道这能不能叫做交汇点 两个喜欢阅读的小学生 恰好看同一本书 这是极有可能的 再说 雪碎和亮丝并不是在同一时期看飘 雪碎 早了一年 但这仍是令人好奇的巧合 替元于是前往那家图书馆 从同园阳界沉湿的大楼朝北走二百米 一座小小的灰色建筑物便是 图书馆员戴着眼镜 一望便知年轻时是一个文学少女 替元向她出示西本雪碎的照片 她一看到照片便重重地点头 这女孩以前常来 总是借好多书 我记得她 她都一个人来吗 是啊 都是一个人 不过 有时也和朋友一起 一个男孩 男孩 是的 感觉像是同学 替元急忙取出了一张照片 是同园夫妇与亮丝的合影 她指着亮丝说道 是不是她 图书馆员眯起眼睛看着照片 感觉很像 不过 我不敢百分之百确定 他们总在一起吗 我想不是 应该是有时候 他们常一起找书 啊 还有 也会剪纸来玩 剪纸 男孩手很巧 会把纸剪成一些形状 给女孩看 我记得提醒过她 剪下来的纸鞋 不要乱扔 我这样可能很啰嗦 可我真的没法确定 她就是照片上的男孩 只能说很像 或许是怕自己的意见具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力 图书馆员的语气很慎重 然而 替元却近乎确定 她眼底出现了 在亮丝房里看到过那幅精美剪纸 原来雪碎和亮丝常在这里碰面 命案发生时 他们便已认识 对替元来说 这简直是颠覆昔日所想的新发现 她对命案的看法 有了180度的转变 于是 她再度回头思考 凶手自通风管脱身的假设 如果是同园亮丝 就可能在通风管中来去自如 一个在大江小学读三四年级时 与亮丝同班的男孩说 他们经常爬通风管玩 根据这个男孩的说法 亮丝熟知大楼中通风管的位置与走向 不在场证明呢 在同园阳界的推定死亡时间内 亮丝 弥生子和松朴都在家里 但后二人包庇亮丝的可能性极高 而搜查本部却从未针对这一点加以审视 但是 儿子会杀害父亲吗 当然 漫长的犯罪史中 是负案为数众多 然而 如此异常事件的背后 必须具备背景动机和条件 替元自问同园父子间 是否存在其中任何一项 他不得不回答 一项都没有 根据他的调查 他们父子俩之间没有任何摩擦 不仅如此 几乎所有的证词都说 同园阳界溺爱独生子 而独生子亮丝 则敬爱父亲 替元一面持续进行实地访谈 真讯 一面怀疑一切会不会只是自己的想象 会不会只是因为陷入迷雾的焦虑而产生的妄想呢 提员苦笑着 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 我很清楚 如果告诉别人这些推测 只会被当成异想天开 所以认定亮丝就是凶手的看法 就连对同事和上司我也没有提过 哼 要是说出来 他们一定会认为我脑袋有问题 也许当时我就得从一线退下来了 那么动机这方面 您后来有什么发现吗 提员摇了摇头 那个时候应该说没有发现 亮丝总不会为了那一百万元就杀了父亲吧 您说那事没有 这么说 现在有了 依承凑过身来 提员伸手 让他稍安勿躁 请让我按顺序说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 我独自调查也遭遇挫折 但我后来仍然一直追踪他们 不过不是随时盯着 只是偶尔到附近打探一下消息 掌握他们成长的状况 念拿所学校等等 因为我认定 他们必然会有所接触 结果如何 提员报以常探 我无法找出两个人的交汇点 不管是从上到下 还是从里到外 怎么看他们都是毫不相干的两个人 如果按照这种状态持续下去 大概连我也会放弃吧 发生了什么事吗 是的 他们初三的时候 提员说着将手伸进了烟盒 但里面已经空空如也 一成打开桌上玻璃盒的盒盖 里边装满了键盘香烟 提员倒了一声谢 拿起了一根 一成一边为提员点火 一边说 初三的时候 这么说 跟唐泽血碎的同学 预期事件有关 提员看着一成 你也知道那件事情 嗯 金芝先生告诉我的 不愧是职业侦探 连这些都查出来了 我现在要说的 就是这件强暴案 果然 只不过我看的角度 和金芝先生有些不同 这件强暴案 最后并没有抓到案犯 但那个时候 有一个嫌疑人 是另一所初中的初三学生 可是后来证实了 他的不在场证明 洗清了嫌疑 问题在于 为那个嫌疑人的 不在场证明作证的人 提员吐了一口 对他来说 算是高级香烟 所形成的高级烟雾 继续说道 嫌疑人叫菊池文彦 就是刚才提到的 发现尸体的男孩的哥哥 而为他的不在场证明作证的 就是童元两思 啊 一成惊呼了一声 身体微微从沙发上弹起 提员对他的反应很满意 哼 这可是件奇闻啊 我是巧合两个字 就能解释得过去的 究竟怎么回事 事实上 我是在案发一年多之后 才听说了这件强暴案 是菊池文彦本人告诉我的 他 他本人 由于发现尸体那件事 我认识了菊池兄弟 有一次很久没见面 碰头时 菊池文彦提到一年前 发生了一件怪事 把强暴案 和当时他遭到怀疑的事情 都告诉了我 多人有声据 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据 百夜行 东野归无原著 光合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替元是在大江小学旁 一座神社前 遇见菊池文彦的 当时他已经是一名高中生了 聊了一些学校的事情之后 他似乎突然想到 便说起了强暴案的事 简律来说是这样的 强暴案发生时 菊池正在看电影 正当他苦于无法证明此事时 童元亮丝挺身而出 电影院对面有一家小书店 那天童元和小学时代的朋友 一起在那家书店里 刚好看到菊池进入电影院 警察夜相和童元 在一起的朋友确认过 证明他的证词不假 所以就洗清了嫌疑 是 菊池认为自己很幸运 但没多久 童元便与他联络 意思是说 如果他知道好歹 就不要乱来 乱来 菊池说那时 他从朋友那里 拿到了一张照片 派的据说是童元的母亲 和当铺员工 优惠的场面 他曾经拿那张照片 给童元看过 优惠照片 这么说 他们两人果然有死情了 替元点了点头 抖落了烟灰 应该是 先把这件事情搁到一边 童元要求菊池 把那张照片交出来 同时要他发誓 从今以后 不再管当铺铭案 也就是给予病索取 不错 但是菊池事后 仔细回想此事 认为事情可能 不那么单纯 才会想要告诉我 替元似乎想起了 菊池文艳那张满是青春痘的脸 不单纯是指 他是指这一切 可能都是设计出来的 替元指尖的香烟已经很短 但他还是又吸了一口 本来菊池之所以会遭到怀疑 是因为他的钥匙圈 掉落在了现场 但是他说 他从未去过那个地方 那个钥匙圈 也不是那么容易 就会掉的东西 您是说是 童元亮思偷了钥匙圈 才放在现场 菊池似乎这么怀疑 所以说童元 才是真正的案犯 他在电影院前 和朋友一起看到 菊池以后 立刻赶到现场 攻击他盯上的那个女孩 然后留下证据 让菊池遭到怀疑 依诚提出了 理所当然的疑问 童元事先知道 菊池当天会去电影院吗 问题就在这里 替元竖起十指 菊池说 他并没有将这件事情 告诉童元 那么童元 不就不可能 布下这个陷阱了吗 的确会导出 这样的结论 菊池的推理 也就是在这里掐住了 可是我还是觉得 事情一定是他设计的 菊池当时不服气的表情 替元至今记忆犹新 我也觉得很奇怪 所以听了菊池的话之后 便查阅了那件强暴案的记录 结果让我大吃一惊 因为唐泽血碎也牵连在内 正是 菊池原深深地点头 被害人是个名叫藤村独子的女孩 发现者是汤泽血碎 我认为这里一定有问题 于是又把菊池找来 确认详情 您说的详情是 她那天去看电影的详细经过 结果我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替元说得口干舌燥 把冷掉的咖啡喝完 当时菊池的母亲在市场的甜点店工作 电影的特别优待券 就是客人给她母亲的 而且有效期限就到那天 这么一来 她只能在那天去看 听到这里 依承似乎明白了替元的意思 给那张优待券的客人是谁 不知道姓名 但菊池记得她母亲是这么说的 一个菊池高雅 大约读初三或高中的女孩 唐泽血碎 这么想不算突兀吧 假如唐泽血碎和藤元亮丝 是为了封住菊池的嘴 才设计了那件强暴案 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便毫历不差了 为了这个缘故 牺牲了一个毫不相关的无辜女孩 除了冷酷实在无可形容啊 不 那个姓滕村的女孩 也许不能说完全无关 这句话让替元紧盯着一诚 什么意思 他们选上那个女孩是有原因的 哦 这也是金之先生告诉我的 一诚将遇袭的女生 对血碎怀有竞争意识 四处散播血碎绅士 事情发生之后 却态度大变 对血碎迅顺无比等情况 一一告诉替元 这些情况替元都一无所知 这我倒是第一次听说 原来如此 这一件事可以同时达到唐泽和童元的目的 真是一箭双雕的计划呀 替元说完 他看着小种 这件事有些令人难以启齿 不过小种先生刚才提起大学时代的那件事 真是偶发事件吗 小种一诚回试着替元 您是说 那是唐泽雪最受益的 我觉得有此可能 金之先生也做了同样的推理 哦 果然 如果真是如此 他为什么要做那种事 因为他相信这种做法 能够轻易夺走对方的灵魂 夺走灵魂 对 杀害当铺老板的动机 多半隐藏在让他们深陷如此的根源中 就在一诚瞪大眼睛时 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 小种一诚说了一声抱歉 抱歉 然后起身离座 拿起听筒低声说了几句 很快转过身来 不好意思 时间没问题吗 没问题 刚才的电话不是公司的公事 是我个人进行的调查 调查 是 依承点了点头 略显犹豫 但还是开口了 刚才替员先生对我说 我高升了 是啊 替员想这么说有什么不对吗 其实这算是贬值 贬值 不会吧 你可是小种家的少爷 依承没有效 带员先生知道 尤尼斯之药这家公司吧 嗯 知道 从去年到今年 不断发生怪事 我们和他在许多领域都是竞争对手 有几项研究 小种药品的内部资料 却被泄露给了对方 哦 有这种事 是尤尼斯内部人士来告的密 只不过尤尼斯并不承认 依承说着 露出了一丝冷笑 从事研究方面的工作 内部一定很复杂吧 但这跟小种先生有什么关系呢 来自该公司的内幕消息 说资料是我提供的 提员大吃一惊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一点也没错 依承摇了摇头 我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告密人究竟是谁 也没有人知道 因为他只通过电话和邮件联系 只是 小种药品的内部资料 的确泄露出去了 看到告密者送来的资料 研发部的人脸都绿了 但小种先生不可能做这种事啊 嗯 一定是有人设计陷害我 你心里有谱吗 没有 嗯 可是 如果因为这样就被贬值 实在是 替员偏着头沉思 董事们似乎也相信 我不会这么做 但既然发生这种事情 公司不能不采取行动 再说也有人认为 既然会遭到别人设计陷害 表示当事人也有问题 替员不知该说什么 还有一点 董事里有一个人 希望把我调得远远的 伊诚说着竖起了一根手指 谁 我堂兄康青 哦 替员明白了 他似乎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 可以把为难自己未婚妻的麻烦撵出去 对我 则声称调动是暂时的 很快就会调回 哼 天知道是什么时候 你所说的调查是指什么 听到替员的问题 伊诚的表情又转为严肃 我正在调查那部资料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有眉目了吗 某种程度上算是 歹徒似乎是通过电脑入侵的 电脑 哦 多人有声剧白夜晴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附属医院的药剂师 你说药学系 附属医院的药剂师也能使用那里的电脑吗 是的 体质上可以 只是 小种药品的电脑虽然和外部的研究机构连接 但并不是所有信息都对外公开 系统各处都设评证 公司内部机密理应不会外线 所以歹徒应该是对电脑具有相当知识的人 多半是专家 电脑专家 体员脑海里出现了一个疙瘩 电脑专家 他心中有一个人选 曾经造访金之事务所的帝都大学附属医院药剂师 陷害小种医成的神秘黑客 这只是巧合吗 怎么了 哦 没事 没什么 哦 刚才那个电话打断了您 如果可以 麻烦您继续说 呃 我讲到哪里了 动机 您说那多半是他们想法的根源 哦 没错 在小种康晴家里 那段时间有如置身一股夏夜的气流中一般 星期六的下午 每家一如往常 在房间边听音乐边看杂志 床头柜上放着空了的茶杯 和装了几块饼干的盘子 那是二十分钟前妙子端来的 当时妙子对她说 美家小姐 我待会儿要出门一下 麻烦你看家 你出去的时候会锁门吧 是啊 那是一定的 那就好 不管谁来我都不应门 美家趴在床上看着杂志 妙子出门之后 宽敞的宅底里只剩下了美家一个人 康晴去打高尔夫了 雪碎去工作了 弟弟优大 到祖父家去玩 今晚要在那边过夜 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生母去世之后 美家就经常被独自留在家里 一开始还觉得寂寞 现在反而觉得一个人更轻松自在 至少 总比和雪碎两个人单独相处要好得多 正当她从床上起来 准备换CD的时候 走廊上传来了电话铃声 她皱起了眉头 如果是朋友打来的 当然很开心 但多半不是 家里一共有三条电话线 一条是康晴专用 一条是雪碎专用 剩下的那一条由全家共用 美家要求康晴早点让她拥有自己的专线电话 可康晴就是不肯答应 美家走出房间 拿起了挂在走廊墙上的无线电话分机 听到这几句话 美家觉得纳闷 送快递的时候 会这样先通知收件人吗 不过她以为这是一种特别系统的配送方式 并没有多想 倒是凌川彭子这个名字勾起了她的好奇 彭子是她初二十的同学 今年春天因为父亲工作的缘故 举家迁往了鸣鼓屋 方便啊 那么我现在就送过去 电话挂断后几分钟 门铃响了 在客厅等候的美家 拿起对讲机的听筒 屏幕上出现了一个 穿着快递公司制服的男子 两手抱着一个水果纸箱大小的箱子 喂 您好 我是杜鹃快递 请见 美家按下了开门钮 这样便可以开启大门旁出入口的锁 美家拿着印章 来到玄关等待 不一会儿第二道门铃响了 她打开门 抱着纸箱的男子就站在门外 请问放在哪里 东西挺重的 那 放在这里好了 美家指着玄关大厅的地板 男子入内将纸箱放在那里 男子戴着眼镜 帽子压得很低 请盖章 好 男子拿出了票据 请盖在这上面 哪里啊 美家向他走近 这里 男子也走近美家 美家正要盖章 票据突然从眼前消失 他正要惊呼 嘴巴却被什么塞住了 好像是不 极度惊愕之下 美家吸尽了一口气 刹那间意识离他远去 时间感变得很奇怪 耳鸣得厉害 但那也只是有意识的时候 意识向信号极差的收音机 不时中断 全身无法动弹 手脚变得好像不是自己的 分不清是梦还是现实 剧烈的疼痛是唯一确定的感觉 他并没有立刻注意到 疼痛来自于身体的中心 因为太过疼痛 全身的感觉似乎都已经麻痹了 男子就在眼前 却看不清他的脸 气息喷在美家的身上 他只感到很热 美家被强暴了 这其实是美家本身的认知 他明白自己的身体正在遭受凌辱 心却仿佛在远观这一幕 更高一层的意识观察着这样的自己 在想 我怎么这么粗心大意呢 另一方面 前所未有的巨大恐惧包围着他 那是一种即将掉落到一个不明深渊的恐惧 不知这场地狱般的磨难将持续到何时的恐惧 风暴是何时离去的 美家不知道 也许那时他失去了意识 视力首先慢慢恢复正常 美家看到一整排的盆栽 仙人掌盆栽 那是雪碎从大阪娘家带来的 接着听觉恢复 耳朵里听到的不知是何处传来的车辆声还有风声 突然间 他意识到这里是户外 他在庭院里 他躺在草地上 他看到了网 那是康晴练高耳夫用的 他撑起上半身 全身疼痛 有割伤 也有撞伤 而身体的中心 有一种不属于割伤 撞伤 像是内脏被翻脚之后 闷闷重重的疼痛 他意识到空气冰冷 发现自己几乎全裸着 身上虽然穿着衣物 但已经成为了破布 裙子虽然还穿在身上 但不用看也知道内裤被脱掉 美佳呆呆地望着远方 天空开始泛红 美佳 突然传来了一声呼喊 美佳转头朝发出声音的方向看去 只见血碎正飞奔而来 美佳望着这幅景象 完全没有现实感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点子的公寓里 点子提着一袋东西走到了家 便利店的袋子深深地陷进手指中 都是因为塑料瓶装的矿泉水和大米太重了 拿着这些费力地打开玄关的门 他很想开口说一句 我回来了 但却没有发出声音 因为他知道 里边已经没有听这句话的人了 丽元点子先把买回来的东西 往冰箱前一放 打开里边西式房间的门 房里漆黑 空气冰冷 在昏暗中浮现出一台白色的个人电脑 以前他的屏幕总是发出亮光 机体会传出嗡嗡声 现在既不发光也不出声 点子回到厨房 整理买回来的东西 生鲜鲜冷冻的东西放进冰箱 其余地放进旁边的橱柜 关上冰箱之前 他拿出了一罐350毫升装的啤酒 来到和市 打开电视 又扭开电暖炉 等待房间变暖的时候 他把在角落窝成一团的毯子盖在膝盖上 电视里搞笑艺人正在向游戏挑战 成绩最差的一人 被迫高空弹跳作为处罚 好低级的节目 以前点子是绝对不会看这个的 现在他反而庆幸这种愚蠢的存在 他才不想在如此阴暗冰冷的房间里 看一些会让心情沉重的节目 拉开罐装啤酒的拉环 点子大口地喝着 冰冷的液体自喉咙流向胃里 全身泛起鸡皮疙瘩 窜过一阵战力 但这也是一种快感 所以即使到了冬天 冰箱里还是少不了啤酒 去年冬天也一样 他在天冷时更想喝啤酒 这样可以让神经更敏锐 点子抱着膝盖 想要吃晚饭才行 不需任何精心调理 只要把刚才在便利店买回来的东西 微波加热一下就好 但是连这样他都觉得麻烦 整个人有气无力的 其实最主要的是 他没有半点食欲 他调高电视的音量 房间里没有声音 感觉更冷 又稍微向电暖炉靠近了一些 其实原因他很清楚 是因为自己很寂寞 待在安静的房间里 似乎会被孤独压垮 以前并不是这样的 以前的点子一个人独处 既轻松又愉快 就是因为这么想 他才会和婚戒所解约的 但是与秋吉雄一的同居生活 让点子的强法产生了极大的转变 他明白了和心爱的人 在一起的喜悦 曾经拥有的东西被夺走 并不代表会回到 原来没有那种东西的时候啊 点子继续喝啤酒 让自己不要想他 但脑海中浮现的 仍是雄一面向电脑的背影 这理所当然 因为这一年来 点子心里想的和眼睛里看的 都是那个男人 啤酒很快就空了 他双手压扁了啤酒罐放在桌上 桌上还有两个 同样也被压扁的啤酒罐 是昨天和前天的 最近他连屋子都不怎么打扫了 他觉得还是先随便吃个便当吧 就在他奋力抬起沉重的身躯时 玄关的门铃响了 打开门 门前站着一个六十开外的男子 身上穿着严重磨损的旧外套 体格结实 眼神锐利 点子凭直觉就猜到了男子的职业 心里有一股不祥的预感 李源点子小姐吧 我就是 您是 必姓T元 从大阪来 男子递出名片 上面印着T元润三 但没有直弦 他又加了一句 我到今年春天都还是警察 果然没猜错 点子确认了自己的直觉是对的 其实是有些事情想请教 可以耽误你一点时间吗 现在吗 是的 哦 那边有一家咖啡馆 到那里谈的好吗 点子有点为难 要让一个陌生男子进屋 心里不免有些排斥 但他又懒得出门 请问是关于哪方面的事呢 啊 这个嘛 有很多 尤其是 关于你到金枝侦探寿所的事情 你去过新宿的金枝先生那里吧 我想先向你请教这件事情 自称曾经是警察的老先生 露出了亲切的笑容 不安的思绪在点子的心中扩大 但另一方面 他心里也还有几分期待 这个人是来问什么的呢 也许 可以得到秋吉的线索 他迟疑了几秒钟 把门大大的打开 请进 可以吗 没关系 只是里面很乱 那么我就打扰了 男子进入室内 他的身上 有一股老男人的气味 点子是九月到金枝侦探事务所的 在那之前约两周 秋吉雄一从他的住处消失了 没有任何预兆 突然不见踪迹 点子立刻意识到 他并没有遭到意外 因为住处的钥匙被装在信封里 投入了门上的信箱 秋吉的东西几乎原封不动 但原本他就没有多少东西 也没有什么贵重物品 唯一能够显示 他曾经在这里居住的便是电脑 但点子不懂得如何操作 烦恼许久之后 他请熟悉电脑的朋友来到家里 明知不该这么做 还是决定请朋友看看 他的电脑里有些什么 从事自由写作的朋友不但看过电脑 连他留下的瓷盘也看过了 结论是没有用 什么都不剩 整个系统处于真空状态 连瓷盘也全是空白的 真的没有办法找到秋吉的去处吗 他能够想起来的 只有这个熊一曾带回来的空资料夹 上面写着金之侦探事务所 点子立刻翻阅电话簿 很快就找到了那家事务所 也许能够有所发现的这个念头 几乎让点子无法自持 第二天他便前往了兴宿 遗憾的是 点子连一丁点资料都没有得到 年轻的女职员回答 无论是委托人或是调查对象 都没有叫秋吉这个人的相关记录 点子觉得 恐怕没有找到熊一的方法了 所以现在 替员顺着侦探事务所这条线索 找上门来 令点子感到万分意外 替员从确认点子前往金之侦探事务所这件事问起 点子有些犹豫 但还是盖要地说出了到事务所的经过 听到和点子同居的那个男人突然失踪 替员也显得有些惊讶 他会有金之侦探事务所的空资料家 实在很奇怪 你没有任何的线索吗 你和他的朋友或者家人联系过吗 即使想 也不知道该怎么联系 关于他 我实在一无所知 真是奇怪 请问 替员先生 到底在调查什么 点子这么一问 替员迟疑了片刻 然后说道 其实也是一件怪事 金之先生也失踪了 然后又发生了很多事情 我在调查他的行踪 但完全没有线索 所以我才抱着姑且一世的心情 来打扰丽元小姐 真是不好意思 替员低下了白发丛生的脑袋 原来如此 请问 金之先生是什么时候失踪的 去年夏天 八月 八月 点子突然想起了那段时间的事 他倒抽了一口冷气 秋姐就是在那时 带着情话甲出门的 而他带回来的资料夹上 就写着金之侦探事务所的字呀 怎么了 敏锐的退休警察 发觉到了点子的异状 啊 没有 没什么 哦 对了 你对这个人有印象吗 替员从口袋里取出了一张照片 他接过照片 只一眼便差点失声惊呼 虽然年轻了几分 但分明就是 秋吉雄一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东野归无原著 光合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点子接过照片 只一眼便差点失声惊呼 虽然年轻了几分 但分明就是 秋吉雄一 有吗 点子费了好大一番功夫 才压抑住狂乱的心跳 脑海里百感交集 该说实话吗 但老警察随身携带 这张照片的事实 让他担心 秋吉是什么案件的嫌疑人吗 是杀害金枝吗 不会吧 没有 我没见过他 点子一边回答 一边把照片还给替元 他知道自己的指尖在发抖 脸颊也涨红了 替元盯着点子 眼神已转变成了警察似的 点子不由自主地转移了目光 哦 是吗 那真是遗憾 替元的语气很温和 一边说一边收起了照片 那么我该告辞了 在起身之后 他又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 啊 我可以看看你男朋友的东西吗 也许可以作为参考 啊 他的东西 是的 不方便吗 不 没关系 点子领 替元来到了西市房间 替元立刻走进电脑 哦 秋吉先生会用电脑啊 是的 他用来写小说 哦 写小说 嗯 替元 替元仔细地看着电脑及其周边 哎 哎 请问 有没有秋吉先生的照片啊 啊 没有 小的也没有关系 只要拍到面部就可以 真的连一张都没有 我没有拍 点子没有说谎 有好几次他向两个人一起合照 但都被秋吉拒绝了 所以当秋吉失踪之后 点子只能靠回忆还原他的身形样貌 替元点点头 但眼神显然有所怀疑 一想到替元的心里可能会有的想法 点子便感到极度不安 啊 那么有没有任何秋吉先生写下的东西呢 笔记或者是日记之类的 我想应该没有那类东西 就算有 也没留下来 哦 替元再度环视室内 望着点子 灿然一笑 好 打扰了 不好意思 没帮上忙 替元在玄关穿鞋的时候 点子内心举棋不定 这人知道秋吉的线索 真想问问 如果告诉他照片里的人就是秋吉 一定会对秋吉 造成无可挽回的后果 即使明知再也见不到秋吉 他依旧是点子在这个世界上最看重的人 穿好鞋子 替元面向点子 对不起了 在你这么累的时候还来打扰 哪里 点子说着 感觉喉咙似乎哽咽了 替元环顾室内 似乎在进行最后一次扫视 突然他的眼睛停住了 那是 他指的是冰箱旁那个小小的柜子 上面杂乱地摆着电话和便条纸等东西 那不是相册吗 点子伸手去拿替元钉上的东西 那是照相馆送的简易相册 没什么 是我去年到大阪的时候拍的 大阪 可以让我看看吗 可以 不过里面没有拍人 他把相册递给了替元 那是秋吉带他去大阪时 点子拍的照片 都是一些可疑的大楼和普通的民宅 不是什么赏心悦目的风景 是他基于小小的恶作剧心态拍下来的 他没让秋吉看过这些照片 然而替元的样子却变得很奇怪 他圆瞪双眼 嘴巴半开 人完全僵住了 请问 有什么不对吗 替元没有立刻回答 而是盯着照片看了两久 才把摊开的相册朝向了点子 你曾经经过这家当铺门前吧 为什么要拍这家当铺呢 这个 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用意 这栋大楼也很令人好奇 你喜欢的什么地方 让你想拍下来 这有什么不对吗 点子的声音有些颤抖 踢元把手伸进了胸前的口袋 拿出刚才那张照片 秋吉的大头照 我告诉你一件好事 你拍的这家当铺招牌上写着童元当铺 对不对 这个人就姓童元 叫童元亮思 在美加的房间里 美加闭上眼睛 试着入睡 但是她的手脚却像冰一样的冷 即使在被窝里待再久还是暖和不起来 美加把头埋在枕头里 像猫一样拳起身子 牙齿不停地打颤 全身颤抖不已 当她睡着的时候 便会梦见自己被那个没有面孔的男人压住 因为过度恐惧而醒来 全身倒汗 心脏狂跳 简直要把胸口压碎 这样的情况不断地反复 同样的情况持续多久了 心里会有获得平静的那一刻吗 她不愿相信今天发生的事情是真的 她想把今天当作一如往常的一天 就和昨天前天一样 但那并不是梦 下腹部残留的疼痛 便是证明 一切有我 美加什么都不必想 雪碎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那时雪碎是从哪里现身的 美加已经不记得了 又是怎么把事情告诉雪碎的 美加也是一片模糊 当时自己应该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但雪碎似乎一眼便明白发生了什么 当美加回过神来的时候 雪碎已经帮她穿上了衣服 让她坐进了宝马车里 雪碎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 她说得很快 加上美加的思考能力已经变得迟缓 无法听明白雪碎说话的内容 只是隐约记得雪碎在重复地说着 绝对要极度保密 然后她被雪碎带到了医院 他们是从类似后门的地方 而不是从正门进入的 为什么不走正门 当时美加并没有产生这样的疑问 因为当时她的灵魂并不在身体里 是否进行了检查 接受了什么治疗 美加并不清楚 她只是躺着 紧紧地闭着眼睛 一个小时之后 他们离开了医院 在雪碎的车里 雪碎温柔地对美加说 这样 身体方面 就不需要担心了 美加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答的 恐怕一个字都没有说 雪碎完全没有提起报警 不仅如此 甚至没有向美加询问详情的意思 仿佛这些对她来说 是一个细枝末节的小事 美加对此求之不得 她实在无法说话 而且害怕被陌生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回到家 父亲的车已经停在了车库里 美加的心简直快要崩溃了 这确实该怎么跟爸爸说 而雪碎却一脸平静 宛如这种程度的谎话不算什么 我会跟爸爸说 你有点感冒 我带你去看了医生 晚餐也请妙姐送到你的房间 这使美加明白了 这一切 将成为他们两人之间的秘密 成为自己和全世界最讨厌的 那个女人之间的秘密 雪碎在康晴面前展现了绝佳的演技 她向丈夫解释了一切 康晴有些担心 但是妻子的那句 别担心 已经从医院拿药回来了 似乎让康晴放心了 对于美加与平常截然不同的模样 也没有起疑心 反而对美加 让平日厌恶的雪碎带到医院去 感到十分的满意 此后美加便一直待在房间里 妙子大概是受到雪碎的吩咐 送来晚餐 她将饭菜摆在桌子上的时候 美加在床上装睡 美加一点食欲都没有 妙子离开之后 她试着小口小口地 把汤和橘意大利面吞下去 但是恶心反胃地随时会吐出来 她不再吃了 就这样一直在床上缩成一团 随着夜越来越深 恐惧也渐渐扩大 房里的灯全关了 一个人待在黑暗里固然害怕 但暴露在光线中更加令美加不安 这会让她觉得 似乎有人在看着自己 此刻的美加 非常希望能像海里的小鱼一样 悄无声息地 躲进岩石的缝隙里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加一个人待在黑暗的房间里 此刻她希望自己能像海里的小鱼一样 悄无声息地躲进岩石的缝隙 现在究竟几点 在天亮之前还要受到多少痛苦的折磨 这样的夜晚 往后要持续到什么时候 她都不知道 快要被不安摧毁的美加 只有不停地啃着自己的大拇指 就在这时 门把手传来咔嚓地转动声 美加一惊 从床上看向门口 即使在黑暗中 也知道门被悄悄地打开 有人进来了 隐约可以看出是银色的睡袍 睡 美加的声音都已经嘶哑了 你果然醒着 这是雪碎的声音 美加一开视线 她不知道该以什么态度 面对共同拥有禁忌秘密的人 她感到雪碎向她靠近 她用眼角扫视 发现雪碎就站在床边 出去 不要管我 雪碎没有回答 默默地开始解开睡袍的袋子 睡袍滑落 朦胧浮现出一具白皙的裸体 美加还来不及出声 雪碎已经钻上了床 美加想躲开 却被用力压住了 力道比她想象的要大得多 美加呈大字形被压在床上 别这样 是这样吗 你是被这样压住的吗 美加别开了脸 但脸颊却被抓住 被用力搬了回来 不要转开你的眼睛 看这边 看着我 美加窃窃地看着雪碎 雪碎那一双微微上扬的大眼睛 正俯瞰着美加 脸孔静地似乎感觉到她的鼻息 想睡的时候 就会想起被强暴那时候对不对 不敢闭上眼睛 怕睡着了会做梦 对不对 嗯 美加小声回答 雪碎点了点头 记住我现在的面孔 快想起被强暴的事的时候 就想起我 想起我曾经对你这样 雪碎跨坐在美加身上 按住她的双肩 美加完全无法动弹 还是你宁愿想起强暴你的人 也不愿意想起我 美加摇了摇头 看到美加的反应 雪碎露出了一丝微笑 好孩子 不要怕 你很快就会重新站起来 我会保护你的 雪碎用双手捧住美加的脸颊 然后像是在玩味肌肤的触感一般 移动手掌 我也跟你有同样的经历 不 我更几惨 听雪碎这么说 美加差点惊呼失声 雪碎伸出了食指 抵住了她的嘴唇 但是 我比现在的你更小 真的还是小孩子 但是恶魔不会因为你是小孩子 就放过你 而且 恶魔还不止一个 不会吧 现在的你 就是那时的我 真可怜 雪碎压在美加的身上 双手抱住美加的头 这一瞬间 美加的心里 好像有什么东西爆开了 感觉就像以前被切断的某根神经 又被连了起来 通过那根神经 悲伤的情绪 如洪水一般 流进美加的心里 每家在雪碎的怀里 放声大哭 奥原决定 随同小种一成 于十二月中旬的星期日 造访小种康勤宅邸 为此 替员连续两个月 来到了东京 替员在车里问道 不知道他愿不愿意见我 总不会把我们赶出去吧 但愿他在家吧 这点不必担心 我有来自内线的消息 内线 就是女佣 下午两点多 一城开着奔驰来到了小总家 访客用的停车位就在大门旁 一城把车停稳 真是豪宅啊 光从外面看 根本不知道里面有多大 从大门旁抬头看了看房子 替员不禁感叹道 大门和高耸的围墙后 只看得到树木 一城按下了装设 在大门旁的对讲机按钮 立刻有人回应 好久不见了 一城先生 这是一个中年女性的声音 似乎正通过摄像机 看着这边 妙子你好 康琴哥在吗 老爷在家 请稍等 对讲机挂断 过了一两分钟 通话孔又传来了声音 老爷请您绕到院子那边 好 在一城回答的同时 一旁的小门传来金属声响 锁开了 替员跟在一城身后 踏进了大宅 铺着石头的长长的涌道 向宅底延伸 替员禁不住在心中感叹 真像外国电影的景象啊 玄关那边恰巧 有两个女子走过来 不用一城介绍 替员便知道 那是雪碎 与小种康琴的女儿 她知道那个姑娘叫美嘉 怎么办 请随便找个名堂 帮我混过去 两个人缓缓地 走在涌道上 雪碎微笑着向他们点头 四个人恰在涌道的终点 停下脚步 一城率先开口 您好 我来打扰了 好久不见 一切可好 还好 你看上去气色也挺好 托你的福 大板的店就要开业了吧 准备得怎么样 有好多事情 无法照计划进行 头疼得很啊 就算有三头六臂也不够用 我等一会儿就要为这事去开会了 哦 真是辛苦 一城朝向雪碎身边的少女 美嘉呢 你好不好 少女微笑着点了点头 她给替员一种单薄的印象 她也曾听一城说 这个女孩不肯接纳雪碎 但就她现在所见到的 却没有那种气氛 替员有些意外 我想顺便帮美嘉找圣诞节穿的衣服 哦 真好 一城先生 这位是 哦 他是我们公司的厂商 雪碎的视线 看向了替员 你好 替员低头失礼 抬起头时 眼睛和雪碎的双眸 撞个正招 这是时隔十九年的对峙 长大成人的她 替员已经见过好几次 但从未像这样面对面 她想起在大阪那栋老公寓 第一次见面的情况 那时的那个女孩就在眼前 有着一双和那时相同的眼睛 你还记得吗 西本雪碎小姐 我可是追踪了你十九年 连做梦都会梦到 但你一定不记得我了吧 像我这种老头子 只不过是被你骗得团团转的 蠢人中的一个 雪碎烟然一笑 是来自大阪吗 这真是让人始料未及 大概是从替员的口音里认出来的 呃 是的 果然没猜错 这次我要在新斋桥开店 请您务必立临指教 雪碎说着从包里拿出了一张卡片 是开业的邀请函 哦 呃 既然这样 我问问亲戚要不要去啊 真令人怀念 让我想起以前的事 雪碎说完 凝视着替员 她的表情里了无笑意 露出了凝视远方的眼神 她的脸上突然间又展开了笑容 她又对一诚说道 我先生在院子那边 好像是不满意昨天高尔夫球的成绩 正在加紧练习呢 那好 我不会耽误她太多时间 哪里 请慢慢坐 雪碎向美加点点头 迈开脚步 替员和依承让路给他们 目送着雪碎的背影 替员在心中暗暗思量 这个女人 可能记得我 多人有声句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句 白夜行 东野归无原著 光合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正如雪碎所言 小种康晴 正在自家的南侧庭院里 打高尔夫球 他看到依承过来 便放下了球杆 笑着迎接 从他的表情中 感觉不到 把堂弟赶到子公司的 冷漠无情 然而依承一介绍替员 康晴的脸上 立刻出现了警惕的神色 大阪的退休警察 哦 他直盯着替员的脸 有些事 无论如何 都想让康晴哥知道 听一诚这么说 康晴的脸上笑容全无 他指了指示内 那就到屋里说吧 不了 在这里就好 今天还算暖和 话说完我们马上就走 在这里 康晴来回看着他们两个人 然后点了点头 好吧 我叫阿庙断点热饮来 庭院里有一张白色餐桌 和四把椅子 或许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 他们一家人会在这里 享受英式下午茶 喝着女佣端来的奶茶 替员想象着幸福家庭的画面 然而他们三个人会晤的场面 并没有成为其乐融融的 下午茶时光 因为一诚开口之后 康晴的脸色便越来越难看 一诚说的是关于血碎的故事 替员和一诚讨论 整理出来种种暗示出血碎本性的事 童元亮丝的名字 当然也多次出现 不出所料 话说到一半 康晴便激愤不已 他拍着桌子站起身 无聊 简直是放屁 康晴哥 请你先听完 不用听也知道 我没时间陪你们胡说八道 你有时间做这种无聊事 不如想想该怎么整顿你那家公司 这件事我也有情报 我找到了陷害我的歹徒 你该不会说 这也是血碎搞的鬼吧 你应该知道 小种药品的网络被黑客入侵之时 那个黑客 就是通过帝都大学 附属医院的电脑进来的 那家医院有个药剂师 不久前跟一名男子同居 该男子 就是我们刚才数次提到的 童元亮丝 医成的话顿时让康晴的眼睛睁得老大 或许是一时间说不出话 半张着嘴一动不动 替员在一旁说道 这是真的 那个药剂师认出来了 的确是童元亮丝 康晴似乎说了些什么 但是替员似乎只听到两个字 无关 替员从外套的口袋里拿出了一张照片 可以请你看一下这个吗 这是什么 哪里的照片 刚才医成先生说明的 将近二十年前发生命案的大楼 就在大阪 那个药剂师和童元亮丝去大阪的时候拍的 那又怎样 我问他他们去大阪的日期 是去年九月十八日到二十日这三天 这是什么日子 您当然记得吧 康晴花了一点时间 但他的确想起来了 他嘀嘀地啊了一声 不错 九月十九日 是唐泽离子女士去世的日子 他的呼吸为什么会突然停止 连院方都感到不可思议 胡说八道 医成 带着这个脑筋不正常的老头赶快给我滚 从今以后 要是敢再提起这种事 就别想再回我们的公司 我告诉你 你老子已经不是我们公司的董事了 接着 康晴捡起了滚落在脚边的高尔夫球 向往猛力地积去 球打在加提网的铁柱上大力反弹 撞上了摆在露台上的盆栽 发出破碎的声响 但他看也不看 便从露台上走进了屋子 唰的一声关上了玻璃门 医成叹了一口气 看着替远苦笑了一下 有一半和我们的预料一样 他一定是死心塌地地爱着唐泽学岁 这就是那女人的武器 我唐兄现在是骑婚了头 等他冷静下来 应该会好好思考我们的话 我们只有等了 但愿真的会有那一刻吧 两个人正准备打到回府 女佣赶了过来 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听到很响的声音 哦 是康琴歌证的高二夫球 不知打到了什么 哎 那有没有受伤啊 受伤的是盆栽 人没事 女佣看向了并排摆放的盆栽 哎呀 哎呀 糟糕 是夫人的仙人掌 哦 她的仙人掌 是夫人从大阪带回来的 哎 花盆整个都破了 依承走到女佣身边查看 她对栽培仙人掌感兴趣 不 听说是夫人去世的母亲喜欢 哦 听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 的确 我在她母亲的葬礼时 听她说过 依承再度准备离开 女佣却惊呼了一声 哎呀 怎么了 里面有这个 女佣从破了的花盆中捡起一样东西 依承看了一下 是玻璃 应该是太阳镜的镜片 好像是 大概本来就混在土里 女佣偏着头 仍然把这件东西放在了盆栽的碎片上 怎么了 没什么 盆栽的土里有玻璃碎片 剃员朝那边看 扁平的玻璃碎片映入她的眼中 看来的确是太阳镜的碎片 大约是从中间破掉的 剃员小心地拾起来 一眨眼过后 他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 几段记忆复苏了 令人目不暇接地交错起来 很快形成了一条路径 你说 仙人掌是从大阪拿来的 是 本来在他母亲家里 那个手盆栽放在院子里吗 是的 摆在院子里 剃员先生 有什么不对 现在还不知道 剃员拿起玻璃镜片 对着阳光 镜片呈现出了浅浅的绿色 R on Y大阪第一家店的开业准备 一直进行到将近晚间十一点 宾本夏美根在仔细进行 最后检查的小肿血碎身后 在店内来回走动 无论是店面的大小 还是商品的种类和数量 这里都远超东京总店 宣传活动也十全十美 无可挑剔 现在只需静待结果了 检查完毕 雪碎说道 这样就努力到九十九分了 九十九分 还不够完美吗 没关系 缺这一分明天才有目标 好了 接下来就要让身体好好休息 今天晚上我们喝酒都要有节制 等明天再庆祝 没错 两个人坐进红色捷报车时 已经是半夜十一点半 下美握着方向盘 雪碎在副驾驶做了一个深呼吸 一起加油吧 别担心 你一定做得到 真的吗 但愿如此 夏美 有些胆怯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东野归无原著 光合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你要有自信 相信自己是最好的 知道吗 是 回答之后 夏美看着雪碎 可是 其实我很害怕 我觉得很不安 不知 能不能做得像社长一样 社长 从来都不觉得害怕吗 听夏美这么说 雪碎那双大眼睛 笔直地望了过来 呢 夏美 一天当中 有太阳升起的时候 也有下沉的时候 人生也一样 有白天和黑夜 只是不会像真正的太阳那样 有定时的日出和日落 看个人 有些人一辈子都活在 太阳的照耀下 也有些人 不得不一直活在 漆黑的深夜里 人害怕的 是本来一直存在的 太阳落下不再生气 也就是非常害怕 把原本照在身上的光芒消失 现在的夏美就是这样 夏美听不懂老板在说什么 只好点了点头 我呢 从来就没有生活在太阳底下过 怎么会 社长总是如日中天呢 雪碎摇了摇头 她的眼神是那么的真挚 夏美的笑容 也不由得消失了 我的天空里 没有太阳 总是黑夜 但并不暗 因为有东西代替了太阳 虽然没有太阳那么明亮 但对我来说 已经足够了 凭借着这份光 我便能把黑夜 当成白天 你明白吧 我从来就没有太阳 所以 不怕失去 带起太阳的东西 是什么 你说呢 也许夏美 以后会有明白的一天 雪碎轻轻地说着 朝着前方调整了坐姿 好了 我们走吧 夏美无法再问下去 只好发动了引擎 雪碎住在位于电屋桥的 大阪天空大酒店 夏美则已在北天满租了公寓 雪碎望着车窗外说道 大阪的夜晚 其实现在才要开始 是啊 大阪不缺玩的地方 我以前也玩得很凶 人在这边 讲起话来 就会变回大阪口音呢 对不起 一时没注意 没关系 这里是大阪啊 我到这里来的时候 也跟着说大阪话好了 嗯 我觉得这样很棒 什么 不久 他们便抵达酒店 雪碎在大门口下车 社长 明天要请你多关照了 嗯 今晚要是有急事 就打我手机 好的 我知道了 夏美 胜负 从现在才开始 雪碎伸出右手 是 夏美回答后 握住了雪碎的手 在迷生子的小吃店里 时钟的指针 走过十二点 正以为今天 不会再有客人的时候 老旧的木门 吱压一声打开了 一个身穿灰色外套 六十出头的男子 漫步走了进来 看清来人 童原迷生子 堆出的笑容 陶然消失 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原来是 替元先生 我还以为 财神爷上门了 这是什么话嘛 我就是财神爷啊 替元自行把围巾和大衣 挂在墙上 在可以挤上十个人的 L型吧台居中坐下 他在大衣下 穿着一件磨损严重的 咖啡色西装 从警察的岗位退下来之后 他的风格还是没有变 迷生子在他的面前 放了玻璃杯 打开啤酒瓶盖 帮他倒酒 他知道 替元在这里只喝啤酒 替元津津有味地喝了一口 伸手去拿迷生子端出来的 简陋的下酒菜 生意怎么样啊 年末的旺季就快到了吧 你都看到了 我这里从好几年前 泡沫经济就已经破灭了 应该说 泡沫经济 从来没在我这里发生过 迷生子又拿出一个玻璃杯 为自己倒了一杯啤酒 也不向替元打声招呼 一口气就喝掉半杯 你喝起酒来还是这么爽快啊 替元伸手拿起啤酒瓶 帮他倒满 谢谢 这是我唯一的乐趣 迷生子夫人 你这家店开了多少年了 多少年了 十四年吧 对 没错 明年二月就十四年了 还挺能撑的嘛 你还是最适合做这一行啊 也许吧 以前的咖啡馆三年就倒了 档铺的工作 你也从来不帮忙 对吧 对呀 那是我最讨厌的工作 和我的个性完全不合 即便如此 迷生子还是做了 将近十三年的档铺老板娘 她认为那是自己 一生最大的错误 如果没有嫁给童元 如果继续在北新地的酒吧工作 现在已经不知道 自己要掌管多大的店了 丈夫童元杨介遭人杀害之后 当时暂时由松浦管理店面 但不久家族便召开了会议 档铺改由杨介的堂弟主事 原本童元家世代经营档铺 由亲戚联合成立了好几家店 所以杨介生雇之后 迷生子也不能为所欲为 没多久 松浦便辞掉了店里的工作 据接手的新老板 杨介的堂弟说 松浦盗用了店里不少钱 但数字方面 迷生子根本不懂 事实上他对此也毫不关心 迷生子把房子和店面让给堂弟 利用那笔钱 在上本町开了一家咖啡馆 那时迷生子打错了算盘 原来童元档铺的土地 是在杨介的哥哥名下 并不是杨介所有 也就是说土地是借来的 这件事情迷生子 直到那时才知道 咖啡馆刚开张的时候 相当顺利 但是过了半年 客人便开始减少 后来更是每况愈下 原因并不清楚 迷生子试着各种新品种 改变店内的装潢 可生意仍然预见低落 不得已只好削减人工开支 可这却导致服务质量降低 客人更是不肯上门 最后不到三年便关张了 那时做酒吧小姐时的朋友说 天王寺有一家小吃店 问他愿不愿意试试看 条件很好 既不需要权力金 装潢设备也都是现成的 迷生子立刻答应了 就是现在这家店 这十四年来 迷生子的生活全靠这家店支撑 一想到如果没有这家店 即使是现在他仍旧怕的寒毛指数 只不过他这家店刚开张 太空侵略者便风靡全国 客人们争先恐后地进咖啡馆 都不是为了喝咖啡 而是为了玩游戏 那时他因为关了那家咖啡馆 而后悔得咬牙切齿 你儿子怎么样了 还是没有消息吗 听替员这么问 迷生子的嘴角垂了下来 他摇了摇头 我已经死心了 他今年多大了 正好三十 天知道 我都忘了 替员从迷生子开店的第四年 便偶尔来访 他本是负责侦办杨界命案的警察 但他几乎不曾提起那件案子 只是每次一定会问起亮思 亮思在童原当铺一直住到初中毕业 迷生子那时满脑子都是咖啡馆的生意 不必照顾儿子倒是帮了他大忙 大约在迷生子开始经营这家店的同时 亮思离开了童原当铺 他们并没有就此展开 母子相依为命的温馨生活 迷生子必须陪喝醉的客人直到半夜 接着倒头大睡 起床时总是过了中午时分 简单吃点东西 洗个澡化了妆之后 就要开始准备开店了 他从来没有为儿子做过一次早餐 晚餐也几乎都是外食 就连母子碰面的时间 一天可能都不到一个小时 再后来 亮思外宿的情况越来越频繁 问他住在哪里 只得到含糊不清的回答 但学校或警察从未找上门来 说亮思惹了什么麻烦 迷生子也就没有放在心上 他应付每天的生活 就已经疲惫不堪了 高中毕业典礼那天早晨 亮思照常准备出门 难得在早上醒来的迷生子 在被窝里目送着儿子 平时总是默默离家的儿子 那天却在门口回头了 那我走了 睡得昏昏沉沉的母亲回答 嗯 嗯 不让小心啊 这成为他们母子最后一次对话 好几个小时之后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东野归无原著 光合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就如亮思的流言 他一去再未露面 如果真的要去找亮思 当然不至于无从找起 但是迷生子并没有积极去找 尽管寂寞 他心里也觉得 出现这样的局面或许是理所当然的 他深知自己从未尽过母亲应尽的责任 也明白亮思并不把自己当母亲 迷生子怀疑自己是不是天生缺乏母性 当初生下亮思并不是因为想要孩子 唯一的原因是他没有理由堕胎 他嫁给杨介 也是因为他认为从此不必工作就有好日子了 然而妻子与母亲的角色远比他当初预料的枯燥乏味 他想当的不是妻子或母亲 他希望自己永远都是女人 亮思离家后三个月左右 迷生子和一个经营进口杂货的男人有了深入的关系 那个男人让迷生子寂寞的心灵感到了慰藉 实现了他在座女人的愿望 他们大约同居了两年 分手的原因是 男人必须要回他本来的家 这个男人已婚 他的家事都在介事 从此之后 迷生子又和好几个男子交往分手 直到现在 依然是孤家寡人 生活很轻松 有时却感到寂寞难耐 这样的夜晚 他便会想起亮思 但是迷生子不准自己兴起想见亮思的念头 他知道自己没有那种资格 替缘叼起了一根七星 迷生子迅速地拿起了一次性打火机帮他点着 多少年了 从你老公被杀 二十年吧 仔细算算是十九年 真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哼 是啊 替元先生退休了 我也变成老太婆了 都过了这么久了 怎么样 有些事情应该可以说了吧 什么意思 我是说 有些事那个时候不能说 现在可以说了 迷生子淡淡一笑 拿出自己的烟 点着火 朝着熏黄的天花板 吐出了细细的灰烟 你这说法真奇怪 我可什么都没有隐瞒 嗯 我倒是有很多地方想不通啊 你还放不下那个案子 真有耐心 案发当天 你说和店员松浦 儿子亮丝三个人在家 真的吗 是啊 关于这一点 替元先生 不是已经查得快烂了吗 好 查是查了 但是能具体证明的 只有松浦的不在场证明 你是说 人是我杀的 不 你应该是跟他在一起的 我怀疑的是 你们三个人在一起这一点 事实上 是你和松浦在一起 是不是 替元先生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和松浦有一腿吧 替元喝光玻璃杯里的啤酒 要弥生子不必帮他倒酒 他自己动手 不必再隐瞒了吧 已经过去了 事到如今 也没有人会说三道四了 现在才问过去的事 要做什么 不做什么 只是想把事情想通 命案发生时 去当铺的客人说门上了锁 对此松浦的说法是 他进了保险库 而你和儿子在看电视 但这不是事实 其实你和松浦在里面的房间的床上 是不是 你说呢 果然被我说中了 替元坏笑着 举起了酒杯 哎 弥生子不慌不忙地继续出演 看着飘荡的烟 他的思绪也跟着飘忽起来 其实他对松浦永并没有多少感情 只是每天无所事事 心里焦急 生怕再这样下去 自己将不再是女人了 所以当松浦永追求他时 他索性就接受了 松浦永一定也是看穿了他的空虚 才找上他的 你儿子在二楼吗 嗯 我是说亮四军 你和松浦在一楼后面的房间 那孩子当时在二楼吗 你们担心他突然闯进来 才把楼梯门夹挂的锁锁上 夹挂的锁 嗯 不错 听你这么一说 我想起楼梯的门上 的确夹挂了一道锁 哼 不愧是警察 记得这么清楚 哼 怎么样 当时亮四军在二楼吧 但是为了隐瞒你跟松浦的关系 你们决定对外宣称 他和你们在一起 是不是这样 哼 你要这么想 就随你吧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弥生子在烟灰缸里 摁吸了烟蒂 再开一瓶吗 好 开吧 铁员就着花生喝起第二瓶啤酒 弥生子也陪他供饮 一时间两个人默默无言 弥生子回想起了当时的情形 一切正如铁员所说 命案发生时 他与松浦勇好事方憨 亮丝在二楼 楼梯的门上了锁 但是当警察问起 不在场的证明时 最好说亮丝也在一起 这是松浦勇提议的 如此一来 警察才不会胡乱猜测 商量的结果 他们决定说 那时弥生子和亮丝在看电视 看的是一出锁定男孩观众的科幻剧 节目内容在当时亮丝订阅的 少年杂志里有相当详细的介绍 弥生子和亮丝看杂志 记住了节目的内容 剃员突然冒出了一句 宫崎不知道会怎么样 宫崎 宫崎琴 哼 死刑吧 那种坏蛋 弥生子拨动长发 感觉手上缠着落发 一看 原来是白发缠在中指上 他悄悄让头发掉落在地上 不让替员发现 几天前的报纸上报道了公开判决的结果 好像是说犯案前三个月 他敬爱的爷爷死了 失去了心灵支柱什么的 那算什么 要是每个人这样就要去杀人 那还得了 弥生子又点起了一根烟 1988年至1989年间 奇遇和东京 接连有四名幼女遇害 弥生子看新闻得知这桩 连续诱拐幼女命案正在审理中 辩方凭精神鉴定的结果提出反证 但是对于专挑幼女下手的心态 他并不感到诧异 他早就知道 具有这种变态心理的男子不在少数 如果能早点知道那件事情就好了 哪件 你老公的兴趣啊 哦 弥生子想笑 脸颊却怪异地抽筋了 他这才明白 替员原来是为了引出这个话题 才提起什么弓齐琴 那件事能有什么帮助吗 何止是帮助 要是案发时就知道 调查方向就会有180度的改变 哦 这样啊 话是这么说没错 是啊 那事当然说不出口 可不 也不能怪你 结果这一号就是19年 替员伸手贴住因头发稀疏而变宽的额头 迷生子强忍住没有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替员的心里恐怕藏了什么秘密 但事到如今他也不想知道 接着又是一阵沉默 当第二瓶啤酒剩下三分之一时 替员站起身 替员付了账 穿上外套 围上棕色围巾 虽然早了点 不过祝你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替员子露出了和月的笑容 替员握住旧木门的把手 却又在开门前回过头来 他真的在二楼吗 啊 我是说亮思君 他真的一直在二楼吗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没什么 打扰了 替员开门离去 迷生子望着门板上 在身旁的椅子上坐下 身上起的鸡皮疙瘩 并不仅仅是外面渗进来的冷风造成的 小亮好像又出去了 松蒲勇的声音在他的耳边响起 那时 松蒲勇正压在迷生子的身上 隙边冒着汗水 松蒲勇是听到有人踩着乌瓦的声音 才这么说的 迷生子也早就知道 亮思会从窗户爬到室外 沿着屋顶跑出去 但他从来没有就此事 对亮思说过什么 亮思不在家 他才方便与情郎优惠啊 那天也是一样 亮思回来的时候 瓦片发出轻微的声响 但是那又怎么样呢 那又能说明 亮思做了什么呢 多人有声据 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据 白夜行 东野归无原著 光合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第127集 小种雪碎经营的 R&Y大阪一店 今天盛大开业了 在店的门口 有圣诞老人发送卡片 店内持续播放着 改编为古典曲风的圣诞歌曲 圣诞节 年底 再加上开业优惠等 因素交互作用 店内拥挤得举步维艰 放眼望去 来客几乎都是年轻的女子 替元觉得 这里真像是成群的昆虫 围绕着花朵 这里和东京的店面不同 R&Y站了整栋大楼 卖场里不仅有服装 还有饰品包与鞋子的 专卖楼层 替元不懂 但据说店内全是高档名牌 社会上各处正饱受 泡沫经济破灭之苦 而这里却采取了 反其道而行的营销手法 一楼通往二楼的扶梯旁 有一个喝咖啡的空间 顾客可以在此休息片刻 一个小时前 替元便坐在靠边的桌旁 俯瞰一楼 天黑之后 客流丝毫未见减少 他也排了很久的队 才得以进入咖啡馆 现在入口依然大排长龙 生怕遭店员的白眼 替元点了第二杯咖啡 和他隔桌相对而坐的 是一对年轻人 在旁人看来 应该是一对年轻夫妻 和其中一位的父亲 那位年轻的男子 小声地对替元说道 还是没有先生 嗯 替元微微点头 眼睛仍然望着楼下 这对年轻人 都是大阪府警本部的警官 南方还是搜查 一科的刑警 替元看看钟 营业时间即将结束 现在还不知道 他们在这里等的 自然是童元亮思 一旦发现他 便要立刻捉拿 现阶段尚无法逮捕 但必须要把他先行拘押 已经从刑警岗位退休的替元 对童元了解之深 来此协助办案 这是搜查一科科长古贺安排的 童元亮思 涉嫌谋杀 当替元在小种家 看到仙人掌盆栽里的玻璃碎片 一个念头便从他的脑海里闪过 那便是松蒲勇失踪时的装扮 因为有好几个人说 松蒲勇经常戴着绿色镜片的 雷蓬太阳镜 替元托古贺调查玻璃碎片 他的直觉是正确的 那的确是雷蓬的镜片 而且上面残留着一小块指纹 也与从松蒲房间采得的 本人指纹极为近似 一致率竟高达98%以上 那么盆栽里为何会有 松蒲的太阳镜碎片呢 依照推测应该是仙人掌的原主人 唐泽离子将土放进花盆时 镜片便已混在土中 那么这些土又来自何方呢 如果不是购买原意专用土壤 采用自家庭院的土 那应该是最合理的推测 但要挖掘唐泽家的庭院 需要搜查证 光靠如此薄弱的证据 实在难以判断 是否应做出如此大胆的决定 最后搜查伊科科长古贺 依然同意 目前唐泽家无人居住 虽是一大因素 但替缘解释为 蛊鹤相信 一个退休老刑警的执着 唐泽家的庭院最靠墙处 有一片裸露的土壤 搜索于昨日就开始进行 这群搜查的老手们 几乎毫不犹豫地 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动手挖掘 开挖大约两个小时之后 发现了一具白骨 尸骨上一物全无 已经死亡七八年 大阪府警 以寻求科学搜查研究所 协助确认死者身份 方法有好几种 但要证明 是不是松蒲勇 应该不难 替缘确信死者 就是松蒲勇 因为他得知 白骨的右手小指上 戴着一枚白金戒指 而松蒲勇的手上 戴着那枚戒指的模样 回想起来 就如在昨日一般情细 而且尸体右手上 还握着另一项新证据 化为白骨的手指上 缠着几根人类的毛发 推测应该是在打斗之际 从对方的头上扯断的 问题在于能否判断 那就是铜元亮丝的头发 一般情况下 可依据毛发的颜色 光泽 软硬 粗细 随质指数 黑色素颗粒的分布状态 血型等要素 辨识毛发的所有人 但这次发现的毛发 掉落于多年前 能得出何种程度的判断 尚不得而知 但骨贺对此早已做好准备 要是真的不行 就拜托柯警言 骨贺打算进行DNA鉴定 用基因的组成分子DNA的排列一同 进行身份辨识的方法 近一两年 已经在几起案件中得到应用 警察厅计划在未来四年内 将此系统导入 全国各级警政部门 但目前仍由科学警察研究所 独家包办 替员不得不承认 时代变了 当铺命案已过去十九年 岁月让一切都变了样 连办案手法也不例外 但关键在于找出同源量司 如果无法逮捕他 空有证据 也毫无意义 契缘提议 对小种雪碎展开监视 因为枪瞎 就在瞎虎于身边 他至今仍如此坚信 雪碎的精品店开业当天 同源一定会现身 在大阪开店 对他们两人有特殊意义 再说雪碎在东京也有店要照顾 不能常来大阪 他们一定不会错过开业之日 契缘向古鹤极力主张 古鹤也认同了这位退休刑警的意见 今天从开店起 便由好几组调查人员轮番上阵 且不时地更换地点 持续监视R&Y 替缘一早便与调查人员同行 大约一个小时前 他还待在对面的咖啡馆 但是童元亮思 完全没有现身的迹象 他便来到了店里 年轻的警察低声地问道 童元现在还用秋季雄一 这个名字吗 不知道 可能已经改了 替缘想着不相关的另一件事 秋季雄一这个假名 他一直觉得这个名字似曾相识 终于在不久前弄清了原味 这个名字是他从少年时代的 菊池文艳口中听说的 菊池文艳因强暴案 遭到了警方的怀疑 是童元亮思的证词还他清白 但是当初为什么他会遭到怀疑呢 因为有人向警方报告 现场遗落的钥匙圈 是菊池文艳所有 菊池说 那个叛徒 名字就叫秋季雄一 童元亮思 为什么选这个名字作为假名呢 各种原因 只有问他本人才知道 但替元自有看法 童元亮思多半自知 自己的生存建立在背叛一切的基础上 所以才带着几分自虐的想法 自称秋季雄一 当然 事到如今 这些都不重要了 童元陷害菊池的理由 替元可以说有全盘解开的把握 菊池手中的那张照片 对童元极为不利 据说照片里拍到 童元弥生子 与松朴勇优惠的情景 如果菊池将照片拿给警方 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调查可能会因此重新展开 童元担心失去命案当天的 不在场证明 既然弥生子 与松朴勇忙于私会 那么童元便是一人独处 从客观的角度考虑 警方不可能怀疑 当时还是小学生的童元亮思的 但是他依然希望能够隐瞒此事 昨晚和童元弥生子碰面之后 替元更加相信自己的推理 那一天 童元亮思独自待在二楼 但他并非一直待在那里 在那片住宅密集的区域 正如小偷能轻易从二楼 入内行窃一般 要从二楼外出也不难 童元亮思 自屋顶攀缘而下 然后 又按原路返回 那么这个期间 他做了什么呢 店内开始播放营业即将结束的广播 人潮随即改变了流向 看来是不行了 女警官也带着抑郁的表情环顾四周 警方拟定的步骤 是如果没有发现童元亮思 今日便要传讯小种血碎 但是替元反对这么做 他不认为血碎会透露出 任何有助于案情大白的信息 他必定会露出足以骗过 任何人的惊讶表情 还会说 我娘家院子里发现了白骨 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 这不是真的吧 血碎这么一说 警方就会束手无策 七年前松浦遇害时正值新年 唐泽离子应邀前往血碎家 这一点已经得到高工程的证明了 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血碎与童元之间有什么关联 平原先生 你看 就在这时 女警悄悄地指了一下 往那个方向一看 替元不禁瞪大了眼睛 血碎正缓步在店里走动 她穿着一身纯白套装 脸上露出堪称完美的微笑 瞬间吸引四周客人和店员目光的 已经超越了血碎的美貌 那是她身上的光芒 有人在经过之后还回头观望 有人看着血碎窃窃窃私语 还有人 还有人 憧憬地望着她 真是女王 年轻的刑警低声赞叹道 然而在替元的眼里 女王般的血碎 却和另一个迥然不同的身影 叠在一起 在那间老旧的公寓里 遇到的那个女孩 那个对一切都无所一事 不肯打开心扉的女孩 如果能早点知道那件事 昨晚 她向迷生子说的那句话 又在她脑中回响 迷生子是在五年前 向替元提起那件事的 当时她醉得相当厉害 也正因为如此 才会毫不隐瞒 现在我才敢说 我老公那方面 根本就不行 其实 她本来不是那样 是后来 慢慢变了 她不碰女人 却却碰那些 要怎么说 左偏锋 那叫恋童癖 是不是 对小女孩有兴趣 还去像有门路的人 买了一大堆那类怪照片 那些照片 她一死 我马上就处理掉了 这还用说吗 她接下来的话 更令替元惊恶 有一次 总部跟我说过 一件很奇怪的事 她说 老板好像在买小女孩 我问她买小女孩 是什么意思 她告诉我 就是初前 叫小年龄很小的 小女孩跟她上床 我吓了一跳 说竟然有那种店 宋扑笑我 说老板娘以前 分明是个内衣行出身的 却什么都不知道 这年头 父母都靠卖女儿来过日子了 听到这些 替元脑海里刮起了一阵风暴 一切思绪都混乱了 但在风暴过后 过去绝望地看不见的东西 却如波云渐日一般 清晰可见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百夜行 冬夜归无远处 光合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在风暴过后 过去绝望地看不见的东西 都犹如波云渐日一般 清晰可见了 但是弥生子还没有把话说完 不久 我老公开始做些莫名其妙的事 跑去问认识的律师 要领养别人的孩子 当养女 要办那些手续 当我拿这件事质问他 他就大发脾气 说跟我无关 这样还不够 还说要跟我离婚 我就想 那是他的脑袋 大概就有问题了 替元认为 这是关键所在 童元杨界经常前往西本母女的公寓 目的并不在于西本文代 他看上的是西本文代的女儿 想必他曾多次买过那个小女孩的身体 那老公寓的房间 便是用来进行这种丑恶交易的地方 这时 替元理所当然产生了一个疑问 顾客 是否只有童元杨界一个人呢 比如死于车祸的四旗中夫又如何 搜查本部将他视为西本文代的情人 但没有人能够判定 四旗有没有与童元杨界相同的癖好 遗憾的是 如今这些都无法证明 即使当时尚有别的嫖客 也无从追查 能够确定的 只有童元杨界 童元杨界的一百万元 果真是向西本文代提出的交易金额 但那笔钱不是要让西本文代当情妇 而是要领养他女儿的代价 想必是在数度买春之后 童元杨界希望 把西本文代的女儿据为己有 杨界离开之后 文代独自在公园荡秋千 那时他心里有什么样的思绪在摇摆呢 童元杨界和西本文代谈完之后 便前往图书馆迎接 俘获了自己的新的那个美少女 接下来的过程 替元能够在脑海里清楚地复原 童元杨界带着女孩进入那栋大楼 女孩曾经抵抗吗 替元推测应该没有 杨界一定是这样对他说的 我已经付了一百万给你妈妈 连要想象一下 在那个尘埃遍布的房间里发生了什么 都令人厌恶 然而如果有人看到那一幕光景呢 替元不相信亮思当时是在通风馆中玩耍 从自家二楼离开的他应该是走向图书馆的 他可能经常这样和雪碎碰面 向雪碎展示自己拿手的剪纸 唯有那家图书馆才是他们两个人的心灵 休憧之处 但是那一天 亮思却在图书馆旁看到了奇异的景象 父亲和雪碎走在一起 亮思尾随着他们进入了那栋大楼 他们在里边做什么 小男孩感觉到一股无法形容的不安 要窥死他们 只有一个办法 亮思不加思索地爬进了通风馆 于是 他可能看到了最不堪的一幕 在那一瞬间 在男孩子的心中 父亲只是一头丑恶的野兽 那个男孩的肉体 一定被悲伤与憎恶支配了 至今 体元仍记得童元杨界所受的伤 那也一定是男孩子心头的伤 杀了父亲之后 亮思让雪碎先行逃走 然后他在门后堆放砖块 这应该是那个小孩子 绞尽脑汁能想出来的做法了 希望借此多少延迟命案被发现的时间 随后他再度钻进了通风馆 一想到那个少年 是抱着何种心情 在通风馆中爬行 替元便感到心痛 事后 他们两人如何协调约定不得而知 替元推测 多半没有协调约定这回事 他们只是想保护自己的灵魂 结果就是 雪碎从不以真面目示人 而同元亮思 则至今仍在黑暗的通风馆中徘徊 亮思杀松浦的直接动机 应该是因为松浦握有他不在场证明的秘密 松浦或许是在机缘巧合之下 发现亮思很可能犯下了弑父之罪 他极可能向亮思暗示此事 要挟他参与那次仿冒游戏软件的行动 但替元认为亮思还有一个动机 因为没人能够断定 童元阳界的恋童痞 不是肇始于弥生子的红杏出强 在那个二楼的密室中 亮思必然被迫无数次地听见了 母亲与松浦间的丑态 都是这个男人害我的父母发了狂 亮思如此认定 也毫不为奇 替元先生 我们走吧 警察的招呼声让替元回过神来 他四下看了一下 咖啡馆里已经没有其他客人 没有出现 替元的心里感到一阵空虚 他觉得如果今天没有在这里找到童元 恐怕就再也抓不到他了 但又总不能赖在这里不走啊 走吧 他无奈地支撑起沉重的身躯 走出咖啡馆 三个人一同搭上扶梯 客人三三两两地离去 店员们似乎为开业第一天的优惠活动圆满落幕 而心满意足 在店面发卡片的圣诞老人正搭乘上行的扶梯 他看起来也带着一身愉快的疲惫 下了扶梯 替元扫市店内一周 不见血碎的踪影 此时血碎或许已经开始计算今天的营业额了吧 走出店门前 男警察巧声说道 辛苦了 哪里 替元微微点头 心中暗想 以后就只能交给他们了 交给年轻的一辈 替元和其他客人一起离开了店面 假扮情侣的警察迅速离开 走向其他地点监视的同事 也许接下来 他们便要去找血碎进行侦讯 替元拉拢外套 迈开脚步 走在他面前的是一对母女 他们似乎也刚从血碎的店里出来 收到一个很棒的礼物呢 我需要给爸爸看哦 点头回答的是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 她的手里拿着什么东西 正轻飘飘地晃动 一瞬间替元睁圆了双眼 小女孩拿的是一张红色的纸 简称一只漂亮的迷路的轮廓 这个 这从哪里来的 替元从身后抓住了小女孩的手 母亲露出了恐惧的神情 想保护自己的女儿 有什么事 小女孩似乎随时会放声大哭 过路的行人无不侧目 替元指着小女孩手里的简纸问道 对不起 请问这是从哪里来的 哪里来的 送的啊 哪里送的 就是那家店 是谁送的 圣诞老公公 替元立刻转身 不顾因寒气而疼痛的膝盖 全力狂奔 店门已经开始关闭 但是警察们还在附近没有离开 他们看到替元的模样都变了脸色 怎么了 圣诞老人 就是他 警察们立刻醒悟 强行打开正要关上的玻璃门 闯入店内 无视阻止他们的店员 踩着停止运作的扶梯往上冲 替元原本准备跟在他们身后冲进去 但是下一秒钟 脑子里冒出了一个念头 他拐进了建筑物旁的小巷 真蠢 我真是太蠢了 我追踪他多少年了 他不总是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血碎吗 绕到建筑物的后面 看到了一道装设了铁制扶手的楼梯 上方有一扇门 他爬上楼梯打开了门 眼前站着一个男子 一个身着黑衣的男子 对方似乎也因为突然有人出现 而吃了一惊 这真是一段奇异的时间 踢元立刻明白 眼前这个人就是童元亮丝 但他没有动 也没有出声 大脑的一脚在冷静地判断 这家伙也在想我是谁 然而这段时间大概连一秒钟都不到 那个人一转身朝反方向急奔 别跑 踢元紧追不舍 穿过走廊就是卖场 警察们的身影出现了 童元亮丝在陈列着香包的货架间逃窜 就是他 警察们一起上前追赶 这里是二楼 童元正跑向已经停止的扶梯 踢元相信他无法脱身 但是童元并没有跑上扶梯 而是在那之前停下脚步 毫不迟疑地翻身 跳往一楼 耳边传来电源的尖叫 巨大的声响接踵而至 好像撞坏了什么东西 警察们沿扶梯飞奔而下 几秒钟之后 踢元也到达了扶梯 心脏快吃不消了 他按着疼痛的胸口 缓缓下楼 巨大的圣诞树已经倒下 旁边就是童元亮丝 他整个人呈大字形 一动也不动 一名警察靠近 想拉起童元亮丝 但随即停止了动作 回头望向了踢元 怎么了 对方没有回答 踢元走近 想让童元的脸部朝上 这时尖叫声再度响起 有一个东西 扎在童元的胸口 由于鲜血涌出 难以辨识 但是踢元一看就知道 那是童元亮丝 视若珍宝的剪刀 正是那把 改变他人生的剪刀 奔跑的脚步声再度传来 踢元明白这些都是徒劳 他早已看惯了尸体 感觉到有人 踢元抬起头来 血碎就站在身边 如血一般白皙的脸庞 正抚向童元 这个人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是谁 他们开始采取行动 有人采取保护现场的措施 有人准备对店长展开侦讯 还有人搭着替元的肩膀 要他离开尸体 踢元的肩膀 踢元脚步盘跌地走出警察们的圈子 只见血碎 正沿扶梯上楼 他的背影 犹如白色的影子 他一次都没有回头 多人有声据白夜情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